叶飞是乡下来的穷学生 学习成绩差 被同学看不起 一次不可避免的灾祸 却让他因祸得福 从此 他暗发誓 接下来的人生 我要换个活法 叶飞 25分 班主任话音落下 全班顿时响起一阵哄笑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最后一排的清秀少年身上 脸上满是戏血 25分 这得打破了咱们班的最低分纪录了吧 我就是闭着眼睛 也不止考这么一点分 这香巴佬 这次又拉低了我们班的平均份 叶飞听到这些议论 低着头脸仗的通红 藏在桌子下的一双手掌紧紧握起 却没有出声 班主任看了叶飞一眼抱怨道 说完便不再看他 继续分发试卷 发完了试卷 班主任宣布放学 同学们陆续离开学校 叶飞 你怎么还不走 一个清脆的声音 突然在叶飞耳边响起 叶飞抬头一看 是班长罗依仁 罗依仁不但是班长 还是学霸 学校的校花 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 不会看不起叶飞的人之一 整个高三十班的男生 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 叶飞自然也不例外 只是 叶飞家里条件不好 成绩也很差 所以 他只是把这份爱恋隐藏在心底 不敢有丝毫表露出来 哦 你先走吧 我想把剩下的习题做完再走 叶飞抬起头说道 罗依仁点了点头不再劝说 也离开了教室 很快 教室只剩下叶飞一人 叶飞一直磨蹭到天黑 才收拾东西离开教室 出了校门 他也是 挑着小路走 即使如此 刚走过一条阴暗的小巷时 还是被人给拦了下来 三名少年分别从巷子的两头走来 将叶飞堵在了路中央 小子 你他妈在躲呀 身材高壮的孙元 推了叶飞肩膀一把 将叶飞推得撞在墙上 我 我没有躲 叶飞还想辩解 让你带的钱呢 带来没有 我 我没钱 还他妈敢顶嘴了 孙元一巴掌抽在叶飞的脸上 叶飞一边脸颊立石鼓了起来 刘光脸上笑嘻嘻的 手则是朝着叶飞的衣兜里摸去 当从叶飞裤兜里 掏出一只老款的诺基亚手机时 脸色一变 气急败坏地骂道 都他妈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他妈用诺基亚 说着 便将手中的手机砸在了墙上 之后刘光又将叶飞身上的衣兜都摸了一遍 也仅仅是摸出三十多块钱的零钱 气得流光又给了叶飞几拳 好了 这时候 一直拿着手机在录视频的王成发话 拦住想要继续教训叶飞的两人 王成收起手机 拍了拍叶飞的脸颊 他的手很轻 拍在叶飞的脸上并不疼 却极尽侮辱 小子 记住了 明天带三百块钱来 不然 借你一次打你一次 说完和两名同伴有说有笑地离开 等王成三人的身影消失不见 叶飞才将甩在墙角的手机捡起 刚装上电池开机 一个电话便打了过来 小飞 刚才打你电话 怎么提示关机啊 一个温婉的声音 自电话另一边响起 打来电话的 正是叶飞的妈妈曾科 叶飞深吸了几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 抢笑着说 妈 我没事 刚才手机没电关机了 现在才冲上电 在那边学习怎么样 钱还够不够 不够就跟妈说 妈再给你送一些过去 曾科问道 妈 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班上的同学对我都很好 今天老师还夸我 学习进步了呢 叶飞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说道 哥 我想你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 电话另一边 传来小妹叶萱娇憨憨的声音 小萱 哥放了假就会回来 你好好学习 等回家哥给你带礼物 叶飞笑着说道 真的吗 叶萱顿时激动了起来 当然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之后叶飞又与家人聊了几句 等挂断电话 叶飞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手死死握着手机 牙齿紧咬着嘴唇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叶飞家在农村 能够来海州一中读书 还是小姨脱了关系的缘故 她以前一直在乡下读书 底子有些差 所以来到海州一中后 学习有些跟不上 她不明白 她每天拼命学习 从不惹事 班上的老师和学生 为什么要这么排斥她 她知道 王成三人家里很有钱 他们经常敲诈她 不是因为他们缺钱 而是他们觉得好玩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这样对我 叶飞嘴唇带着血迹 眼前一片模糊 你还不明白吗 你若 本来就是一种错 一个沙哑的声音 突然在叶飞的耳边响起 这突然出现的声音 将叶飞吓了一跳 她四下一看 却没有见到一个人影 你是人是鬼 叶飞身体一哆嗦 想要快速逃离这里 小子 不用看了 你是看不到我的 我只问你 想不想变强 不再被别人欺负 那个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你 有什么办法 听到变强 叶飞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老夫乃仙界的轮回老祖 你可以称我老祖 只要你拜我为师 跟我修炼 我保证以后你的成绩超过所有人 再也不会有人欺负得了你 沙哑声音再次说道 叶飞脑中不由地浮现出来 到海州一中后的种种遭遇 为什么那些老师和同学 都看不起我 为什么我喜欢罗伊人 却从不敢说出口 甚至都不敢正眼看他 为什么王成他们总喜欢欺负我 不欺负别人 为什么我不能让妈妈和妹妹离开乡下 过上富裕优渥的生活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要实力 我要变强 叶飞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变强 他再也没有犹豫 一咬牙 好 我学 很好 小子 你以后会庆幸 你今天的决定是多么的明智 沧老声音略带欣慰地说道 随后 叶飞便感觉到 一大段的文字 突然出现在叶飞的脑海当中 这些文字看起来十分古朴 他以前从没见过 然而他却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当下 叶飞没有犹豫 找了一块草坪 便修炼了起来 也不知修炼了多久 直到耳边传来嘈杂的声音 叶飞才从修炼中清醒过来 叶飞只感觉体内 有着一股暖流在流淌 十分舒服 他脸上那火辣辣的疼痛 也早已经消失不见 老祖 我现在修炼得怎么样了 叶飞出声问道 却没有得到轮回老祖的回应 反而远处的嘈杂声越发清晰起来 叶飞这才听清楚 远处传来的竟然是救命声 在几百米外 叶飞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两名粗壮男子 正捂着一妙龄女子的嘴 想要把他拖进旁边的小树林里 叶飞连忙跑过去 大喊道 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等走到镜前 看清楚那两名大汉的相貌 叶飞却是吓了一跳 这两人他都知道 那名捂着女子嘴的纹身男 是西城区的大混混 外号狗哥 海州义中的不少校爸跟他混 狗哥旁边的那人 则是他的跟班 以前也是海州义中的学生 不过后来因为打架被开除了 认清楚是这两个杀星之后 叶飞下的身体都打哆嗦 这两人可是凶名在外 哪一个也不是他这小身板能够对付的 小子 别他妈给自己找货 赶紧滚蛋 狗哥的跟班看了叶飞一眼 赫骂道 只要你们把他放了 我就当这是没发生过 虽然心里害怕到了极点 但叶飞还是开口说道 小杂碎 你他妈找死是吧 听到叶飞这话 狗哥的跟班气急败坏地朝叶飞走了过来 同时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匕首来 就在叶飞不知如何是好时 轮回老祖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咦 不错呀 你小子竟然这么快就踏入了修针门槛 老祖你没走 再次听到轮回老祖的声音 叶飞顿时大喜 他小声地问道 老祖 我现在该怎么办 小子 你不用这么小声 他们是听不到我说话的 你也不用说话 想说什么直接在心里说 我就会知道 瞧你小子这怂样 你现在可是一名修针者了 对付这两个蝼蚁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轮回老祖不屑地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狗哥的那名跟班已经冲到了叶飞跟前 见到叶飞傻愣在那里 他还以为叶飞吓傻了 手中的匕首却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朝着叶飞肚子捅了过来 匕首在即将接触到叶飞衣服的时候 却骤然停了下来 小杂碎 你他妈吃了豹子胆 敢破坏老子的好事 狗哥放开那妙龄女子 朝着叶飞冲了过来 滚 别再让我看到你们 叶飞看了两人一眼 冷冷说了一声 狗哥两人被叶飞吓破了胆子 听到叶飞这话 再也不敢停留 狠话都没放 就连滚带爬地逃离开来 你没事吧 等狗哥两人的身影消失不见 叶飞才将目光转到妙龄女子身上 问道 这一看才发现 眼前这女子大概二十多岁 唇红齿白 长得极美 皮肤白皙 细嫩的像都能掐出水来 胸脯高高耸起 仿佛能让人眼珠陷进去 一双白花花的大长腿 在黑夜里格外吸引人眼球 此时女子翘脸上带着泪痕 一副惶恐不安的模样 让人看了 忍不住心生联系 谢谢你救了我 我叫陈婉 女子开口说道 声音温婉动人 很是好听 不用客气 我叫叶飞 这里不太安全 你以后晚上最好不要出门 叶飞看陈婉惶恐不安的模样 忍不住开口道 你住在哪里 我送你回去吧 陈婉点了点头 再次表示感谢 陈婉住的地方就在附近 两人边走边聊 叶飞才知道 陈婉是最近才租的房子 这时候出来是买一些生活用品 叶飞身上穿着校服 陈婉自然猜到 叶飞是海州义中的学生 陈婉眼神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只不过 叶飞此时正看着前面的路 并没有发现陈婉的异常 将陈婉送到门口 叶飞就准备离开 这时候 陈婉却突然开口说道 那个 你今晚能不能留下来啊 啊 听到陈婉这话 叶飞张大嘴巴 看着陈婉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陈婉被叶飞这般盯着 一张翘脸羞的通红 他连忙解释道 你不要误会 我租的房子是两室的 我怕他们今晚上会过来 所以 等说到最后 声音已经饥不可闻 叶飞这才明白过来 是自己想多了 刚要开口拒绝 轮回老祖的声音 却突然从叶飞耳边响起 小子 答应他 老头 你胡说什么啊 叶飞在心里大叫道 陈婉长得很美 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紧致 身材更是傲人 尤其是 陈婉这个年纪 身体已经长开 在他身上 有着一股成熟女人 所特有的吸引力 哪怕是一中的笑话罗伊人 和他相比 也显得青涩了几分 可是 刚认识 就同居 这真的好吗 小兔崽子 是老祖 不是老头 叶飞耳边 响起轮回老祖 气急败坏的声音 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知不知道 你面前这女娃 可是万中无一的悬阴之体 在他身边修炼 吸收他身上的悬阴之气 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你还想再被人欺负 轮回老祖的话 仿佛一记重锤 正好击中叶飞的痛处 让他一时间沉默了下来 晨晚见到叶飞沉默 还以为他不同意 翘脸上忍不住露出 一抹黯然之色 你不愿意就 不 我愿意 叶飞连忙说道 什么 你真的愿意 晨晚一双大眼 瞬间又有了神采 等见到叶飞肯定地点头 高兴地差点跳起来 等进了门 晨晚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翘脸一红 甚至还带着几分尴尬 他这时才想起 他租的房子 虽然是两室的 可自卧室 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床板 上面 还堆满了各种杂物 根本就没有任何床上用品 这个房间 他本来就是打算用来放杂物的 他刚救了我 又是我邀请他留下来的 总不能让他睡床板吧 晨晚暗自想着解决办法 难道要睡一个房间 脑子里刚冒出这个想法 晨晚便暗脆了一声 一张翘脸羞的通红 叶飞也很快就发现了这点 他主动说道 晨晚姐 我睡沙发就可以了 晨晚闻言 脸更红了 如今虽然快到夏天了 但睡在客厅 还是很冷的 晨晚鼓起勇气说 都睡主卧好了 你睡床上 我睡地上 那怎么行 叶飞大惊 连忙拒绝 他怎么可能让晨晚 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 睡地上 然而晨晚的态度也很坚决 两人退让了半天 最终才达成一致意见 睡一个房间 但晨晚睡床上 叶飞睡地上 今晚上经历了这么多事 两人都没什么食欲 简单地吃了点晚餐 便回房睡觉了 叶飞躺在铺着报备的地上 很快就睡着了 晨晚却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尤其是想到 旁边还躺着一个年轻男子 晨晚侧过身子 一只手托起香腮 打量起叶飞那张 清秀明俊的脸庞来 这时他才发现 叶飞竟然说不出的帅气 端正的五官 棱角分明 眉宇间带着一抹坚毅 身材瘦靴 却挺得笔直 只是这一切以往 都被那身臃肿破旧的校服 给遮掩了 晨晚看着看着 不由就有些吃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才睡去 睡着时 嘴角带着笑意 脸上满是甜蜜满足的笑容 虽然旁边睡着一个 刚认识陌生男子 他却异常安心 叶飞这一觉睡得异常舒服 早上还是被一阵 饭菜的香味又醒的 哇 晨晚姐 你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叶飞看着餐桌上 凌朗满目的食物 对仍在厨房里 忙碌的晨晚说道 晨晚闻婉一笑 快去洗手 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等叶飞洗漱完毕 晨晚已经坐在饭桌旁等他 叶飞也没有客气 跟晨晚说了一声 便狼吞虎咽起来 太好吃了 晨晚姐 你可真厉害 谁要是娶了你可有福了 叶飞嘴里嘟囔道 晨晚美好气地白了叶飞一眼 帮他盛了碗皮蛋瘦肉粥才说道 你慢点吃 不要噎着 一会儿 我也要去你们学校 我们一起去吧 不行啊 时间快来不及了 叶飞看了眼时间 今天 我们新的语文老师要来 要是迟到了 给他留下了坏印象 那以后就惨了 不会吧 海州一中 可是全国文明的学校 能进那里教学的都不简单 相信我 新来的老师 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就刁难你的 晨晚笑着说 眼中有着一抹意味深长的醋侠 怎么不会 如果新来的老师 跟我们班主任一样 不但绑大腰圆 还是个脾气暴躁的母叶叉怎么办 那以后 还不得天天给我穿小鞋 叶飞低头喝着粥 嘴里嘟囔道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当他说出母叶叉三个字的 晨晚一口银鸭咬的嘎吱响 气得差点拔手里的周扣叶飞脸上 虽然晨晚说了 也要去学校一趟 要跟他一起去 叶飞还是早早地走了 刚走到教室门口 班上同学的目光 都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 眼神十分怪异 叶飞被看得有些别扭 不过他以往也看惯了 这些人的冷眼 神色如常地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听说 昨晚上王成他们 把你给堵了 同桌郭亮 凑到叶飞耳边问道 叶飞脸色难看地点了点头 这群混蛋 郭亮气得骂了一声 又凑到叶飞耳边说道 王成把昨晚上读你的视频 在学校群里传遍了 不过还好天比较黑 没有录下正脸来 叶飞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难怪刚才进门时 这些人会那样看他 虽然他们 看不清视频里人的正脸 但是恐怕有九成的同学都猜到 视频里被打的人就是他了 今天放学 我跟你一起走 他们要是再敢这么过分 我就花钱请社会上的人收拾他们 郭亮气愤地说道 不用 叶飞低头看着课本 摇了摇头 想到王成三人 他拳头捏着咔咔作响 心中冷笑连连 今天的叶飞 可不再是昨天的那个 被他们肆意欺辱的叶飞了 以后 谁欺负谁 还不一定呢 郭亮还想说什么 抬头却见到班主任赵云那魁梧的身躯 出现在门口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人 等看清楚赵云身后那人时 郭亮顿时激动起来 一把抓住叶飞的胳膊摇晃道 叶飞 完了 完了 我要恋爱了 我要恋爱了 你不是天天都在恋爱吗 叶飞头也没胎地敷衍道 郭亮家里十分有钱 虽然人是个小胖蹲 但性格十分好 再加上模样周正 又舍得花钱 在学校里十分讨女孩子喜欢 不一样 这次不一样啊 完了 完了 我 我发现 我彻底陷进去了 郭亮仍神精致般地说道 就在这时 班主任已经来到了讲台前 敲了敲讲桌 将同学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同学们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语文老师 班主任话音未落 班上的同学都骚动起来 我靠 好漂亮啊 他是咱们新来的语文老师 哈哈 以后有福了 叶飞听到议论声也抬起头来 等看清楚站在赵云身边的人时 眼睛瞪得老大 他压地叫了一声 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这新来的老师 竟然是刚和他分开没多久的沉晚 叶飞感觉自己的脑子 有些转不过弯来 班主任一脸厌恶地看着叶飞 叶飞 你有什么问题吗 叶飞刚来的时候 他还以为自己捡到了一个宝 心里暗喜不已 然而等一次模拟考试下来 才发现捡到的是草 对叶飞的态度 也有原来的嘘寒问暖 变成了极不待见 叶飞见到陈婉 趁着别人不注意 还朝着自己眨了眨眼睛 表情一脸无辜 似乎在说 我早就想告诉你的 是你没给我机会啊 没 没问题 叶飞一脸无语道 没问题 就给我坐下 班主任瞪了叶飞一眼 继续说道 陈老师是北清大学的高材生 从今天开始就负责叫我们班语文 哗 教室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等掌声吸了 班主任又说了几句场面话 等陈婉做完自我介绍之后 便离开了 今天的第一堂课便是语文 陈婉自然要留下来 准备上课 一直到第一堂课上了一半 叶飞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想到早饭时 当着陈婉的面对 新来老师的恶意猜测 他总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同桌郭亮抓着叶飞 不依不饶问道 叶飞 你小子是不是认识我的女神啊 啊 谁是你的女神 叶飞莫名其妙问道 当然是我们的陈婉陈老师了 你之前的女神不是罗伊人吗 从现在开始 我的女神只有一个 那就是陈婉老师 快说 你是不是早就认识陈老师了 不是 叶飞低头看着课本 有一搭没一搭的 和郭亮应付着 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 比以前强了很多 书本上的东西 看一遍就能记住 以往很多不能理解的知识 现在也轻易地明白了过来 就在叶飞心里暗喜时 陈婉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 郭亮同学 请把我刚才讲解的内容 复述一遍 郭亮自从开始上课 就一直纠缠着叶飞 哪里知道陈婉讲的是什么 站起来后 一张脸憋得通红 念诺了半天 最终憋出一句 老师 我不知道 哄 全班哄堂大笑 陈婉翘脸上带着温和笑容 看不出丝毫怒气 他继而又把目光看向了叶飞 叶飞同学 你来回答吧 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 再次落在了叶飞身上 眼中带着玩味 不少男生更是忍不住吃笑起来 叶飞在美女老师面前出仇 这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 望着陈婉那巧笑倩兮的眼神 叶飞脑中莫名地想起了一句名言来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他知道 陈婉并不是在教训他开小差 而是在报早上 他说的那句 新老师是母叶叉之仇 老师 我也不知道 叶飞还没有开口 坐在后排的一名学生 突然模仿叶飞的声音说了一句 又是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就在他们笑声还未落下 一个清朗的声音 在众人耳边响了起来 杜牧 字幕之 好樊川居士 唐代杰出的诗人 散文家 是宰相杜佑之孙 杜从玉之子 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重金时 叶飞声音落下 教室内瞬间都安静了下来 那些嘲笑的同学大张着嘴 如同被人掐住了脖子 声音戛然而止 眼中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竟然回答上来了 而且还一字不差 这怎么可能 晨婉也有些诧异 他之前已经注意了叶飞一会儿 知道叶飞一直在和郭亮聊天 并没有听他讲课 叶飞 你刚才低头 一定是趁着大家不注意 偷偷翻书了 王诚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众人闻言 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叶飞还是他们所熟识的那个叶飞 之所以能回答下问题来 不过是刚才偷偷看了书 想到这里 众多同学看向叶飞的目光 也从震惊变成了鄙夷 将众人的神情尽收眼底 王诚笑了起来 得意地看向叶飞 目光充满挑衅 王诚很想看到叶飞负气败坏 或是垂头丧气的模样 然而结果却是让他失望了 叶飞神色坦然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老师 我刚才没有偷看书 叶飞目光正是晨婉 一脸坦然说道 叶飞 你可真不要脸 回答不上来 就回答不上来 竟然还偷偷看书 真给我们十半的学生丢人 王诚狗腿子孙元大声说道 就是 偷看书还不承认 我提议让叶飞滚出班节 不要再给我们丢人 另一名狗腿子流光附和道 陈婉秀眉微微皱起 他不过是想小小报复一下 叶飞今天早上对他的付费 可不是想让王诚他们三个 借题发挥刁难叶飞 老师 我相信叶飞同学 没有偷看书 就在这时 坐在第一排的罗依人 开口说话了 见到罗依人竟然开口替叶飞说话 所有同学都有些傻眼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一向和同学们 保持距离的大笑话罗依人 竟然替这个乡下来的香巴佬说话 王诚一张脸 历时仗得通红 这时候看向叶飞的目光 则是愤怒夹杂着极度 从上高一开始 他就追求罗依人 这一追就是三年 却从没有得到过好脸色 更别说让罗依人替他说话了 可今天罗依人竟然为别人说话了 而那个人 还是他一直看不起的香巴佬 他们本来还担心叶飞下不来台 等看到叶飞目光清明 脸上竟是从容之色 也放下心来 好了 你们不要再说了 叶飞有没有偷看书 我自有判断 晨婉打断众人的话 再次看向叶飞说道 既然你说自己没偷看书 那我就再考考你 如果你能回答上来 我就承认你 没有看书 尽管考吧 叶飞一脸从容 妃平硬墙 王子皇孙 慈楼下殿 拈来于情 昭歌夜贤 唯情宫人 这句话 你来翻译一下 晨婉找了一段 他刚才讲解过的文言文文道 六国的公妃和王子王孙 辞别六国的公楼走下宫殿 坐着撵车来到秦国 他们早上歌唱 晚上奏乐 成为秦国的工人 叶飞直接回答了出来 整个教室的同学 都有些不太相信 上一次可以说 叶飞是偷看课本 可这一次 大家都盯着叶飞呢 叶飞根本没有机会看课本 难道是走了狗屎运 恰好记住了这一句 还不待他们反应 晨婉又再次提问 鼎称玉石 金块朱利 气质李矣 秦人是之 意不甚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宝鼎被当作铁锅 美玉被当作丸石 黄金被当作土块 珍珠被当作沙利 丢弃的到处接连不断 秦人看起来 也并不觉得可惜 叶飞再次回答了上来 死 教室内传来一阵阵 倒吸冷气的声音 陈婉刚才便是将 鹅旁功夫讲解到这里 叶飞回答的这些内容 与陈婉所讲解的丝毫不差 这些内容可是陈婉刚刚讲过 班上的同学 仅仅是听了一遍而已 这时候 哪怕是让罗伊人来回答 他也不一定能像叶飞这般 信口说出来 没有一丝停顿吧 这还是那个学渣叶飞吗 众人看向叶飞的眼神 变得古怪起来 就连坐在最前排的罗伊人 此时也回过头来 目光盯着叶飞 小脸上满是诧异 然而 陈婉的问题 却并没有就此止住 数族教 寒谷举 楚人一句 可怜焦徒 这里 已经是陈婉还没有讲解的内容 这次总回答不上来了吧 众人心中不由地想到 然而 他们这个想法刚刚升起 叶飞的声音 也适时地传入了他们耳中 戍边的陈胜 吴广一声呼喊 寒谷官被攻下 楚项羽放一把火 可惜华丽的阿旁公 化为了一片焦土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一脸猛逼 反应快同学快速翻起课本来 结果却令他们很受伤 仍然一字不差 情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情人没功夫哀悼自己 可是后人哀悼他 如果后人哀悼他 却不把他作为镜子来吸取教训 也只会使更厚的人 又来哀悼这后人 两人一问一答 仿佛事先排练好的一般 陈婉刚说出问题 叶飞张口便翻译了出来 等叶飞翻译完最后一句 拿着课本的同学都麻木了 对视了一眼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今天 真特么见了鬼了 陈婉大眼睛眨了眨 眸中露出一丝异彩 他刚刚只是有些猜测而已 没想到 叶飞竟然真的连他没讲的内容 都能回答下来 教室里一片安静 甚至能听到一些同学的呼吸声 叶飞同学 你坐下吧 陈婉点了点头 示意叶飞可以坐下了 王成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两只拳头捏得死死的 尤其是 看到罗伊人 竟然一直盯着叶飞时 更是极度地要发狂 慢着 老师 我不同意让叶飞坐下 王成陡然站了起来大喊道 王成同学 你有什么意见 陈婉看着王成 心中已经有些不悦 他早就看出 王成在处处刁难叶飞 只不过良好的素养 让他没有把不悦表露在脸上 仍然与其温和 老师 叶飞在课堂上 公然扰乱课堂纪律 作为班上的副班长 我认为不能就让他这么坐下 王成摆出一副 大意凛然的模样 哦 你认为该怎么做 陈婉眼睛已经眯了起来 脸上却带着笑 让人看不出 他是怎么想的 见到陈婉没有否定自己的意见 王成心中一阵振奋 在他看来 叶飞赶在新老师的第一堂课上开小差 一定会惹得新老师看他不顺眼 老师我建议 让叶飞把整篇 《鹅旁功夫》 背诵一遍才能坐下 如果他背诵不下来 就罚他把 《鹅旁功夫》 抄写一百遍 并写一篇检查 在明天早操时 当着全校学生的面读出来 听到王成这话 不少学生都倒吸了口冷气 这王成 可真够读的 《鹅旁功夫》是陈婉今天才讲的内容 到现在也仅仅讲了一半的内容 在场的所有学生 恐怕没有一个能背下来的 如果叶飞背不下来 就要抄一百遍 一遍 《鹅旁功夫》就是六百多字 一百遍 就是要抄六万多字 而当着全校学生的面读检查 更是脸都丢尽 以后在学校里 就别想抬起头做人了 王成话音落下 所有人的目光 再次聚集到了叶飞身上 他们都看得出来 王成是在故意刁难叶飞 叶飞同学 你觉得怎么样 陈婉笑眯眯地看着叶飞 心中隐隐有些期待 趁着别人不注意 还偷偷向叶飞眨了眨眼睛 他自然不是期待叶飞出处 陈婉的话 落在王成耳中 理所当然的 被他认为是陈婉 也看叶飞不顺眼 心中更加得意 叶飞还没有说话 同桌郭亮终于忍不住 一脸愤怒地说道 王成 你别太过分 郭亮 没你的事 你最好把嘴闭上 不要自悟 王成不懈地看了郭亮一眼 不无威胁地说道 郭亮的老子 虽然是个亿万富翁 但跟他老子比 还有些差距 更何况 郭亮家的建筑公司 还承接着他们家的工程 他想要收拾郭亮 有的是办法 你 郭亮被王成 这般赤裸裸地威胁 气得一张脸 仗得通红 见叶飞站在那里 不发一言 不少同学都认为 叶飞胆怯了 一直盯着叶飞看的 罗伊人 眼中也是露出 一抹失望之色 王成看着叶飞冷笑道 怎么 叶飞你不敢吗 就在所有人 都以为叶飞会认损时 叶飞开口了 声音平淡地说道 如果我背诵下来了呢 王成你又怎样 你背诵下来就坐下呗 跟我有什么关系 王成不懈地吃笑一声道 他又不蠢 怎么可能上当 呵呵 叶飞冷冷一笑 我背诵下来 也不过是坐下 如果我背诵不下来 要抄写一百遍 旁功夫还要写检查 当着全校学生的面读出来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 听叶飞这么说 王成更加认定 叶飞不可能背诵下全文来 之所以这么说 不过是想赖掉他的提议他 冷笑道 哦 你想怎样 不如我们来赌一把 让陈老师和全班同学 做个见证 叶飞伸出一根手指 淡淡说道 那般从容淡定的模样 让全班同学都有些恍惚 这还是那个唯唯诺诺 在班上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叶飞吗 我如果背诵不下 旁功夫 我把全文抄写一百遍 并写检查 当着全校同学的面读出来 如果我背诵下来了 叶飞说到这里 冷冷一笑 我也不要你抄写一百遍课文 也不需要你写检查 你只要在一张纸上 写下我是蠢猪四个字 并贴在额头上 等大课间的时候 围着学校走三圈就可以了 怎么样 哦 还有 只要覆盖你的整个额头 上面的字要大小一致 要能覆盖整张纸 且能被人一眼看清楚 叶飞善意地补充了一句 哄 叶飞这话落下 全班哄堂大笑起来 有些学生甚至已经捂着肚子 脑袋无力地搁在桌子上 喘不不过气来 就连陈婉和罗伊人 这一大一小两个美女 都忍俊不禁 嘴角微微翘起 仿佛在强忍着笑意 肩膀却一抖一抖地 憋得十分难受 叶飞不说最后一句还好 经叶飞这般贴切地补充 他们脑中仿佛已经出现了 王成额头上 贴着我是蠢猪的字条 在学生人群当中走动 被人指指点点的画面 如果真那样做了 那王成恐怕在整个海州的学校里 都出名了 王成一张脸仗成了猪肝 他看向叶飞的目光 仿佛要吃人一般 咬牙切齿道 叶飞 你在找死 怎么 你不敢吗 叶飞无视了 王成那毫不掩饰的威胁 学着王成之前的语气问道 就是 王成你不敢吗 不敢 就别在这里装十三 整得好像自己多牛似的 郭亮哈哈大笑着挤对王成 脸上哪里还有一点之前的郁闷 见全班同学的目光 都落在自己身上 王成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 把叶飞给生死了 他是想成为全班的焦点 但特么不是这种啊 好 我答应你 王成几乎从牙缝中 挤出这几个字来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我只给你五分钟时间 如果你背诵的时间超过五分钟 就算你输 没问题 叶飞爽快地答应下来 有好事的同学听到他们的话 已经拿出手机来 准备开始计时 陈婉翘脸上带着笑意 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他作为老师 自然是不会参与进去 不过 却丝毫没有要制止的意思 班上的这些同学看热闹 自然不嫌失大 他们很快就把几名学伟推出来 当作裁判 让众人有些意外的是 以往对于这些热闹 从不参与的班长罗伊人 这一次 竟然也没有拒绝 在有人邀请他作为裁判之后 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预备开始 随着学伟的一声令下 几名裁判同时开始计时 然而 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 他们却并没有听到 叶飞背诵的课文的声音 目光再次落在了叶飞身上 叶飞 时间紧迫呀 你怎么还不呗 郭亮着急地催促道 额头都冒出汗来 折什么急 我先喝口水 润润嗓子 叶飞拿起桌上一瓶 没开封的矿泉水 不紧不慢地喝了起来 叶飞心中有着计较 今天 他不但要赢王成 还要赢得漂亮 他要给王成一个深刻的教训 同时也告诉那些 以往瞧不起他的同学 从今以后 我叶飞 不再是那个 你们可以肆意嘲讽 看不起的对象 郭亮擦了擦额头的汗 心中突然涌起不好的预感 凑到叶飞耳边小声说道 大哥 你不会根本就没有背过吧 郭亮的声音很小 然而此时 班上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怎么可能听不到 王成哈哈大笑起来 叶飞 你倒是背呀 不会是忘了开头第一句是什么了吧 要不要我提醒你啊 老子还以为 你特么多牛十三呢 原来是个傻叉 猪鼻子插葱装大象 戴覆眼镜 就特么当自己是文化人了 妈的 害得老子白 担心了一场 王成的两个狗腿子 孙元和刘光 更是肆无忌惮地嘲讽了起来 叶飞却仿佛没有听到他们的话 又不紧不慢地喝了口水 五分钟的时间 说短不短 说长也长 转眼间 两分钟就过去了 原本还一脸期待的同学 都有些泄气 脾气暴躁的同学 都已经忍不住开骂了 妈的 什么狗屁玩意儿啊 浪费老子时间 真是装十三 装成了傻十三 我就说嘛 这香巴佬 怎么可能做得到 害得老子白白期待了半天 又是两分钟过去 时间只剩下一分钟 众人看了眼计时器 齐齐摇头 一分钟 把六百字的课文背诵一遍 这怎么可能啊 现在就是把书打开 让叶飞照着书念 他一分钟也不可能念完 王成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胜举已定 完了 完了 郭亮嘴里不断地念叨着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就在这时 叶飞清朗的声音 在众人耳边响了起来 六王碧 四海一 蜀山雾 阿旁初 负压三百余里 隔离天日 离山北购而西折 直走咸阳 叶飞的声音不大 却很清晰 语速快得吓人 却每一个字 却都说得十分清楚 全班学生都睁大眼睛 看着叶飞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一个女生忍不住惊叫起来 喊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我的天啊 这是机关枪吗 叶飞却没有理会众人的惊讶 语速仍在加快 雷霆乍惊 公车过眼 陆路远听 咬不知其所之也 静态极言 慢力远势 而望信烟 王成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叶飞的语速太快了 快得甚至他用眼睛 对着书看都跟不上 更让他气愤的是 叶飞咬字十分清楚 让他想诬陷都不行 低头看了眼计时气 王成脸上又镇定了几分 冷笑道 快又怎么样 还有二十秒 我看你怎么背下 剩下的一大半 就在他的话音落下 叶飞背诵的速度 再次飙升 情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一时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叮 就在叶飞口中的野字落下 即时结束的声音 也瞬间响了起来 教室内安静的下人 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只有即时气结束的闹钟声 众多学生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都能看出对方眼中的震惊之色 郭亮一张胖脸 激动得通红 脸上的青春痘 似乎都在发光 好像 刚才背诵课文的 是他一般 这时候 他就想竖起大拇指 给叶飞一个大大的赞 这逼装的 漂亮 将众人眼中的震惊收入眼底 叶飞淡淡一笑 刚要坐下时 耳边传来了轮回老祖的声音 小子 我果然没有看错 你就是个闷骚货 扑通 叶飞一屁股栽到了凳子上 耳边回荡着轮回老祖哈哈的大笑声 安静的教室里 落针可闻 众人看叶飞的眼神 就像看怪物一般 零 就在这时 下课铃声响了起来 晨晚当即宣布下课 叶飞同学 午饭后记得来我办公室一趟 临走前 晨晚给了叶飞一个别有深意的眼神 原本失魂落魄的王成 听到晨晚这话 眼中仿佛恢复了一丝神采 我还没说 我还没说 他不过是个乡下的穷小子 能背书又怎么样 还不是个吊丝 还不是照样被老子欺负 想到这里 王成脸上再次恢复了之前的自信 看着叶飞说道 叶飞 你别得意 得罪了新来的老师 我看你以后怎么办 哦 出乎王成的意料 叶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 担惊受怕 仅仅是淡淡地应了一声 才说道 我倒是更担心我们的赌约 你 王成一张脸 顿时丈地通红 午饭过后 叶飞来到办公室 发现里面只有晨晚一人 敲过门 便被抬起头的晨晚叫了进来 晨老师 你找我有事 叶飞来到晨晚身边站好 这里没有其他人 你还是叫我晨晚姐好了 晨晚仰起头 明媚一笑 看起来甚是迷人 晨晚今天穿得很正式 是一套浅粉色的职业套裙 里面套着一件白色的衬衣 最上面的扣子 并没有系上 从叶飞站的位置 可以清晰地见到 一抹诱人的雪白 那深不见底的事业线 仿佛无底深渊般 要将他的目光吸引过去 叶飞感觉有些眼韵 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晨晚的办公桌 这才看到 上面摆放的 赫然是他以往考试的成绩单 晨晚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叶飞目光的变化 见叶飞的目光 落在桌上的成绩单上 笑着说道 我看过你过往的考试成绩 说实话 有些不太理想 叶飞文言 苦涩一笑 他以往的考试成绩 又岂止是不太理想 简直可以用惨不忍赌来形容 叶飞以前在乡下读书 那里的教学条件很差 一名老师 甚至身兼树门课的教学任务 叶飞在乡下的学校里 成绩顶尖 可来到海州一中之后 就有些相形见处了 哪怕他拼了命学习 也因为基础落后太多 短时间也很难跟上其他学生 不过 你也不要灰心 从你的这些成绩单中 我看出你一直在稳步提高 晨晚继续说道 叶飞文言点了点头 感觉眼睛有些酸涩 以往的那些老师 在看到他第一次模拟考试的成绩之后 便把他当成了垃圾 班级的拖油瓶对他冷嘲热讽 至今没有一个人 发现他的成绩一直在稳步提高 或许 即使发现了 也没有人在意 谢谢你 晨晚姐 叶飞深吸一口气 一脸正中道 晨晚温婉一笑 跟我还客气什么 说到这里 他秀眉微微一蹴道 不过 仅仅是这样 还是不够的 你也知道 距离高考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 以你现在的进步速度 到高考时 恐怕连一个二本院校都考不上 我知道 叶飞点了点头 确实 如果按照他以往的学习方法 虽然在进步 但到高考时 最好的结果 也不过是考上一个好的专科学校 那 绝对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然而 现在不同了 自从按照轮回老祖教的修炼方法修炼以后 叶飞发现 自己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 比以往增强了太多 以往看不懂 或是很难记住的公式 现在也已经了然于胸 甚至仅仅看过一遍的课文 他也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陈婉姐 你放心 我会加倍努力 等高考时 一定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来 叶飞郑重说道 他看得出来 陈婉是发自内心地关心他 你有信心就好 我叫你过来 是想告诉你 如果在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直接来找我 说到这里顿了顿 陈婉冲着叶飞 俏皮地眨了眨眼 当然 不止先预文哦 要知道 姐姐我可是当年的理科状元 叶飞何曾见过陈婉这般俏皮的样子 盯着陈婉 下意识地便脱口说道 只有学习上有问题时 才能找你吗 话刚说出口 叶飞就有些后悔了 叶飞是学校的学生 而陈婉是老师 他自然是遇到学习上的问题 才能找他 果然 陈婉故意摆出一副凶恶的样子 你还想怎样 不等叶飞开口道歉 陈婉撬脸红红的小声继续道 那个 其他事 最好是趁没人的时候过来 说到最后 声音已经饥不可闻 叶飞很喜欢看陈婉害羞的样子 可是没有多少时间就要上课了 叶飞不可能继续待在这里 便说道 陈婉姐 那我就先回去了 回去吧 你最好 陈婉摆了摆手 话刚说到一半 身体突然一震 继而撬脸变得苍白起来 陈婉仿佛突然之间掉入冰窟一般 双臂抱在一起 开始瑟瑟发抖 叶飞被陈婉这突然的转变吓了一跳 大惊道 陈婉姐 你怎么了 没 没事 老毛病 熬一会儿就过 过去了 陈婉抱着双臂 说话的时候牙齿都在打颤 此时的陈婉脸上布满了冷汗 没有一丝血色 可不像是他说的没事 小子 这是他体内的悬婴之气爆发了 轮回老祖的声音 适时响了起来 什么 悬婴之气 叶飞差点忍不住惊呼出声道 哼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面前这女娃 乃是万中无一的悬婴之体 悬婴之体 对于修真者来说 是十分罕见的修炼天才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却是一场灾难 普通人不懂得如何引导悬婴之气 只能任其在体内乱窜 时间越长 体内的悬婴之气越多 一旦发作起来 也就越痛苦 这女娃体内的悬婴之气 积累了二十多年 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 发作起来 自然痛苦无比 而且 随时有允命的危险 轮回老祖说道 那我现在在她旁边修炼 对她有没有帮助 叶飞突然想到一个主意问道 没用 她体内的悬婴之气积累太多 如今正在四处乱窜 你这时候修炼会让悬婴之气 全都朝着一个地方汇集 这样反而会害死她 轮回老祖摇头说道 那 那该怎么办 剑尘婉已经有着要昏厥过去的迹象 叶飞也急了 这一次轮回老祖却没有回答叶飞 老祖 你倒是说话啊 叶飞彻底的急了 在心中大喊道 小子 你真的想救她 轮回老祖开口问道 当然 那还用说 我倒是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可以彻底解决她身上悬婴之气的问题 甚至 对你也有着莫大的好处 轮回老祖声音慢悠悠地说道 什么办法 叶飞闻言急忙问道 破身 什么 叶飞听到轮回老祖的话 差点原地跳起来 我说 你给她破身 而且就是现在 轮回老祖说道 小子 你如今已经是一名修真者 虽然才刚刚入门 但体内已经有了真缘 也只有你 才能不惧她身上的悬婴之气 若是换做普通人 恐怕还没有进入她的身体 下面就要 被冻成冰棍了 只要你吸收掉 她体内的悬婴之气 她的这些症状 自然就消失了 而这股悬婴之气 对你也是大有必义 这样不行 老祖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叶飞否决了 轮回老祖的提议 小子 你可要想好了 这样做 对你们两个都有好处 这女娃可以保住一条命 而你如果有 这股悬婴之气帮助 再加上老夫教你的修炼之法 一举铸击 也不是没有可能 轮回老祖似笑非笑的声音响起 而且 我看得出来 你很喜欢她 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叶飞看了陈婉一眼 再次坚定地摇了摇头 她不否认 陈婉容貌长得极美 身上更有着一种 成熟女人所独有的魅力 对她这个年龄段的少年的吸引力 几乎是致命的 叶飞也不否认自己喜欢她 但她绝对不能成人之威 做出对不起陈婉的事情来 更何况 他们现在可是在办公室里 老祖 我还是想知道 有没有其他治疗办法 叶飞看着陈婉一脸心疼地问道 真是蠢货 在那里瑟瑟发抖 叶飞再也没有犹豫 对陈婉说道 陈婉姐 我知道有一套按摩的手法 可以暂时压制住你的病情 好 我 我相信你 陈婉颤抖点头 声音饥不可闻 叶飞得到陈婉点头 再也没有犹豫 抓住陈婉的手 在其手上的几处大穴上揉按起来 与此同时 体内的真元 随着叶飞心念的调动 输入到陈婉体内 此时 陈婉的身体 就如同一座冰窟一般 连血液都快凝结成冰 叶飞不由地加大了真元的输出 随着真元进入陈婉体内 陈婉俏脸上痛苦的神情减轻了一些 叶飞见此 信心大增 按照轮回老祖焦的方法 开始按摩陈婉手臂上的外观 三阳落 手三里 驱驰 天井等穴位 陈婉气色也恢复了不少 自从知道自己得了这个怪病 她去过太多医院 却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 每次发病 都需要她自己硬扛过去 哪怕是在几十度高温的桑拿房中 也没有任何效果 她的身体 仍如同在冰窟中一般 然而 刚才叶飞的按摩治疗之法 却仿佛给她的身体 注入了一股暖流 这时 叶飞停了下来 嗯 陈婉微微睁开眼 有些疑惑地看着叶飞 忍不住问道 怎么停下来了 陈婉姐 接下来要按摩的地方有些特殊 是天池穴 那个 叶飞有些尴尬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没想到你这小家伙 还挺封建的 没听说过 病不必医吗 现在 我就是病人 你就是医生 更何况 我可是你姐 尽管治疗好了 姐姐相信你 陈婉笑了笑说道 那 好吧 叶飞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陈婉一笑 再次闭上眼睛 躺在椅子上 等待叶飞的后续治疗 等闭上眼睛 陈婉才想起来一个问题 天池穴 那是在什么地方 他又不是医生 怎么可能知道天池穴的位置 陈婉刚要开口问叶飞 就感觉一只 带着温热的手轻轻按压 然后 另一只手 陈婉这才反应过来 只得将眼睛逼得死死的 装起了鸵鸟 叶飞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里去 此时叶飞就感觉自己的胸口 仿佛长了草一般 而且 还有着一群野马 在草原上奔跑 陈婉秀眉微微皱起道 你暗疼我了 却没有睁开眼睛 叶飞吓了一跳 强迫自己专注起来 同时心中反复默念起五字清心诀 这次的按摩 时间要比在胳膊上要长 足足过了五分钟 叶飞才有些恋恋不舍地收回手来 抬头看去 只见陈婉翘脸 已经恢复了之前的明艳动人 看起来甚是吸引人 治疗完了吗 感觉到叶飞手上的动作停止 陈婉开口问道 那个 还有另一遍 叶飞尴尬地说道 听叶飞这话 陈婉点了点头 叶飞也长吸了一口气 稳定住心神 他明白 现在陈婉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恢复 实际上 体内的悬阴之气 只是暂时潜伏起来 如果他这时候收手 那之前所做的一切 就前功尽弃了 不出一个小时 陈婉体内的悬阴之气 便会再次爆发 而且比之前还要更加猛烈 到那时候 再压制便更难了 想到这里 叶飞一咬牙 再次默念起五字清心绝来 又按照之前步骤 将陈婉按摩了一遍 等一切做完 叶飞感觉体内的真元 仿佛被抽空了一般 额头上遍布着细密的汗珠 脸色苍白 感觉身体没有一丝力气 稍易移动 一个没站稳 扑通一声 便坐到了地上 叶飞手上动作停止之后 陈婉便睁开了眼 他睁开眼的同时 便见到了栽倒在地上 一脸苍白的叶飞 此时的叶飞 着实有些狼狈 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 喘着粗气 脸色苍白如纸 身上的衣服 也被汗水打湿透了 紧紧贴在了身上 陈婉这时才明白过来 叶飞之前的治疗 恐怕并没有 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望着仿佛大病了一场的叶飞 陈婉只感觉自己的心 仿佛被人抓了一把 狠狠地收缩了一下 他连忙抓起叶飞的胳膊 想要将叶飞搀扶起来 小飞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事 叶飞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坐在地上就好 陈婉姐 你不用管我 我喘口气就好 你现在都什么样子了 哪里像是没事 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陈婉交集之间 也乱了方寸 抓着叶飞的胳膊 就要送叶飞去医院 叶飞扯了扯嘴笑道 陈婉姐 我真的没事 休息一会就好 倒是你的病 我还要跟你说一下 陈婉闻言 翘脸变得有些黯然 他这病 他最清楚不过了 根本就是不治之症 从九岁那年第一次发病 到现在 他都不记得 自己看过多少专家了 国内的名医 国外的专家 几乎都拜访过了 却没有一人有把握治疗 如果不是一位奇人 给过他一个药方 让他稍稍压制了身体的病痛 他恐怕都活不过二十岁 到现在 他已经感觉到 那药方已经开始失效 他之所以来海州 就是想找一个地方 安静地过完剩下的短暂生命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陈婉闻婉一笑 翘脸上带着一抹凄美 我这是不治之症 之前有位奇人 便给我断言过 说我活不过二十五岁 而且 我能治 叶飞打断陈婉的话 抬起头盯着他说道 你 你说什么 陈婉娇躯一阵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叶飞 我说 陈婉解你的病 我能治 你说的是真的 陈婉盯着叶飞 一双眉眸中 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如果是其他人 说出这样的话 陈婉或许还会认为 他是在开玩笑 然而 叶飞刚才可是实实在在地 控制住了他的病情 要知道 这可是当初那位奇人 也做不到的事情 陈婉姐 我已经有办法治疗好你的病 只是我现在的能力还做不到 你相信我 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把你的病 彻底根治好 叶飞一脸郑重地说道 陈婉体内的悬阴之气 积累太多 需要消耗大量的真元 叶飞如今 才刚刚成为一名修真者 体内根本没有储存 那么多的真元 不过 随着他修为的不断提高 想要治疗好陈婉 也就不再是什么难事 好 我相信你 陈婉也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陈婉姐 你也不要担心 我现在虽然无法治疗好你的病 但是还是有办法压制住你的病情的 叶飞一笑说道 陈婉文言 历史想到了叶飞之前的治疗 一瞬间 粉脸涨得通红 不过 叶飞说到这里 眉头微微皱起 陈婉姐 你现在身体有些差 必须要调养一下 否则以你现在的身体素质 根本无法承受治疗 陈婉因为常年遭受悬阴之气的侵害 表面上虽然看不出什么 但实际上身体虚弱的厉害 叶飞要给陈婉治疗 彻底除掉他体内的悬阴之气 这些悬阴之气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到时候说不得双方要有一场恶战 而陈婉的身体便是战场 以陈婉现在糟糕的身体状况 根本无法承受 那该怎么办 陈婉也知道 叶飞说得在里 问道 叶飞皱眉想了想说道 俗话说 欲养人 人养欲 好的欲 对身体有很好的温养作用 这 会管用吗 陈婉有些疑惑道 当然 叶飞点头道 普通的欲自然没有用 不过他所说的欲 是经过他炼制的欲 那效果自然就不一样了 这些 都是他从轮回老祖传给他的知识中得知的 又和陈婉说了几句 两人约定放学后一起去买欲 叶飞看时间差不多了 就和陈婉告别回班上去了 还没到教室门口 便听到教室内传来嘈杂的声音 叶飞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顿时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刹时间整个教室变得安静下来 叶飞看了教室一眼 当看到教室内的王成时 眼眸中闪过一道寒光 此时 王成正一屁股坐在叶飞的客桌上 脚踩着凳子 半个身子都探到了前面 舔着脸和前面座位的罗一人说话 只是 始终都是王成一人在说 罗一人却仿佛当王成不存在一般 低头看着课本 叶飞 怎么样 是不是被老师收拾了一顿啊 王成的狗腿子孙元 见到出现在门口的叶飞 嘲笑着走了过来 将叶飞挡在了门口 叶飞扫了孙元一眼 并未理会 而是静止朝着自己的座位走来 叶飞 你他妈耳朵聋了 没听到老子在跟你说话吗 见到叶飞竟然敢无视自己 孙元顿时大怒 大骂一声 一巴掌就朝着叶飞的后脑勺扇了过来 只可惜 孙元不知道如今的叶飞 早已不是之前那个 认他们欺凌的叶飞了 叶飞的背后 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在孙元的巴掌即将落在他头上时 叶飞陡然转身 一只手死死抓住了孙元的手腕 我不想在学校惹事 但不代表我怕事 想动手 放学后我奉陪 正好顺便也算算昨天晚上的那笔账 叶飞看着孙元冷冷到 叶飞和在场的其他人不一样 他是乡下的学生 能够来海州一中读书 并不容易 他不想给学校留下不好的传闻 让家人担心 被叶飞这般冰冷的毛子盯着 孙元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 等叶飞将他的手扔下后 又走出好几步才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的孙元顿时大怒 叶飞是谁 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乡八佬 一个穷屌丝而已 竟然敢在自己面前装逼 他刚才竟然被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给吓到了 等看到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 孙元的脸顿时仗得通红起来 去你麻痹的 孙元大骂一声 抄起旁边讲台上的凳子 便是朝着正转身离去的叶飞后脑勺砸去 这一板凳是孙元含含而砸 根本没有丝毫的留守 若是被砸中 恐怕当场能鲜血横流 啊 一些观看的女生见到这一幕 吓得尖叫了起来 孙元 你要干什么 叶飞 小心 两道喊声响起 分别出自罗伊人和叶飞的铜珠锅亮之口 然而他们想要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 碰 一声撞击声响起 随后便是一声闷哼 凳子并没有砸在了叶飞的身上 孙元的身体却是倒飞了出去 狠狠撞击在门口的墙壁上 发出一声沉重的撞击声 孙元以着墙跟屁股坐在了地上 挖得一声吐出一口酸水 再也沾不起来 在他的胸口上 还有着一个完整的鞋印 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死一般的寂静 一群人看向叶飞的目光 就如同见了鬼一般 这还是他们认识的叶飞吗 就在今天早上 王成他们还拿着昨晚上录好的视频 在教室里看宣扬 虽然因为天色很暗 视频中被欺负的那人 难以辨认出来 但是 班上的所有同学 几乎都猜出来 那个人就是叶飞 昨天还被人欺负得 不敢还手的叶飞 今天竟然变得如此彪悍 这给他们的冲击力 甚至超过了之前上课时 叶飞背诵课文的一幕 叶飞扫了众人一眼 冲着之前替他说话的 罗伊人点了点头 便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 直到来到课桌旁边 才停了下来 一双眼睛盯着王成 眸光中不含任何色彩 王成被叶飞看得有些发毛 想要从叶飞的课桌上下来 然而 此时全班同学的目光 都注视着他 如果他就这么下来了 那岂不是说明 他被叶飞给吓到了 叶飞 大家都是同学 你这么对孙云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王成盯着叶飞冷冷道 就是 叶飞你也太狠毒了吧 孙云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 你竟然把他打伤了 王成话音落下 一道附和的声音响了起来 叶飞转头一看 说话的正是王成的 另一名狗腿子刘光 也是昨天欺负他的人之一 我就说 这香巴佬 根本就不配在我们班上 刘光的同桌 一名身材高大的体育生 也开口说道 叶飞扫了三人一眼 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哦 你们想怎么样 你把孙云打了 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必须跪下向孙云道歉 并且让我们揍一顿 王成看着叶飞冷笑道 如果我不答应呢 不答应 王成闻眼脸上冷笑更甚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随着他话音的落下 刘光以及那名体育生 也站了起来 一左一右 将叶飞堵在了中间 在他们两人手中 各自拿着一根凳子腿 看着叶飞冷笑连连 叶飞 今天老子就好好教教你 这个香巴佬怎么做人 王成见到刘光 以及那名体育生 将叶飞堵住 心中大定 大喊一声 给我打 两人早就在等待王成的命令 在听到王成这一声喊之后 立时挥起手中的凳子腿 便朝着叶飞砸了过来 喷喷 两声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随后刘光和那名体育生的身体 便向后抛飞了出去 同时撞击在了前后两块黑板上 扑通 扑通 两道声音响起 随后两人也步了之前孙元的后路 一屁股栽倒在地上 再也站不起来 而反观叶飞 还站在那里 保持着之前站立的姿势 仿佛之前根本就未曾动过一般 叶飞一转头 看向王成 嘴角一脸 露出一口的大白牙 现在该你了 快点教教我 怎么做人吧 王成瞪大了眼睛 看向叶飞的目光 就如同见鬼一般 指着叶飞道 咦 啪 他刚一开口 叶飞一巴掌便扇了过来 直接将他从桌子上 扇的侧滚到了地上 狼狈不堪 不好意思 我不习惯仰视别人 叶飞看了眼 沾了一身土的王成 淡淡说道 哄 叶飞这般强势的举动 引起轩然大波 王成是谁 那可是在整个海州都很有名的 家世不凡 再加上出手大方 身边聚拢了不少的狗腿子 在海州不知道干了多少坏事 整个海州谁敢拿他怎样 就是剑了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可是现在 叶飞竟然敢一巴掌 将王成抽下桌子 王成又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了起来 很快 上面便露出五个清晰的手掌印 叶飞 你竟然敢打我 王成捂着脸 仍有些不敢相信 怎么 你有意见 叶飞冷冷道 你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屌丝 竟然敢打我 老子宰了你 王成大吼一声 壮若疯狂一般 双手便朝着叶飞的脖子掐了过来 碰 他的手还没有触摸到叶飞的脖子 肚子上便挨了一脚 再次跌坐地上 曹你马的 叶飞 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子 王成坐在地上 这次没有起来 而是大喊道 只要你杀不了老子 你就完了 不只是你 还有你的家人 听说你家里还有一个妈妈和一个上初中的妹妹 你放心 等你死了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哈哈 王成说完 壮若疯狂地大笑起来 照顾两字更是被他咬得极重 找死 叶飞闻言 眸中闪过一抹凛然的杀意 龙有逆龄 处之必死 叶飞的家人 便是他的逆龄 王成的话 无疑是触动了叶飞的底线 手掌闪电飞出 啪的一巴掌 便是将坐在地上的王成扇 飞了出去 王成落地之后 张嘴挖的一声 吐出一口血来 其中还夹杂着两颗白牙 打吧 你打得老子越狠 以后老子 就照顾你妈和你妹妹越狠 王成死不悔改 脸上带着疯狂的笑 那般模样 所有人都看得胆寒 真是死不悔改 叶飞摇了摇头 几步便来到了王成身前 左手一提 便是将王成的衣领 提了起来 右手挥出 大耳瓜子 猛地抽了起来 啪啪啪的响声 响彻整片空间 叶飞你有本事就打死老子 啪啪啪 叶飞 你等着 老子是不会啪啪啪 也不知道抽了多少巴掌 王成的一张脸肿胀的 如同猪头一般 嘴角口水鲜血横流 他刚要张嘴 就见到叶飞的大耳瓜子 又要扇过来 整个人顿时 吓得一个哆嗦 连忙说道 爷爷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轰 王成这话一出 之前凝重的气氛 顿时一扫一空 所有人立时哄堂大笑起来 王成脸本 就肿胀成了猪头 此时听到周围人群的笑声 更是血度冲到了脸上 长得更红了 不过 这个时候 他却没有心情 去在乎脸面了 从叶飞的眼神中 他能看得出来 如果他不服软的话 叶飞 恐怕会一直抽下去 啪 叶飞左手一松 将王成扔在了地上 见到很多人都盯着自己 王成低着头 此时的他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刚要转身离开 叶飞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站住 刚刚迈出一步的 王成脚步顿时一僵 转过头看着叶飞 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他都已经叫了爷爷 难道叶飞 还不准备放过他 刚才在我桌子上 坐得很舒服吧 走之前 是不是该把我的桌椅 擦干净 叶飞淡淡说道 王成闻言松了口气 然而心中 却感觉更加屈辱 暗暗决定忍住这口气 只要逃过今天这关 以后 有的是办法收拾叶飞 想到这里 王成低着头走过去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用自己身上的衣服 将叶飞的桌子擦了一遍 之后 又将被他踩过的 叶飞的凳子擦拭干净 才抬头看着叶飞 现在是不是可以了 叶飞看都没看他一眼 自顾自地来到自己的座位上 仿佛之前根本就没有 发生什么事一般 就在这时 一个严肃的身影 出现在门口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都在干什么 等看到眼前的一片狼藉 以及坐在门口的孙元时 一张胖脸 顿时变得更加难看 孙元 你怎么坐在这里 孙元之前虽然被叶飞踹了一脚 却因为叶飞并未尽全力的缘故 并未受什么伤 只是身上没有了力气 经过这么半天的休息 早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见到严肃身影出现 顿时兴奋了起来 脸上装出一副委屈的神情 大叫道 您可来了 您要是再不来 我就要被人打死了 什么 谁敢这么大胆子 竟然敢打你 他指着孙元问道 是 孙元站了起来 看向叶飞的方向 抬手就要说自己是被叶飞打的 而就在这时 原本低着头的叶飞 也抬起头来 看向了孙元 四目相对 孙元浑身一个机灵 感觉就仿佛被野兽盯着一般 整个人有种当场要裤子的感觉 孙元 我在问你话 是谁打的你 他见孙元愣在那里不说话 顿时皱眉问道 额背的声音打断 孙元艰难地转过头 看向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 我要说是自己打的 你信吗 哄 所有人再次哄堂大笑 严肃女子一张脸仗得通红 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 被人给耍了 他指着孙元大骂道 你给我滚出去 孙元此时想死的心都有 得罪了这个母夜叉 以后的日子恐怕就是煎熬了 他本来是想要指出是叶飞打的他 可是当看到叶飞那眼神时 不知为何 就感觉莫名的恐惧 话到嘴边 就变成了是之前说的那个 您听我解释 我孙元还想着解释什么 只是 他刚一开口 便被女子的暴怒地打断 指着门口大骂道 滚 孙元指的狼狈逃离 还有你们两个 都给我滚出去 女子指着刘光等大骂道 等刘光两人狼狈的身影 消失在门口 才走到台上 孙寒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 等看到王成时 目光再次一鸣 王成 你脸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 女子指着王成问道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王成身上 所有人都知道 王成身上的伤势 叶飞造成的 他们也想看看 王成敢不敢把叶飞说出来 我 王成张了张嘴 脑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说道 可可 那个 我最近有些上火 这不是被打的 而是刮沙留下的 说完 又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两声 酷酷酷 王成这话落下 一阵压抑到极致的笑声 顿时响了起来 而这道笑声 就仿佛导火索一般 一瞬间 将剩余所有的人 都点得爆笑起来 酷酷酷 不少人因为实在憋不住 一张脸都胀得通红起来 就连罗伊人 此时也是小脑袋 趴在了桌子上 肩膀一抖一抖地 显然也憋得十分难受 如果说 现在还有两个没笑的 一个是叶飞 另一个自然就是台上的女子了 严肃女子脸色阴沉的 仿佛快要滴出水来 刮沙刮的 你特么当老娘是白痴吗 刮沙有在脸上刮的 严肃女子这次是真的被气坏了 也不管王成的背景不背景了 指着王成大骂道 上火了 我看你是上了猪了 你也给我滚出去 所有人又是一阵大笑 王成在众人的笑声中 连忙低下头狼狈地逃了出去 王成狼狈地从逃窜出来 刚走出几步 便见到了围在花园旁坐着的孙元三人 王少 你也出来了 孙元三人见到王成 都是大吃一惊 要知道 王成的身份可是和他们不同 都要给王成几分面子 他们没想到 王成竟然也被赶了出来 王成文言 脸都变黑了 心中暗骂 你他妈不是废话吗 我都在这里了 自然是被赶出来了 王少 这件事 难道就这么算吗 刘光也看向王成询问道 他实在是感觉太憋屈了 叶飞是谁 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罢了 以往都是他们欺负 取笑的对象 然而就在刚才 这个穷小子竟然当着面 把他们打了一顿 让他们丢进了脸面 就这么算了 王成文言眼中露出凶光来 怎么可能 打了老子 还想这么算了 一会儿 我就联系社会上的人 让他们来收拾叶飞 今天 老子非要废了他不可 王成捂着脸颊 那个位置 被叶飞抽掉了两颗牙齿 那现在我们去哪 孙元问道 去哪 还特么不带我去医务室 王成气急败坏地骂道 一张嘴又牵动了脸上的伤口 疼得他呲牙咧嘴 转眼间 四人低头哈腰地认了错 倒也没有为难他们 王成这才松了口气 经过叶飞身边时 看向叶飞的目光有些诡异 隐隐有着期待 而是来等着看好戏的 只可惜 叶飞始终低着头 从始至终都没有看他一眼 这让王成更加不愤 心中大骂道 小杂种 你给我等着 之后 安分地坐了下来 短短四十五分钟的一节课 对王成来说 却是异常煎熬 王成眼中一亮 心道 来了 就在这时 门砰的一声 被人一脚给踹开 两名人高马大 一脸凶恶的壮汉 出现在了门口 你们是什么人 知不知道这里是 赵云见到这出现两人 顿时大叫着问道 碰 赵云话音落下 为首那壮汉 一脚踹在了赵云小腹上 将他踹得倒退了几步 脸色变得煞白起来 黑社会寻仇 老子没问 最好不要说话 别踏马地给自己和家人招货 为首男子吐了一口口水 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 嘿嘿冷笑道 何曾见过这般这般凶恶的场面 一个个吓得静若寒蝉 就仿佛一群见到老鹰的小鸡一般 其中有几名认出了门口这两人的身份 更是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嘴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 哼 为首男子对众人的反应十分满意 得意一笑 十分嚣张地喊道 谁是叶飞 说完 掏出了兜里的Zippo打火机 啪的一声点燃了一支香烟 抽了起来 最兴奋的 无疑就是王成了 此时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到叶飞被打得涕泪横流 断胳膊断腿的场面了 他就是叶飞 王成站起来指出叶飞 同时对着叶飞大声喊道 叶飞 你这个垃圾 平时游手好闲也就罢了 竟然还惹上社会上的人 王成这话说完 看叶飞的眼神顿时变了 赵云也是一双眼睛 恶狠狠地盯着叶飞 恨不得将叶飞掐死 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 王成得意一笑 叶飞 现在看你还死不死 王成 你放屁 叶飞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郭亮一脸不愤地说道 如果真让王成 把这屎盆子扣到叶飞头上 那叶飞以后 恐怕就要成了公敌了 我也相信 叶飞不是那样的人 坐在前面的罗依仁 也是开口说道 见到罗依仁 竟然又在帮叶飞说话 王成又是愤怒 又是嫉妒 他每天热脸去贴罗依仁 都没得到过一丝好脸色 可是罗依仁 竟然三番五次地 为这个香巴佬说话 想到这里 王成心里怒不可遏 把罗依仁也一起给恨上了 皮笑肉不笑道 罗依仁 有些人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可不要被骗了 还是说 你们两个已经搞到一起了 你 罗依仁文言 一张小脸 顿时气地通红 砰砰 就在这时 为首的那凶恶男子 猛地锤了两下门 冷笑道 别踏马浪费我时间 老子在问你们 谁是叶飞 哦 我就是 一直没有说话的叶飞 突然站了起来 声音平淡地说道 原来 踏马就是你小 为首男子立时说道 同时目光也朝着叶飞的方向看去 当看到叶飞的样子时 男子身体一个哆嗦 嗓子仿佛被人掐住一般 后面的话再也没有说出来 为首男子双眼瞪得老大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怎么又是这个杀星 我就是叶飞 你们要找我寻仇 叶飞抬头看着 站在门口的两人 声音平淡 眸光中却带着冷色 自从这两人出现 他就认出了 这两人正是昨天晚上 想要把晨婉拖进小树林 却被他收拾的那狗哥 以及他的小弟 只是 没想到才多半天没见 这两人竟然找上门来了 没 没事 那个 我们认错人了 狗哥见到叶飞看了过来 顿时一个哆嗦 连忙说道 狗哥 他就是叶飞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你们不是要找他寻仇吗 快点揍他 王成见狗哥两人 竟然还不出手 顿时不满大叫道 狗哥闻言一个机灵 等看到叶飞目光如刀子般 看着自己时 心中更是大骂王成坑爹 麻痹的 这哪是让老子来揍人呢 分明是让老子来挨揍的 老子要是能打得过他 还用等到今天 狗哥一边在心里大骂王成 脸上却是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那个 飞 飞哥 误会 都是误会 我们认错人了 我们马上就离开 众人见到这一幕 顿时都傻眼了 尤其是知道狗哥背景 更是一脸不可思议之色 狗哥是谁 那可是整个都城区有名的混混 他竟然喊叶飞为飞哥 而且 似乎还很怕叶飞 王成 都快要被气炸了 指着狗哥两人大骂道 信狗的 你他妈可是答应了 老子要把他打一顿 就这么走了 狗哥两人仿佛没有听到王成的话一般 低着头 转身就要离开 站住 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公共厕所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就在这时 叶飞冷喝一声 喊住了两人 刚刚要逃离的狗哥两人身体顿时一将 狗哥转过身 脸上露出一个谄媚的笑容道 飞哥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我一定绊倒 既然是来找我寻仇 那就先说说 你是谁吧 叶飞看着狗哥 明知顾问道 我是 东城区狗墙啊 人送外号狗哥 只要在东城区道上混的 几乎都听过我的名号 狗哥连忙自爆家门道 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 哦 是小狗啊 叶飞神色冷淡道 狗哥脸上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嘴上却连忙应道 是我 小狗啊 这个时候 就是借他一个胆子 他也不敢去纠正叶飞 昨晚上的情景 可是还历历在目 叶飞别有深意地看了王成一眼 淡淡道 既然来都来了 别人让你怎么收拾我的 你就怎么收拾他吧 这 狗哥闻言看了眼王成 脸色有些犹豫 怎么 不想动手 叶飞脸色疏然一冷 别 见到叶飞有要动手的迹象 狗哥脸色顿时变了 连忙说道 飞 飞哥 说完 带着他那跟班就朝王成走去 王成脸都绿了 额头上冒出了冷汗来 狗墙这两人不是他找来收拾叶飞的吗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仅仅因为叶飞的一句话 这两人竟然转过头来收拾自己 若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再被收拾一顿 他的脸可就丢尽了 狗墙 你想要干什么 你不过是我家养的一条狗 你要是敢动我 我爸不会放过你的 王成色立内人的喊道 王成的老子是海州市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 平时遇到一些拆迁问题 都会交给狗墙等人来处理 也是因为这层关系 王成才认识的狗墙 狗墙跟着王成老子倒是也赚了些钱 可是听到王成竟然说自己是他们家养的狗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怎么说他也是东城区有头有脸的人物 竟然被一个小顽固骂成是狗 更何况 今天这事 还是因为王成惹起的 本来 他还打算 仅仅让王成受一些皮肉伤 但是现在 他改变想法了 王少 我和你老子不过合作关系而已 别说是你 就是你老子在这里 也不敢跟我说这话 狗墙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狗墙想得很明白 王成老子虽然是开发商 有的事前 得罪了王成 最坏不过是以后 接不到王成老子的工程罢了 但是 今天若是不给叶飞一个交代 他们兄弟两个 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你敢 王成大吼道 啪 王成话音落下 狗墙已经一巴掌扇了过去 将王成的身体扇的一个猎切 摔倒在地上 之后 狗墙和跟班两人 便是对着王成 一阵拳打脚踢 足足过去七八分钟 两人才收手 菲 菲哥 你看现在行了吗 狗墙看着叶飞 一脸讨好的问道 叶飞看了眼 躺在地上 如同死狗般的王成 淡淡说道 你不是来找他寻仇的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狗墙也是聪明人 听到叶飞这么说 立马附和道 对 我今天就是找王成寻仇的 说着 他又看了眼班上的同学 大声道 王成这孙子 经常在学校欺负同学 我老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今天来这里 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让他好好做人 班上同学你看我 我看你 一脸猛逼 王成经常在学校 欺负同学没错 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那么不适味呢 你压的可是个大流氓啊 再说 你进来时候 明明说找的是叶飞吧 虽然他们想不明白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 那就是 眼前这个有名的 大混混狗哥 十分惧怕叶飞 想到这里 不少同学 看叶飞的脸色 变得古怪起来 飞 飞哥 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 狗强看着叶飞询问道 别再让我再见到你们 叶飞说道 是 是 飞哥放心 以后我们一定滚得远远的 狗强连忙低头哈腰地应道 说完便狼狈逃走 等狗哥两人离开 班主任赵云盯着叶飞 恶狠狠地问道 叶飞 你跟那些黑社会上的人 是什么关系 不认识 叶飞看了班主任一眼 淡淡说道 不认识他们 你骗鬼呢 赵云指着叶飞尖叫道 你不认识他们 他们会来找你 我就知道 当初我们班就不该收下 你这样的垃圾 成绩差 拖了全班后腿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和黑社会 勾结在一起 叶飞闻言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叶飞刚来班上时 赵云看过叶飞的成绩单 以为自己捡到宝了 对叶飞关怀备置 然而等到一次 模拟考试成绩下来后 顿时就变脸了 之前的嘘寒问暖没有了 反而时不时地嘲讽几句 动不动就把叶飞拎出来 当反面教材 训斥一顿 狗强两人在的时候 赵云不敢说一句话 叶飞不怪他 毕竟狗强两人是社会上的混混 可是 狗强两人刚一走 赵云就把威风抖了起来 很明显是想要把从狗强两人那里受的气 撒在叶飞身上 我在跟你说话 你听到没有 你为什么不说话 赵云见叶飞不说话 以为叶飞心虚 气焰更盛道 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 这件事 我一定要报给学校 你就等着被学校开除吧 开除 叶飞目光一冷 看着班主任冷冷道 你凭什么开除我 凭什么 就凭你成绩差 全年级垫底 就凭你勾结黑社会 来学校殴打学生 赵云冷笑道 老师 那两个混混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是王成找来的 你凭什么 推到叶飞身上 郭亮忍不住站起来说道 郭亮 我还没有说你 你跟叶飞一样 成绩在全班垫底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信不信我把你和叶飞一起开除 赵云指着郭亮喝道 开除啊 我好怕呀 郭亮故意装出一副很怕的样子 脸上表情夸张地喊道 郭亮和叶飞不同 郭亮的老子是有钱的主 哪怕他被海舟一中开除了 大不了让他老子 安排去其他学校 你 赵云被郭亮这无赖 有恃无恐的模样气到了 郭亮还要继续讽刺赵云几句 刚要开口 却是被之前沉默的叶飞拦住 眸中却是带着冷光 赵老师 你不是说 我的成绩全年级垫底吗 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就赌一个星期后的第二次模拟考试 哼 我凭什么要和你赌 赵云冷笑着问道 如果我输了 我自动退学 叶飞淡淡说道 声音并不响亮 却掷地有声 仿佛一声炸雷 在整个教室内响起 叶飞 你要干什么 郭亮大惊 连忙抓住叶飞的胳膊问道 他可是知道 叶飞的家境并不好 能来海州一中还是拖了关系 家里人都期盼着 叶飞能在高考时考个好成绩呢 赵云听到叶飞这话 却是心中一喜 如果叶飞真的退学 少了叶飞这个拖油瓶 班上的平均成绩 恐怕都要上升一大截 那等高考升学率也提高不少 那他的奖金岂不是 哦 什么赌约说来听听 赵云看了眼叶飞说道 这次模拟考试 就以我能不能考进年纪前100为赌约 如果没有考进年纪前100 就算我输 叶飞说道 说了 我自动退学 什么 叶飞这话如同炸雷一般 将班上同学都炸猛了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目光死死盯着叶飞 叶飞 你疯了 郭亮猛推了叶飞一把 认为叶飞这简直是在作死 整个海州一中高三年级 有多少人 四千多人 其中复习生就占了一多半 叶飞以前在学校的排名是多少 四千多名 全校垫底 海州一中可是全国文明的高中 在这里几乎就没有差生 差生也是相对本校的优等生而言 这里的差生放到其他学校 也是成绩中等偏上的学生 叶飞 一个全校垫底的学生 想要在一个星期后的模拟考试中 考全年级前100 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靠 叶飞这家伙脑子是不是傻掉了 竟然妄想在一个星期后 考进全校前100名 我看是受刺激了 我们班上成绩 在年级前100的才几个人 恐怕还不到10个人吧 就他 还想考进班级前10 如果他能考进年级前100 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吃香 班上众多同学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没有一个人看好叶飞 叶飞没有理会众人议论 再次说道 如果 我能够考进前100名 我要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向我道歉 叶飞 这可是 你自己说的 到时候成绩出来了 可别说是我逼你的 赵云脸上不动声色 心中却激动起来 他已经开始幻想 叶飞退学之后 班上平均分大增 高考生学率大增 而他 成为名师受到学生家长追捧 手里受到手软的场景 至于叶飞能够考进年级前100 开玩笑 这怎么可能 当然是我说的 叶飞点头道 好 我答应你 赵云连忙说道 仿佛生怕叶飞后悔 等铃声响了起来 赵云说了一声放学 便匆匆离开教室 整个教室里却炸了锅 一群学生议论纷纷 对着叶飞指指点点 叶飞 你是不是疯了 那母叶叉分明就是想把你赶出学校 郭亮焦急说道 我知道 放心好了 我有分寸 叶飞说了一声 拿起书包 便匆匆离开了教室 来到学校门口的小麦布旁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尘宛俏丽的身影便出现在眼前 见到叶飞俏脸上露出明媚的笑容 我们去哪里 尘宛笑着问道 玉器街吧 叶飞也不确定说道 东城区有一个玉器街 专门出售各种玉器饰品 距离海州一中并不远 不过叶飞也只是听说过 知道位置 以前他也并没有去过 两人来到玉器街 望着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店铺 直接选择了街头最大的一家名为 玉满堂的店铺走了进去 店铺是仿骨的装修 看起来富丽堂皇 几名美女店员正在给店内的顾客讲解着 见到尘宛两人进来 只是看了一眼 却没有人过来招待 他们在这店里待久了 迎来送往 很容易就能够从一个人的穿着上看出 这人有没有购买能力 晨晚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穿的是一身普通的职业装 虽然看起来名利动人 衣服却并不贵 而叶飞就更差劲了 就是海州义中的校服 这两人组合看起来 自然不会是能买得起好玉的人 没有人招待 叶飞也乐得清静 虽然是第一次来这里 他也不怯场 自顾自地在店铺内观看起来 老祖 我该怎么分别于个好话 叶飞一边观看 心中一边和轮回老祖沟通问道 轮回老祖吃笑一声说道 小子 这还不简单 你直接将你的真元运转到眼睛上 自然就明白了 真元运转到眼睛上 叶飞闻言一正 心中有些疑惑 不过还是照做了 等真元运转到眼睛上的那一刻 叶飞就明白了轮回老祖的话 他竟然能够 从那些摆放的玉器饰品中看到 一道道如同青烟般的东西 只不过 这些玉器饰品上的青烟都十分地薄弱 看起来微乎其微 灵气 叶飞立马反应过来 这青烟 就是灵气 小子 怎么样 发现了吧 轮回老祖哈哈一笑说道 不过 你也别高兴太早 这些玉的材质太差了 都是垃圾 根本就无法练制玉符 轮回老祖继续说道 啊 那该怎么办 叶飞看着柜台内那些 玉室的价格标签愣住了 这标价几千上万块的玉都是垃圾 那要什么样的玉才行 哼哼 想要练制玉符 最起码要达到普通的灵玉才可以 轮回老祖说道 那达到什么标准 才是灵玉 玉室经过无数年的蕴养才形成 本身就是含有灵气的 只不过有多有少罢了 而灵玉的最低标注 便是有五道灵气 轮回老祖说道 五道灵气 叶飞听了有些无语 他再看看柜台上的这些玉室 大多都是有一道灵气的 甚至有些玉室一道灵气都没有 根本就是石头 这就是所谓百年老殿 假一培百 叶飞心里一阵负费 足足看了有十几分钟 叶飞终于找到一块 勉强有着五道灵气的玉 看看 站在叶飞不远处的那名女店员 姿色还算不错 此时正在热情的 唯一名中年胖子热情推销着 听到叶飞这话 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 他早就注意到了 进入店里的叶飞两人 确切地说是 注意到了和叶飞一起进来的陈婉 他虽然自诩是美女 然而跟进来的陈婉一比 却逊色太多 心里的极度心作祟 所以陈婉两人进来之后 他也装作没有看见 更何况 他一眼就看出 陈婉身上的职业装 恐怕连一千块都不到 而叶飞更是一个穷学生 这两人能有什么钱 陈婉见那女店员装作 没有听到叶飞的话 顿时秀眉微微一皱道 能不能帮我们 把那玉佩拿过来看看 你这人没长眼啊 没看到我正在为贵客介绍吗 女店员冲着陈婉 气势汹汹嚷嚷道 还有 你知不知道 那玉佩多少钱 就你们两个穷鬼也想看 摔坏了 你们赔得起吗 女店员这一嚷嚷 顿时将店内所有顾客的目光 都聚集了过来 叶飞眉头一皱 问道 你们店就是这么做生意的 我们来这里买玉 就是你们的客户 你们就这么对待客户 女店员文言吃笑一声 就你 也配当我们的客户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女店员旁边 那中年胖子 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看着叶飞骂道 哪里来的穷鬼 竟然跑到这里来泡妞充大款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中年胖子笑骂着叶飞 等看到晨婉时 目光顿时就直了 口水差点流出来 小妹妹 我劝你最好擦亮眼睛 这小子一看就是个穷鬼 你可不要被他骗了 这胖子双手上 戴着四五个戒指 金的 翡翠的 大拇指上 还有个碧绿的扳指 脖子那金项链 更是恍人眼睛 就差把我是爆发户 几个字写脸上了 晨婉有些厌恶地躲开 中年胖子赤裸的目光 没有理会他 嘿嘿 小妹妹 你跟我怎么样 只要你做我的情人 中年胖子说道 mini coupe 每月一万块 之前那名女店员文言 看向晨婉的目光 极度的几乎都要发狂 一辆mini 最起码就二十多万 每个月什么都不干 就有一万块的零花钱 她在这店里 每天都要穿高跟鞋 占十几个小时 一个月工资 加上提成 都还没有一万块钱 中年胖子见晨婉不理她 也不恼怒 对付这样的小情侣 她有经验 中年胖子转头和叶飞说道 小子 看你样子还是个学生吧 只要你和她分手 答应以后不再跟她联系 我就给你十万块钱 怎么样 中年胖子脸上 带着笑眯眯的笑容 十万块对她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 然而对普通人家来说 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更何况是 普通家庭出身的毛头小子 十万块啊 叶飞文言 眨了眨眼 上下打量着中年胖子 脸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 你真的想包养她 中年胖子傲然道 怎么 有意见 小子 你最好有自知之明 这么漂亮的女人 不是你这样的穷逼配得上的 呵呵 叶飞一笑 脸上 看不出丝毫被羞辱的怒气 意见到谈不上 建议倒是有一个 叶飞盯着中年胖子 脸上笑容越发诡异 中年胖子被盯得有些发毛 店铺内的顾客 也都好奇地看着叶飞 想要看看 叶飞怎么处理 若是平常人被这么羞辱 恐怕早就羞愤欲死 要么气得面红耳赤要冲上去 要和这胖子拼命了 然而 叶飞的平静反应 却让他们有些奇怪 就在他们各自猜测 叶飞会做何反应时 叶飞声音响了起来 恐怕你做不到 叶飞淡淡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 两年前 你就丧失了作为男人的能力了吧 叶飞这话 让得在场众人都是一愣 丧失了作为男人的能力 那岂不就是羊 那啥了 我靠 这根本看起来五大三粗的 没想到 竟然是个活太监 泽泽 看他年纪也就四十出头 没想到竟然是 泽泽 马德 一个杨伟竟然还学人家包养女人 包他给你当妈 一群人议论纷纷 就连之前热情为中年胖子 讲解的那女店员 此时看向中年胖子的目光 也变得诡异起来 你 放屁 中年男人一阵面红耳赤 指着叶飞气急败坏地骂道 然而脸上的心虚 却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 本来 还有几人认为 叶飞是信口开河 等看到中年人的表情 也相信了叶飞的话 小子 你少踏马在这里胡说八道 被众人这般盯着 中年男人更加慌乱 我胡说 叶飞文言一笑 你两年前出过一场车祸吧 在你的腹部 旗下一寸半处 应该还有着当时留下的疤痕 你想证明自己不是阳尾 那就把你衣服撩开 让大家看看 那里有没有伤疤 如果没有 自然能证明 是我在瞎说的 叶飞的话说完 中年胖子脸上开始冒出冷汗来 看向叶飞的目光 如同见鬼一般 正如叶飞所说的那样 两年前他醉酒后开车 结果将车撞到了路旁的一棵大树上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却在小腹处 留下了一条两指肠的伤口 而从那开始 他也失去了成为男人的权利 这是他最大的秘密 就连家里的黄脸婆都不知道 叶飞是怎么知道的 为了掩饰自己成为阳尾的事实 这两年来 他每次出来应酬 B点上四五个女人围在自己身旁 见到年轻漂亮的女人 总是要调戏几句 经过他的精心伪装 这两年来 还从来没有人发现这个秘密 可是今天在这玉器店里 竟然被一个矛头小子给点破了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在这里胡言乱语 信不信老子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中年胖子盯着叶飞 眼露凶光 色力内忍道 我说哥们 你不是不承认自己是伟人吗 那就掀起上衣来让大家看看 就是啊 都是大老爷们 掀起来你也不吃亏 磨磨叽叽 跟个老娘们似的 我看这小兄弟说的不错 一群人看热闹不嫌是大 你一言我一语的 向中年胖子挤对着 阳光都落在自己身上 眼中还带着期待之色 中年胖子脸色十分难看 哼 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就想让老子掀衣服 简直做梦 中年胖子冷哼了一声 对叶飞说了句狠话 便绕开一众人 朝着通往二楼的楼梯走去 因为走得太急 在临上台阶时 还滑了一跤 差点摔了得狗吃屎 在众人一起哄笑中 中年胖子脚步匆匆 很快便消失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等中年胖子的身影消失不见 你是怎么知道那家伙是 说到后面 陈婉翘脸 后面的杨维两个字 却是没有说出来 哼 我可是神医 自然能一眼看出他的病来 不然我怎么有办法治疗 陈婉解你的病呢 叶飞一仰头 臭不要脸地说道 事实上 他之前说的那些话 都是轮回老祖告诉他的 你有些臭屁啊 陈婉眉眼带着笑意 抬手做事 要凝叶飞的耳朵 两人笑闹了两句 叶飞这才转头 看向之前的那名女店员 然而 被叶飞这般一看 那名女店员 顿时尖叫一声 连忙双手抱胸 仿佛叶飞的眼睛 有着某种魔力 能将他的衣服扒光一般 见到女店员 这般激烈的反应 叶飞顿时无语 他刚才说一眼 就能看出别人的病 不过是跟陈婉吹牛 开玩笑而已 没想到这女店员 听到当真了 而且反应这般激烈 好像叶飞看他一眼 他就会变得不纯洁了 现在 是不是该把那块玉 拿出来 给我们看看了 叶飞看了女店员 一眼冷冷的 这女店员之前的做派 实在让叶飞 无法给他好脸色 女店员现在有些惧怕叶飞 怕叶飞像刚才一样 把他有什么影集 也当众抱出来 你看那块玉佩价格太贵了 我没有权限 只有我们经理才能拿出来 女店员说道 那还愣着干什么 去把你们经理叫来 叶飞说道 好 请稍等 女店员说了一声 便急匆匆地向二楼跑去 玉满堂 二楼 之前在一楼被叶飞当众爆出扬尾的胖子 此时正在二楼的办公室中饮着茶 在他的对面 还坐着一名一身西装 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 正是这玉满堂的经理 宋总 什么事情 让你生这么大气 快消消气 经理笑呵呵地 为中年胖子倒了杯茶笑道 刚才在你们店里碰到个小杂碎 真是气死我了 中年胖子宋军气哼哼说道 想起刚才在一楼时的情景 他还感觉胸口有一股火在燃烧 哒哒 就在这时门口敲门声响起 那名女店员进来 对经理说道 经理 楼下有客人想要看看中间柜子中的玉配 哦 中年经理文言眉毛一条 中间那个柜子比较特殊 里面装的都是价值不菲的玉 最便宜的恐怕也要几十万 且只有他有权限拿出来 经理还没说话 中年胖子宋军却陡然站起来 问道 是不是楼下那个小杂碎 宋军双眼瞪得老大 眼中还带着血丝 突然站起来将那服务员吓了一跳 本能的后退一步 还是说道 是的 就是他们 马德 气死老子了 宋军大骂了一声 气得将手中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 哦 是得罪宋总的人想要看玉配 经理文言眼睛微微一眯 女店员点头 得罪了宋总 竟然还想在我们店里买玉 你下去告诉他们 我们店里的玉不卖给他们 让保安把他们轰出去 经理冷冷一笑说道 这 好吧 女店员应声 刚要转身离开时 却被宋军给叫住了 慢着 宋军开口拦住了女店员 怎么 宋总还不解气 那就让保安好好教训他们一顿好了 经理笑道 教训他们 那岂不是太便宜了他们 宋军黑黑一笑 脸上带着一抹恨色 他们不是买玉吗 那就让他们买好了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宋军对女店员一招手 等女店员靠近后 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高 宋总这点都高明啊 中年经理在一旁听了连忙竖起大拇指赞叹道 哈哈 这两个穷鬼不是买玉吗 那就让他们买 我看到时候 他们怎么配得起 说到最后 宋军更是哈哈大笑起来 很快 女店员走下来 在他手里 还拿着一把钥匙 将保险柜打开 女店员将玉捧在手中 没有交给叶飞 反而递向陈婉 同时嘴中叮嘱道 你可要拿好了 这块玉价只有五十多万 磕了碰了 都是要赔的 陈婉点头 伸手去接玉佩 然而就在陈婉的手指 刚刚触碰到玉佩 还尚未来得及抓时 女店员已经松手了 啪 玉佩瞬间落下 一声清脆的响声 传入众人耳中 玉佩瞬间被摔得四分五裂 你怎么搞的 我不是让你抓好吗 女店员指着陈婉 气势汹汹道 我 陈婉望着四分五裂的玉佩 也有些无措 你什么年 我告诉你 这块玉价值五十多万 玉佩是在你手上摔坏的 你说该怎么办吧 女服务员得理不饶人说道 说话还不算完 女店员伸出一只手 就朝陈婉的俏丽脸蛋上抓去 住手 叶飞闪电出手 一直点在女店员的手腕一处穴位上 那女店员仿佛被蝎子折了一般 尖叫一声 快速收回了手 小飞 刚才不是我 我还没抓住 她就 陈婉抓着叶飞胳膊说道 陈婉姐 我知道 这事 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叶飞转头对陈婉一笑 再次转过头看向那女店员时 脸色已经冰冷下来 在她胸中 有着一股怒火在生腾 这女店员 心思真是歹毒 刚才要不是她及时出手 女店员那一抓下去 恐怕就让陈婉破相了 自从修真以来 叶飞的六十 比普通人 不知道敏锐了多少倍 刚才女店员 故意趁陈婉没拿稳玉佩时 便松手的小动作 又岂会瞒过她的眼睛 从进入这店中 一直都是叶飞在说 自己要买玉佩 女店员从二楼下来后 没有把玉佩交到叶飞手中 反而交给了陈婉 之后 更是故意打碎了 玉佩诬陈婉 再加上之后突然动手 想要把陈婉的脸抓花 这一切都有些诡异 他们与这女店员无冤无仇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想到之前那中年胖子 就是上了二楼 叶飞自然也就明白了 女店员这么做的原因 你来出脸 你怎么出脸 打碎了我们店里的东西 不赔偿还想打人 你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女店员捂着手腕尖叫道 她话音落下 五名全副武装的保安 也从后面走了出来 将叶飞两人围在了中央 冷笑连连 今天 你们不赔偿 别想站着走出这门 保安出现 女店员也有了底气 尖叫说道 看向叶飞的目光中 满是恨意 今天你们不给我一个交代 你认为 我会走出这个门 叶飞冷笑着说道 这些人 还真是把她当软柿子来捏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把他们抓起来 女店员尖声说道 保安在之前便已经收到经理示意 这个时候 自然不会有什么犹豫 为首的保安队长 掏出腰上的警棍 当先一步 便朝叶飞脑门砸来 他这架势 可不是要将人抓住 而是要将叶飞往死里打 找死 叶飞眼中带着冷忙 后发先至 一脚踹在那保安队长的胸口上 将保安队长踹飞了出去 还特么敢还手 其他保安见此 大吼一声 纷纷掏出警棍 一起朝着叶飞砸了过来 砰砰砰 几道剧烈的撞击声响起 之后便是几声沉闷的声响 那围在叶飞两人身边的四名保安 手中的警棍脱手 身体进阶道飞出去 在他们每人胸口处 都有着一个鲜明的脚印 这 女店员眼睛呆滞 傻在了那里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几名以往看起来 威风凛凛的保安 气势汹汹而来 转眼间就被叶飞给秒了 啊 不要打我啊 不是我要故意为难你们的 见叶飞看向自己 女店员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叶飞冷哼一声 没有动手 这女店员虽然嘴贱 但是充其量 不过是个炮灰而已 我知道这件事 你处理不了 带我去见 你们经理 叶飞说道 这件事背后的策划者 或许是那个中年胖子 但绝对跟他们经理脱不了干系 叶飞他们来玉满堂买玉 先是被店员看不起 而后更是被栽赃陷害 店里的保安 更是要对他们两人行凶 如果叶飞再不去要个说法 那他真成了你捏的了 好 好女店员被叶飞的胸威 吓破了胆子 盲点头在前面带路 陈婉姐 这点小事 哪里用得到你出马 就让我来解决好了 叶飞冲陈婉一笑 便跟着女店员 向二楼走去 玉满堂 二楼 经理办公室 打碎了玉配 照价赔偿就行了 来找我干什么 中年经理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微微抿了口茶 只是和他说了 叶飞要求跟他当面谈赔偿的问题 并没有说 那几名保安被叶飞收拾的事情 所以 中年经理还以为叶飞被保安吓到了 是上来求饶的 女店员连忙向中年经理识眼色 只是这经理根本没有 把叶飞放在眼里 连头都没有抬 自然也就没看到女店员的眼色 那预配五十万是吧 钱 我可以赔 叶飞毫不生分地 拉了把椅子坐下 淡淡说道 现在是不是该谈谈你们设计陷害 我们的事了 嗯 什么陷害 我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见叶飞面不改色地说出五十万 中年经理也有些诧异 眼珠一转说道 还有 谁说那玉配五十万了 五十万只不过是玉配雕琢钱的价格 那块玉 可是我们请的江南第一雕工大师留一刀雕刻的 现在价格起码在两百万 我看你可怜 就把零头抹去 算你两百万好了 现金 还是转账 中年经理笑眯眯地说道 一副吃定叶飞的样子 是吗 叶飞一笑 眼睛随意地打亮了眼睛里式的摆设 片刻才说道 我听说你们这玉满堂是百年老店 当然 经理傲然笑了笑 我们店里的玉器 是经过国家玉石协会鉴定过的 每一件玉器都有证书 假意赔百 小子 这跟你的赔偿有什么关系 假意赔百 那就好说了 叶飞点了点头 你们中央那小柜子里 有一件观音玉雕 标价是一百五十万 其实中间有断层 是两件玉器拼接在一起的 而且 玉的材质一般 恐怕连十五万都不值 中年经理文言 仿佛屁股上安了弹簧一般 历史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指着叶飞道 小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 叶飞呵呵一笑 继续道 在玉观音旁边有一把长命锁 标价三十万 声称是明代古玉 其实却是人为作就的 而且 那根本就不是玉 只是一块有些特殊的石头 真实价格 连三千块都不值 如果 这些事情 让外面那些的客户知道 你说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让那些曾经在你们店里 买过预期的客户知道 又会有什么后果 叶飞脸上仍是一副笑盈盈的模样 然而说出的话 却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 直刺中年经理心脏 经理额头上 已经开始冒气冷汗来 他们玉满堂打的便是百年老店 假意赔百的招牌 若是让楼下那些顾客 知道他们店里卖假货 那这些顾客 恐怕当场走人 以后也绝不会再来这里买玉 而且 这些人还会把玉满堂 出售假货的消息 在这里买过预期的客户 知道这个消息 那些客户恐怕会纷纷上门退货 这还不是最让他恐惧的 如果其中的一些客户 拿着预期去鉴定中心鉴定 结果是假货 那他们店就要百倍赔偿 哪怕只有一半 买了假货的客户去鉴定 后来找他们里赔 他们玉满堂 也得关门大吉 想到这秘密曝光后的种种后果 中年经理只感觉背脊发凉 才愕然发现 西装内的衬衣 已经被冷汗湿透 紧紧贴在了背上 都不知道玉满堂这样名誉海州的店 竟然也出售假货 小子 货从口出 小心你走不出这个门 中年经理盯着叶飞眼神音声说道 说完转头 又对那女店员说了一句 去 把老王他们叫上来 他话说完 那女店员却没有动 你还愣着干什么 中年经理问道 经 经理 王队长他们 恐怕来不了了 女店员直直吾吾道 为什么来不了 这群吃干饭的混蛋 是不是又流号了 中年经理 闻言一顿骂道 不 不是 他们冒犯了这位顾客 被这位顾客收拾 现在还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女店员说道 什么 中年经理瞪大了眼睛 叶飞对这经理的反应还算满意 微微一笑 翘起二郎腿 学着中年经理之前的模样道 现在 是不是该谈谈赔偿的事了 中年经理神色变换 最终一咬牙 挥手将女店员赶了出去 又将房门关好 才走到叶飞身旁 小声道 小子 我警告你 我们这家店 可是熊爷的 熊爷 叶飞眉头微微一挑 不错 你或许还不清楚吧 其实这家店真正的主人就是熊爷 也得罪了熊爷 中年经理还以为叶飞被熊爷的名号震住 傲然说道 然而他话没说完 便被叶飞打断 不认识 中年经理闷哼一声 身体晃了晃 差点没被叶飞这话给憋坏心脏 气得在心中大骂 踏马的 不认识 你特么挑什么没 你到底想怎么样 中年经理压着声音低吼道 他被叶飞这油盐不尽的性格 弄得十分头疼 我来你们店里买玉 本是给你们增添生意 却被你们店里的店员嘲讽 这是不是该赔礼道歉 该赔礼 中年经理点头 心中暗松了口气 然而还不等他这口气喘完 叶飞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我无端受到你们陷害 这是不是该赔偿 叶飞继续道 该赔 中年经理一咬牙说道 心中后悔 当时脑袋真是被驴踢了 才会同意中年胖子宋军的提议 不过还好 那打碎的玉佩 宋军会召架赔偿 他倒也没有损失什么 你看这样 我给你一万块 就当时给小兄弟你的赔偿如何 中年经理试探地问道 别着急 我话还没说话 叶飞说道 我被你们的保安无辜殴打 这是不是该赔偿 要知道 我现在可还没成年 你们的一顿毒打 很有可能给我身体造成不可磨灭的影集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我以后的发育 让我暴汗终生 我 中年经理肺都差点气炸了 保安独打你 还给你造成不可磨灭的影集 店里的五个保安 现在可还在地上躺着呢 反观你这孙子 却在这里活蹦万跳 哪里有一点受伤的样子 中年经理现在只想问叶飞一句 脸呢 话到嘴边却变成了 好 我赔 这样 我一共赔给你十万块 总可以了吧 他现在只想让叶飞闭嘴 不要把店里的秘密说出去 至于在叶飞这里吃的闷亏 心中暗暗记下 这个场子以后一定要找回来 别着急 我还没说完呢 叶飞摆了摆手 淡淡一笑 我 中年中年经理身体一晃 恨不得现在冲上去 将叶飞掐死 你他妈是牙膏吗 非要挤一点 往外出一点 叶飞自然不会在乎中年经理的脸色 淡淡道 你们对我的陷害 让我提前认识到了人世间的丑恶 这严重污染了我的心灵 是你们 让我的心灵变得不再纯洁 是不是该陪 普通 中年经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小子 你不要太过分 我们这家店可是熊野的 得罪了熊野 你小心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中年经理愤怒地低吼道 他被叶飞彻底激怒了 那就不劳你操心了 现在我们该谈一下具体的赔偿了 叶飞淡淡说道 你们对我 造成了这么多伤害 让我的损失 至少有一百万 我看你可怜 把零头给你抹去 就算一百万好了 你 中年经理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可真是六月的债 还得快 中年经理没想到 他之前对叶飞说的话 这么快就用到了自己身上 怎么 不想给 叶飞眼眸一冷 那就让楼下的那些客户 好好了解一下 你们郁满堂的底细好了 叶飞说完 做事就要站起身离开 慢着 中年经理心里一突 连忙拦住叶飞 好 我给 中年经理心里很清楚 如果就让叶飞这么下去 那这家店肯定是完了 而他的结果将更加悲惨 熊爷将这家店交给他打理 他却把这店给搞砸了 熊爷可是整个海州市的地下大佬 得罪了他 自己说不定哪天在睡梦中 就被人装麻袋里给灌水泥了 所以 这个时候 他必须答应叶飞 至于被叶飞敲诈一百万 将这件事情汇报给熊爷 熊爷自然会亲自收拾叶飞 我手里现在没这么多现金 要还几天才行 中年经理还想拖一拖 如果在给叶飞之前 熊爷已经派人将叶飞给收拾了 那这笔钱自然就不用给了 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用现金 叶飞鄙视地看了中年经理一眼 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来 转账吧 中年经理呼吸又是一致 无奈之下 中年经理 只得从自己的私人存款中 转了一百万给叶飞 很快 叶飞手机便收到了短信提示 一百万到账 速度真快啊 叶飞收起手机 和中年经理说道 合作愉快 中年经理 心中恨不得将叶飞骂死 叶飞起身 要走出经理办公室 见中年经理也跟了过来 便说道 不用送了 以后有空 我会常来的 谁他妈送你了 我是看是不是真的离开 中年经理心里暗骂 嘴上却说 应该的 应该的 一再快要出门时 叶飞的步伐突然一顿 中年经理见此 心里却是一紧 这混蛋 不会又想弄什么幺蛾子吧 叶飞没有理会 中年经理怎么想 目光却盯上了 古董架上一个 古色古香的木盒 在临走出门之前 叶飞随意地扫了一眼古董架 下意识地用上了体内的真元 这一看之下 却是让叶飞愕然 叶飞他发现 那个不起眼的木盒之上 竟然有着蒸腾的灵气 其上的灵气 比那之前打碎的玉佩 不知道浓郁了多少倍 经理 那是什么东西 叶飞指着古董架上的木盒问道 中年经理顺着叶飞 指的方向看去 等见到叶飞所指的东西 松了口气 那盒子是前几天 一个老农来这里卖古董 只是他们这玉器店 只收玉器相关的东西 这盒子虽然是古物 材质却是普通的枣木 并不值钱 当时他也是看着盒子 雕工还算不错 就花五百块买了下来 买下后就一直放在这里 也没有理会 小兄弟喜欢 那就送给你好了 中年经理不在意的一笑说道 一百万都给了 也不在乎多给这五百块 那就谢了 叶飞一笑 也不拒绝 等将那木盒拿在手中 眼中有着不加掩饰的喜色 中年脸上呵呵一笑 心中却是暗骂叶飞土包子 没见过世面 小子 眼光不错嘛 轮回老祖的声音 从叶飞耳边响了起来 没想到 竟然被你捡漏了 老祖 这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么浓郁的灵气 叶飞在心中 与轮回老祖交流道 呵呵 里面装的是一套银针 不过不是普通的银针 而是修真者使用的 这盒子的制作者 应该是一名修真者 那就是说 我捡到宝了 叶飞眼睛一亮 狗屁的宝贝 轮回老祖不屑一顾 这破玩意 若是在仙界掉在地上 都没人捡 叶飞心里一笑 也不在意轮回老祖的话 这里面的银针 或许对仙界的人来说 不算什么 但这里可不是仙界 而是地球 在如此灵气匮乏的地球 修真者都不知道 有几人的情况下 捡到曾经修真者的物品 已经十分难得了 这银针 应该是一名金丹器的修真者所致 虽说粗糙不堪 但对你来说绰绰有余 你不是要为那女娃 治疗悬婴之体吗 现在倒是不需要再找婴针了 轮回老祖兴趣缺缺地说 金丹七 叶飞闻言 眼睛更亮了 他如今也是一名修真者 只不过才出入门 处在炼器一层 炼器器一共九层 在炼器器之上 还有铸鸡器 铸鸡器之后 才是金丹七 他如今才炼器一层 便已经初步感觉到了 修真后带来的诸多神妙 那金丹七的修真者 该有多强 想到这里 叶飞顿时傻乐了起来 瞧你那熊样 只要你修炼我传给你的功法 别说是金丹七 就是原因七 分神七的修真者 给你提鞋都不配 轮回老祖不屑地说道 老祖那你 倒是给我剑宝贝 好让我长长剑士 叶飞眨了眨眼说道 我 叶飞这话 似乎戳到了轮回老祖的痛处 他在度过先王劫后的虚弱期时 遭到手下人背叛 联合他的仇家对他出手 最后更是有五名仙王一起围攻 连仙王体都被打爆了 如今只剩下一道神石 哪里还有法宝在身 哼 本老祖若送你法宝 就凭你体内的那点真缘 恐怕刚一催动 就会被法宝吸成人干了 轮回老祖气哼哼地说道 哒哒哒 就在这时 经理室的门被敲响 一名女店员神色慌张地跑了上来 经理 不好了 楼下有一名客人 在看玉器的时候昏倒了 女店员慌张说道 怎么回事啊 中年经理大惊 连忙问道 叶飞见自己的事情已经解决 又意外得到一件宝贝 心中高兴 也就不在这里给中年经理添堵了 自顾自地下楼来 刚下到一楼 叶飞就发现 一大群人围在一起 仿佛在围观什么 咦 人呢 叶飞四周看了下 却没有发现陈婉的身影 等朝人群里面看去 才发现 陈婉正被人围着的中央 在人群中央有着一块空地 一名头发花白 身着一身糖妆的老者 正躺在地上 双目紧闭 呼吸饥不可闻 而陈婉正贵 在地上为老人 做心肺复苏按压 陈婉的额头上 已经出现细密的汗珠 细碎的头发 被打湿贴在了脸上 显然他已经做了 有一段时间了 小姑娘 别白费力气了 他已经没救了 是啊 小姑娘省省吧 你已经尽力了 还是等救护车来了再说吧 旁边围观的人中 有人开口劝说 陈婉却不听 哼 他这是脑部疾病引起的突发性昏厥 心肺复苏术根本没用 别做无用功了 就在这时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冷嘲热讽道 说话的是一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 穿着一身阿玛尼的西装 留着侧背头 一副社会精英的打扮 然而他这话却是犯了众目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不救人也就算了 还对救人的小姑娘指指点点 什么东西啊 就是 这家伙看起来人母狗样的 没想到这么不是玩意 真是衣冠禽兽 青年被众人说得面红耳赤 他见晨婉漂亮 想在晨婉面前显摆一下而已 却没想到自己犯了众目 我哪里说的不对了 我就是医生 还会看错 青年拿出自己的工作证辩解道 你是医生 为什么不去救人 就是 为什么还不救人 却站在这里说风凉话 呦 原来是医生啊 我刚才说错了 你不是一关禽兽 是一关禽兽 青年脸仗得更红了 大声嚷嚷道 你们懂什么 这老人是有脑部疾病引起的昏厥 心肺复苏术对他根本没用 而且 看着老人的脸色 他的病一定得了很久 很有可能得的是不治之症 甚至有可能是脑癌 我是西医 这里没有设备 我根本帮不上忙 众人听到青年这话 也隐隐信了几分 然而还是没人给他好脸色 怎么还不醒来 怎么会没用呢 尘婉双臂已经累得几乎没有知觉 颓然地坐在地上 喃喃道 就在这时 一只温暖的手掌 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尘婉转头 见识叶飞 如同找到了主心股一般 连忙道 小飞 你有没有办法救救这老人 陈婉杰想救他 叶飞笑着问道 你真的有办法 陈婉文言顿时激动起来 哼 这老人的病怎么可能治得好 你不要在这里哗众取宠了 之前的青年 听到叶飞的话 顿时不屑说道 叶飞里都没理那青年 转头对陈婉一笑说道 陈婉杰想让他活 那我就救他一次好了 开什么玩笑 小子 你知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 就敢说 能治好他 那名青年医生文言 顿时冷嘲热讽起来 我说能救醒他 就一定能救醒他 叶飞淡淡说道 哈哈 哪里来的爷小子 在这里大言不惭 看你穿着 还是个学生吧 你要是能救醒他 我把眼睛挖下来 给你当灯泡彩 青年大声嘲笑道 小子 你可不要连累我 中年经理也赶了过来 对叶飞说道 如果这老者因为突发疾病 死在他殿里 最多就是有些晦气 他们殿不会担什么责任 可是如果叶飞出手救人 却没有救活 反而让老者死掉 那他们的责任就大了 出了事我负责 叶飞扫了眼中年经理 淡淡道 说完 便不再理会中年经理 而是拿出从中年经理那里 得到的木盒 从里面取出一套银针来 咦 这年轻人在干什么 他不会是想针灸吧 针灸能用来急救 这也太鬼扯了吧 那青年医生文言 更是肆无忌惮地嘲讽起来 这年头 谁还用中医 中医早就被证明是迷信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叶飞没有理会众人的嘲讽 取出一根银针 屈指一弹 银 银针发出清脆颤鸣 嘈杂的一楼 瞬间安静下来 等他们看向叶飞时 叶飞手中的银针 已经插在老者的天井穴上 之后叶飞再次出手 他出针速度飞快 众人哪怕睁大眼睛 也不过是看到一道道的残疑 等叶飞收手之时 脸上已经布满汗珠 他也没想到 轮回老祖传给他 这套四项针发 会如此耗费真元 四项针发共分四式分别是 青龙百尾 白虎摇头 苍规探穴 赤凤银元 每一式都需要真元 配合着来催动 有着鬼神莫测的威能 叶飞刚刚所使用的 便是第一式青龙百尾 如今 以叶飞体内的那微薄的真元 也仅仅能够勉强使用这一式 然而 叶飞收针之后 老者却没有醒过来 那青年医生 见此更加肆无忌惮地嘲讽起来 哈哈 这老头没醒过来 我就说 这小子在哗众取宠 你们现在信了吧 众人闻言都是叹息一声 果然还是无法救活 叶飞神色不变 将老者扶作起 右手一掌拍在老人背上 哇 老人吐出一口青黑色的血液后 眼睛开始缓缓睁开 醒过来了 老人醒过来了 一名眼尖的群众 立时大声喊道 竟然真的醒过来了 这 这怎么可能 那青年医生 脸色双眼瞪成了球 都快掉下来一般 他得的是脑部疾病 针灸怎么可能治好 这 这难道是 传说中的四项针法 突然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围观群众当中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 精神绝朔的老者 在老者旁边 还站着几名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这些医生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玉器店 却并一直没有出声 此时间叶飞收针后 为首的老者才开口 不错 这就是四项针法中的 青龙白尾 叶飞扫了老者一眼 淡淡道 什么 竟然真的是四项针法 竟然是真的 没想到 我有生之年 竟然还能看到 这种失传已久的绝技 果然是神乎其神 老者惊呼道 快 快把老人抬上担架 赶来的医生 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吩咐道 一众医护人员 连忙上前 反而将叶飞 给挤到了一边 玉满堂门外 一辆黑色的奔驰S600 突然一个 急沙停在了门口 从车中 很快走下一个 威风凛凛的中年人 熊也来了 围观群众中 一人见到 这突然出现的中年人 顿时惊呼一声 他就是颜熊 那个海州地下势力的大佬 听说他背景通天 连海州的是领导 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竟然是防弹板的奔驰 这车恐怕得上千万吧 我什么时候 才能像他这么威风啊 一群人议论纷纷 玉满堂的中年经理 连忙小跑着 来到颜熊跟前 脸上带着谄媚笑容 熊也 您来 啪 中年经理话还没说完 颜熊一个巴掌便抽了过来 将中年经理抽得猛在了那里 宋老在哪里 还不快带我去见他 如果宋老出了什么事 老子寡了你 颜熊眉间带着煞气质问道 谁 谁是宋老啊 中年经理捂着脸 小心问道 就是在店里昏倒的那名老者 颜熊说道 什么 那老者竟然是宋家的 中年经理顿时瞪大了眼睛 吓傻在了那里 能让颜熊如此认真对待的宋老 整个海州恐怕只有一个 那就是豪门宋家的那位掌舵人 天哪 那老人竟然是宋家的 中间经理 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 知 就在这时 又一辆香槟色的冰历幕上 停在了玉满堂门口 从车上下来 一名中年男子 以及一名年龄约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 是宋先生来了 快 跟我一起过去 颜熊这时候也来不及追问其他 拉着那中年经理 便向赶来的两人走去 宋先生 颜熊来到中年人身边恭敬道 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宋志明见到颜熊 连忙问道 宋先生您放心 宋老他已经醒过来了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中年经理连忙说道 没有危险就好 我们进去说吧 宋志明说了一声 当先一步走进去 此时 宋老正被几名工作人员抬上担架 爸 爷爷 宋志明和他身旁的妙龄少女 纷纷喊了一声 你们来了呀 宋老此时已经恢复过来 脸色红润 看起来与正常人没有区别 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还要去医院做个检查 秦华也来了呀 我没有事 让你们担心了 宋老见到宋志明身旁的妙龄少女 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爸 你不要说话 还是先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宋志明担忧道 我的身体我清楚 宋老摇了摇头 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对了 一定要谢谢那个少年 要不是他 我恐怕就再见不到你们了 宋老说这话 转头向叶飞看去 然而却没有发现叶飞的身影 咦 那小伙子呢 老人没有见到叶飞 忍不住问道 是啊 那小伙子呢 刚才还在这里 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围观众人 闻言都是向叶飞之前所在的方向看去 这才发现 不只是叶飞 就连和叶飞一起的晨晚 此时都已经消失不见 爸 你先去医院检查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这位恩人的 宋志明不想让父亲的病情再拖下去 连忙说道 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那小伙子 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 宋老临上救护车前 仍念念不忘 等来接宋老的救护车离开 宋志明才算松了口气 同时 眉头又暗暗皱了起来 人海茫茫 海州市可是一座有着上千万人口的城市 哪怕以他宋家的能力 想没有任何线索 去找一个人也无异于大海捞针 中年经理自从知道那昏倒的老者 便是宋家的老爷子 一颗心便沉到了谷底 完了 这次真的完了 宋家 那可是海州真正的豪门 俗话说 富不过三代 一个家族只有凡胜超过三代 才能勉强算是豪门 而宋家 便是这样豪门 而且还是豪门中的顶尖 宋老竟然在中年经理所看的店里昏倒了 而且差点死掉 一想到这里 中年经理就有一头撞死的冲动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玩了 中年经理心中几乎 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自救 你们有没有那个少年的线索 就在这时 宋志明的声音响了起来 围观众人文言都是摇了摇头 他们虽然很想和宋家攀上关系 然而 无论是叶飞还是陈婉 他们都不认识 我想起来了 中年经理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 大声说道 那少年穿着海州一中的校服 我的同学 站在宋志明旁边的妙龄少女 宋庆华文言 小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那救了他爷爷的人 竟然是他的同学 我怎么不知道 海州一中 还有这样的人物 宋秦华秀眉微微促起 想到 海州一中 宋志明文言眉头一挑 点了点头 有这一条线索已经够了 以他宋家在海州的能量 想必很快就能找到这个人 此时 被众人谈论的陈婉和叶飞 正走在大街上 在救护人员将宋老台到担架时 叶飞和陈婉两人 便已经趁机离开了玉满堂 当然 和他们一样偷偷离开的 还有那名之前声称 如果叶飞能把人救醒 就把眼睛挖下来 当泡彩的青年医生 陈婉一边走路 一边盯着叶飞 眉眼中带着一抹惊喜 小飞 你可真厉害 竟然连针灸都会 而且还就醒了连医生 都束手无策的病人 叶飞呵呵一笑 随后略带歉意地说道 抱歉 陈婉姐 今天惹了这么多事 却没有为你找的合适的玉配 没关系 我相信你 今天找不到 那就明天再来找好了 有你这个小神医在 反正我也不怕病情会复发 陈婉温婉一笑道 两人相视一笑 咦 那些人在干什么 陈婉抬头 只见前面一间店铺门口 有着不少人 正围在门口旁的石头 指指点点 在店铺的正上方 还有着一块巨大的拍扁 上面写着赌石两个大字 赌石 那是什么东西 叶飞见到那招牌上的两个字 有些疑惑 啊 这里竟然还有赌石垫 陈婉惊叫一声说道 陈婉姐 你知道赌石是什么 叶飞问道 嗯 知道一些 陈婉说道 那些摆放的石头 并不是普通的石头 而是翡翠原石 市面上销售的翡翠 便是从这些石头中切出来的 赌石 其实就是赌这些原石中 有没有翡翠 翡翠是从这些石头中切出来的 叶飞闻言瞪大了眼睛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是的 不过大部分的原石中 是没有翡翠的 所以 赌石风险很大 很有可能会切垮 但是 一旦从原石中切出翡翠 那利润也是十分惊人的 陈婉说道 陈婉姐你懂赌石吗 叶飞转头看向陈婉问道 我 陈婉一炯 他之前曾经去滇南那边旅游时 接触过翡翠赌石 也买了几块玩过 不过却连个律丝都没切出来 因为这事 他还被几个同行的闺蜜 调笑了很久 叶飞一见陈婉的样子 便是猜到了 陈婉多半也是个门外汉 要不 我们去看看 叶飞提议道 今天他和陈婉就是来买玉的 翡翠也是玉的一种 想要找到有五道灵气的灵玉可不容易 或许能在这里有意外的收获 还是不要了吧 这些原石也挺贵的 而且风险太大了 陈婉摇头道 他担心叶飞一旦了解到赌石的魅力 会沉迷其中 在赌石圈 有着一句话叫做 一刀穷 一刀富 一刀穿麻布 赌石有着一种魔力 比赌博还要刺激 不知道多少人 因为一次切食赌掌 而对赌石兴趣大增 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最终却落得个倾家荡产的地步 如果叶飞知道陈婉这想法 肯定会笑出声来 自从修真以后 叶飞的心智 不知道坚定了多少 怎么可能经受不起这点诱惑 没关系 我们就先看看 没准能碰到适合陈婉姐的欲呢 如果有人切出来 我们买下来就是了 叶飞并不知道陈婉的想法 笑着说道 陈婉文言只能无奈地点头 两人刚走上前去 就听见人群中发出阵阵叹息 哎 又切垮了 十几万块钱啊 就这么打水漂了 把钱拿来烧火 都没这么快吧 十几万啊 都能付一套小户型房子的首付了 就这么没了 一群人议论纷纷 叶飞听到众人的议论 向着人群中央看去 只见在中央的切石机旁 一名中年人 颓然地坐在地上 脸色灰败 在他的旁边 还有着被切废掉的碎石 很显然 刚刚切垮的人 就是他 十几万 就这么没了 叶飞有些折舌 十几万 在他们乡下 都能盖一处不错的房子了 不行 再选 今天我一定要赌长一次 必须把本赚回来 中年人咬牙切齿道 一副输光了钱的赌徒的样子 一屁股站起来 冲出人群 又跑过去挑选原石去了 围观众人见没有热闹看 也开始散去 各自挑选原石 陈婉姐 我们也选一块原石玩玩吧 叶飞笑着说道 兜里 揣着从玉满糖精里那里 得来的一百万 叶飞也有些底气了 若是放在今天以前 他恐怕连最便宜的 一块原石都买不起 赌试分为半赌 和全赌两种玩法 半赌便是原石上 已经被商家开过窗 或者用擦石机擦过 从窗口处 会擦出一些绿或白棉来 这样的原石 出翡翠的可能性大 但价格也高 全赌 则是未曾动过的原石 这样的原石价格相对较低 但是赌性也更高 叶飞在了解到这情况后 直接拉着陈婉杀到了全赌区 原石表面跟普通石头差不多 一个外行人 很难从外表上看出 原石里面是否有翡翠 翡翠也是遇的一种吧 那我能不能通过查看 原石里有没有灵气 来确定翡翠呢 叶飞心中暗暗想到 说干就干 叶飞暗暗将真元调动到双眼上 目光则是从一块块原石上扫过 没有 没有 这块也没有 叶飞目光从不少原石上扫过 却没有发现 原石中中有灵气散发出来 难道翡翠的灵气 被石皮包裹住了 我无法看透 叶飞心中疑惑 咦 是灵气 就在叶飞心中疑惑时 一块原石落入叶飞眼中 在那原石之上 正有着一道极为淡薄的灵气 散发出来 竟然真的可以 叶飞顿时激动起来 也明白过来 之前我看到的原石中没有灵气 并不是我无法看透 而是那原石中 根本就没有翡翠 虽然 这块原石散发的灵气十分微弱 但至少证明 它可以通过此方法 来鉴定原石中是否有翡翠 小飞 你怎么一个人对着石头傻乐 晨晚间叶飞盯着一块石头一动不动 不由出声问道 哼 乡下来的土包子 没见过世面吧 是不是看傻眼了 这时 一道不合十一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人 竟然是叶飞两人 之前在玉满堂中遇到的那名青年医生 这人不知道为何 也来到这里 而且正好站在叶飞两人旁边 美女你好 比原范文斌 是人民医院的脑外科医生 不知可否认识一下 青年医生讽测叶飞一句 而后转过头 舔着脸和晨晚说道 说完 还从伊多的票价里 拿出一张名片 递到晨晚身前 他脸上露出自以为帅气的笑容 一副彬彬有礼的绅士模样 晨晚看了青年医生一眼 没有理会他 青年医生范文斌也不生气 笑呵呵地就要收回名片 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伸出 将那张名片接了过来 叶飞瞅了眼名片道 人民医院的医生 还是主治医师 真是年少有为啊 不过 我怎么记得有人说过 只要我能救醒的老人 他就把自己的眼睛挖下来 给我当灯泡彩啊 叶飞不怀好意地看着范文斌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这家伙哪里是叫范文斌 分明是叫范健嘛 竟然主动上门来找抽 叶飞如果不抽他 都感觉对不起他 扑痴 晨晚见叶飞脸上 那一副期待的表情 忍不住娇笑起来 同时不忘瞪叶飞一眼 让他停止刷宝 范文斌一张脸仗得通红 之前发生在玉满堂的事情 对他来说 简直是奇耻大辱 自从在玉满堂 见到晨晚专心救人的场景 他就被深深触动了 尤其是晨晚 那娇媚动人的脸庞 凹凸有志的身材 更是难得的极品 让他心仰难耐 暗暗发誓 一定要将晨晚追到手 之后他所做的一切 无非是想吸引晨晚的注意 然而 他怎么也没想到 叶飞竟然真的把人给救醒了 要知道 那老人的病 可是在脑部 大脑是人体最神秘 也是迄今为止 人类了解最少的地方 脑部疾病 就是放眼全世界 也是一大医学难题 可是 就是这样的疾病 既然被眼前这浑蛋小子 随便扎了 几针就就醒了 在老人醒来之后 范文斌就知道自己脸丢大了 所以趁着人不注意 便偷偷离开了 不过他并没有走远 而是在玉满堂的不远处 偷偷盯着 看到叶飞和晨晚两人 从玉满堂出来 他也跟着一路尾随 来到了这家赌食店 目的自然是想结识晨晚 好进行下一步的追求 只是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刚嘲讽了叶飞一句 还没等给晨晚留下好印象 竟然又被叶飞 当着晨晚的面打脸了 你 范文斌气得脸都鼓起来了 指着叶飞骂道 你算什么东西 我和晨晚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 一个乡下来的土鳖 竟然也学人家赌食 真是可笑 他已经来到赌食店一会儿了 从叶飞对晨晚的称呼 自然便知道晨晚的名字 刚才那般开场词 不过是故意半率罢了 范文斌不再看叶飞 转头对晨晚说道 晨晚女士 你再挑选原石吧 正好我在国外留学时 也接触过赌食 对翡翠原石还算了解 不如我帮你挑选如何 晨晚本来就对范文斌没有好感 听到他竟然嘲讽叶飞 一张俏脸立石冷了下来 仿佛没有听到范文斌的话一般 根本没有理他 而是来到叶飞身边说道 怎么 晨飞 你看中这块原石了 范文斌脸上的笑容 顿时僵住了 晨晚所说的这块原石 正是叶飞发现有灵气的那块 只是里面的灵气十分稀薄 切除翡翠来价值恐怕 跟原石的价格差不多 根本没必要 叶飞刚要摇头 范文斌再次贴了过来 等见到晨晚 指着的那块原石 顿时嘲笑起来 土包子就是没见识 这原石表面无蟒纹 无血 连盗猎都没有 这原石要能切除翡翠来 那可真是见了鬼了 范文斌说完 看了眼原石的标价 装作恍然大悟道 才五千块啊 也是 乡下来的土包子嘛 没什么钱 也只能买这种便宜货了 这家伙跟只苍蝇似的 飞来飞去 还真是讨厌啊 叶飞叹了口气 抬起头看着范文斌 一脸无奈的贪手道 我说 这位范健先生 我知道你这么做 无非是想引起 陈婉姐的注意 但我不得不说 你这泡妞的手段 实在是 太幼稚了 哈哈哈哈 叶飞那无奈的表情 顿时将周围挑选原石的人 逗得大笑 这小兄弟说得不错 老子最看不起 有两个骚钱 就到处勾搭小姑娘的熊玩意儿了 一粗犷中年人大笑道 就是 什么玩意儿 你要是不挑选原石 就一边去 不要打扰我们 瞧瞧他那娘炮样 真给咱们老爷们丢脸 乡下人怎么了 乡下人日泥马了 老子就是农村的 老子就来赌食了 你咬我啊 粗犷中年人又说了一句 更是引来一阵叫好声 范文斌尴尬地站在那里 脸如同变色龙一般 一阵轻一阵子 他很想过去揍那中年人一顿 但看看中年人那高大的体型 以及站在其身后的两名黑衣保镖 顿时慌了 小子 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局 范文斌不敢拿中年人怎么样 只得将怨气撒在叶飞身上 那中年人他惹不起 一个矛头小子 难道他还惹不起 这是把我当软柿子来捏了呀 叶飞心中哑然一笑 眉头一挑 赌什么 你不是认为这块原石里有翡翠吗 那我们就赌这块原石 如果能从里面切出翡翠来 就算你赢 如果没有 就是我赢 怎么样 敢不敢 范文斌看着叶飞一脸挑衅问道 赌注呢 就是他 范文斌指着陈婉大叫道 如果你输了 就离开他 你这样的穷屌丝 根本就配不上他 他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果你赢了 我就给你十万块钱 怎么样 敢不敢 范文斌一脸挑衅地问道 没兴趣 叶飞听完 历史没了兴趣 你不敢吗 范文斌脸上满是讥讽的表情 没想到 还是一个美胆的损获 叶飞抬起头看着范文斌 郑重道 不是不敢 而是不会 陈婉姐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并非谁的私人物品 谁也没有资格拿她来做赌注 我没有资格 而你 更不配 陈婉文言 温婉婉一笑却没有说话 看向叶飞的目光 变得更加柔和 那我们就以十万块作为赌注 你要是输了 就给我十万块 范文斌说道 十万太少了 少于五十万 我没兴趣陪你玩 叶飞不屑摇头说道 范文斌眼睛眯了起来 看向叶飞的目光充满玩味 小子 这可是 你自己说的 他早就看出 叶飞不过是个学生 而且身上穿的校服 洗得都发白了 这样的穷学生 身上会有什么钱 别说五十万了 五千块他都不一定有 自然 叶飞点头 小飞 你不要一气用事 陈婉拉拉拉叶飞劝说道 陈婉姐你放心好了 我有把握 叶飞笑了笑说道 见到叶飞脸自信的笑容 不知为何陈婉 没有再出言阻止 好 这赌注我接受了 范文斌连忙说道 小子 五十万的赌注啊 等你说了 看你怎么拿出来 到时候 一定要好好羞辱你一番 范文斌心中冷笑道 两人的赌局 也将周围 众人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 一时间都不挑选原石了 纷纷围拢过来看戏 等叶飞刷卡结账之后 店老板便帮着叶飞 把那块原石 给抱到了切石机旁 此时 切石机正有人在使用 叶飞他们只能排队等候 这使用切石机的人 叶飞也见过 正是他们刚来时 切垮的那名中年人 没想到这才没多长时间 这人又挑选了一块原石再切了 滋滋的响声响起 很快脸盆大的原石 便被从中间切成了两半 等切石机关上 众人连忙围上去翻看结果 之后便是一阵阵的叹息 哎 又垮了 这块原石价值二十万吧 没想到这么贵的原石 也没能切出翡翠 老徐今年是本命年 走备孕 根本就不该来切石 一群人意润纷纷 现在说垮还有些早吧 这两块原石 还有这么大呢 没准还能切出率来呢 一名围观人说道 那失魂落魄的中年人 闻言顿时精神一震 对 还有这么大 没准就能切出翡翠来 自己给自己鼓了下劲 中年人连忙又将其中一块原石固定好 滋滋的响声响起 原石再次一分为二 仍是没有切出翡翠 之后 另一块原石 还是没有 扑通 中年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彻底放弃了 小子 现在该你了 范文斌见中年人不再切石 连忙催促叶飞 仿佛此时中年人的结局 下一刻便落在叶飞身上 叶飞仿若没有听到范文斌的话 他的目光正盯着那中年人切废的 四块原石中的最小的一块 脸上表情平静 心中却是翻起了惊涛骇浪 这 这是 一 二 三 六 七 竟然有七到零气 这得是什么品质的翡翠啊 叶飞心中暗暗震惊 刚才叶飞见中年人切完石 知道接下来就该自己 他便把真元运转到双眼上 为的是等切石的时候 可以避开里面的翡翠 然而当他不经意间 扫过中年人切废的原石时 整个人顿时愣在了那里 那最小的一块切废的原石中 竟然散发着七到零气 而中年人切割的部位 正好是擦着零气切下 也是就是说 只要那中年人再往外多切一些 他就能切胀了 买下他 一定要买下他 叶飞心中喊道 下意识地就朝着那中年人走去 喂 小子你要干什么 范文斌见叶飞 竟然没有理会自己 而是朝那中年人走去 顿时不满地喊道 然而叶飞却没有理会他 这位先生 请问你这些切废的原石卖吗 叶飞来到中年人身边问道 嗯 中年人抬头看向叶飞 又看了眼自己切废的原石 眼中有着一抹疑惑 这些废掉的原石 已经没有出翡翠的可能 这人买废料干什么 卖 当然卖 这些原石 是我花二十万买下的 现在你只要出十万 这四块都是你的了 中年人舔了舔嘴唇 脸上露出一抹奸华之色 呵呵 叶飞一笑 指了指自己的那块原石 我马上就要切石了 以前没有切过原石 所以在切石之前 想买块废石练练手 你要是把我当冤大头的话 那就算了 这几块石头 你自己切着完吧 叶飞说完 就要转身回去 哎 小兄弟 你别走 别走啊 价格好商量吗 中年人见叶飞不买了 也有些傻眼 连忙叫住叶飞 这原石被他切成这样 已经废了 价值等同于普通的石头 你觉得多少合适 中年人连忙追问道 这破石头 拿回去垫毛坑都嫌硬 除了叶飞 根本没人会买 叶飞指着最小的那块原石 一脸无所未到 我只要那块最小的练练手就行了 五百块 你爱卖不卖 这四块原石是一起的 只能一起买下 不单卖 你要是要的话 一万块钱四块都拿走 中年人好不容易抓住叶飞这个冤大头 自然不想就这么放弃 叶飞之前还有些同情这个中年人 捡他的漏还有些不忍 但是现在那一丝内疚完全没有了 叶飞也不想跟他啰嗦 就要开口答应下来 还不等他开口 范文斌便不耐烦地嚷嚷道 穷逼果然是穷逼 连废料都拿着当宝贝 你到底还切不切 是啊 小兄弟 不就是一万块钱的东西吗 你要想要 就买下来好了 就是啊 大家都等着看你切实呢 被这么多人当面挤兑 叶飞脸色胀红 咬牙说道 好 我买 中年人文言 心中一阵得意 原来是个菜鸟 被人挤兑了几句 竟然就死要面子 倒花一万块钱来买这些垃圾 不是菜鸟是什么 确实 叶飞此时的样子 就仿佛被人中挤兑得下不了台 死要面子硬着头皮买下一般 小飞 你没事吧 要不咱们不买了 我们回去吧 陈婉间叶飞脸色难看 连忙说道 陈婉姐 我没事 叶飞摇了摇头 掏出银行卡 来在店老板的POS机上刷了一万 让店老板拿现金给了那中年人 等交易完成 叶飞静止朝着那一块最小的原石走去 等将其捡起后 便仿佛珍宝一般 把他抱在了怀里 脸上的表情再也绷不住 露出开心的笑容来 至于剩下的三块原石 叶飞看都没看一眼 咦 这小兄弟怎么了 怎么抱着那块最小的废料傻乐 他不是想要练手吗 既然都买下了 干嘛不选那块最大的 众人眼中露出诧异之色 有心思敏锐的人 已经隐隐猜到了什么 之前还一脸得意的中年人 在见到叶飞的笑容之后 心里咯噔一声 暗道 坏了 此时 他才意识到 叶飞的目的根本就是 那块最小的废料 而绝非叶飞所说的练练手 想到这里 中年人心里懊悔不已 看叶飞那雀跃的表情 别说是一万块 就是十万块 他都乐意买下 妈的 上当了 中年人心里大声疾呼 终日打雁 没想到今天竟然被燕给卓瞎了眼睛 这小子 哪里是菜鸟啊 分明就是只小狐猎 陈丸姐 这块原石你拿着 叶飞将怀中的那块小的原石 交到陈丸手中 压制陈丸体内的悬阴之气的希望 就寄托在这块原石上了 笑 小兄弟 你不是要练手吗 怎么 卖给叶飞原石的中年男人 有些不信 这块原石 他都已经切了三刀 都没有出力 他不信叶飞挑选的那块 会出翡翠 哦 随口说说而已 叶飞随意说道 原石到手 他也不需要再掩饰刚才的目的 众人齐齐无语 土鳖就是土鳖 一块废料 竟然也拿着当宝贝 范文斌见不得叶飞得意 历时嘲讽起来 废料 叶飞一笑 也不多做解释 而是去搬他买下的那块原石 范文斌见叶飞竟然无视了自己 心中气得差点骂娘暗道 等会儿老子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小兄弟 你快点切实吧 大家都等着你呢 是啊 兄弟 你这块破石头 才五千块钱 我看也别想着怎么划线了 直接从中间切开吧 就是 别浪费大家时间啊 好 那就从中间切开 因为捡了这大漏的缘故 叶飞心情愉悦 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当然 也是因为他知道 这块原石中的翡翠 并没有什么价值 反正 无论里面的翡翠是什么品质 只要能切出翡翠来 他就赢定了 滋滋的切石声音响起 那块人头大小的原石 直接被从中间切成了两半 看热闹的人再也安纳不住 不等叶飞关掉切石机 就纷纷冲上前去 唉 众人翻开一块原石的切面看过之后 都是摇了摇头 发出一阵阵叹息 范文斌也想挤过去查看 却没有成功 此时看到 众人在那里摇头叹息 顿时激动起来 这位大哥 怎么样 是不是赌垮了 范文斌拉着一人追问道 是啊 垮了 那人叹息一声追问道 今天也是邪门了 竟然连连赌垮 到现在 连一个赌掌的都没有 垮了 垮了 哈哈 范文斌大笑起来 小子 怎么样 你输了 陈婉文言 也替叶飞担忧了起来 输了 小飞输了 那该怎么办 他去哪里弄那五十万去 不行 我得帮他想办法 把钱凑齐 陈婉心中暗暗决定 唉 没想到这小兄弟 竟然输了 好可惜啊 我还想看他这小兄弟打脸 那嚣张家伙呢 是啊 我也想看 众人都为叶飞感到可惜 范文斌也不介意众人说什么 一脸得意地看着叶飞 小子 你输了 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叶飞不为所动 好整以暇地将切十击关好 这才转过头 看向范文斌 输了 谁说我输了 叶飞淡淡说道 小子 你想要耍赖不成 这块原石明明切垮了 你还敢说自己没输 怎么 是不是拿不出五十万来啊 你现在跪在我面前 刻一百个头 或许老子心意好 还能给你宽限几天还款日期 哈哈哈哈 范文斌放肆地大笑起来 这还是他今天 自从遇到叶飞以来 最畅快的时候 你无耻 陈婉见范文斌 竟然如此折辱叶飞 指着范文斌怒道 说完 陈婉转头 对叶飞宽慰说 小飞 你不用担心 这浅姐帮你想办法 叶飞笑了 陈婉这般维护她 也让她有些感动 陈婉姐 你放心好了 我可还没输呢 没输 小子 你怕是在做梦吧 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你还敢说自己没说 范文斌冷笑道 哦 是吗 叶飞扬了扬眉 我承认这块原石赌垮了 但是 你似乎忘记了 我们的赌约是什么 笑话 我怎么可能忘记 当然是赌这块原石里 有没有匪 范文斌不假思索地说出来 然后话说到最后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脸上的笑容 僵在了那里 是啊 他们当初赌的是 这块原石中 有没有翡翠 可不是这块原石 是赌掌还是赌垮 既然原石中切出了翡翠 那这小兄弟 岂不是 赢了 虽然是翡翠品质很差 但确实是翡翠 这小兄弟赢了 围观众人也都反应了过来 范文斌近乎粗鲁地 又抓住之前问话的那中年人 连忙问道 这原石里有没有切出翡翠 有是有 不过只是最差的狗屎地 材质太差 只是地摊货的水平 就算整个翡翠掏出来 也不止一千块 中年人被范文斌 这般野蛮的拉着 皱了皱眉 还是回答道 他之前在半赌区挑选毛料 所以并不知道 叶飞和范文斌之间的赌局 什么 竟然 有翡翠 范文斌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你刚才不是说赌垮了吗 范文斌咆哮道 中年人被范文斌 这野蛮的动作激怒了 冷笑道 你这不是废话吗 五千块的原石 切出的翡翠 却是最差的狗屎地 价值连一千块都不到 不是赌垮 难道是赌掌 我输了 我竟然输了 而且还输给了翡翠中 最差的狗屎地 范文斌双目呆滞 嘴中喃喃自语道 小飞 这原石中切出了翡翠 是我们赢了 晨婉听到众人的议论 也反应了过来 拉着叶飞的手激动说道 是啊 我们赢了 叶飞一笑 胜负已定 现在是不是该完成 我们的赌约了 叶飞看着范文斌冷笑道 不行 这局不算 你切出来的 只是垃圾的狗屎地 那就是破石头 根本不是翡翠 范文斌激动地尖叫道 怎么 你想来张 叶飞文言 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哼 我不管 狗屎地根本就不算翡翠 这次顶多算是平局 你敢不敢再跟我赌一局 范文斌狡辩道 范文斌刚从国外回来 虽然拿着高薪工资 手里 其实没多少钱 五十万 已经相当于他 全部家当的一半 他怎么甘心就这么交出来 更何况 还是让他输在一块 狗屎地的翡翠上 这种翡翠 若是平时被人扔在大街上 他看都不会看一眼 围观众人听到范文斌狡辩的话 纷纷都投以鄙视的目光 同时也有些同情叶飞 狗屎地是翡翠中质地最差的 既可以说是翡翠 也可以说是石头 哪怕叶飞切出的翡翠是懦种 这个时候 范文斌就是想狡辩 也没有任何借口了 再赌一局 叶飞看着范文斌 眼睛眯了起来 你怎么能这么无耻 陈婉听到范文斌的狡辩 也是气得不行 拉着叶飞的手说道 小飞 我们走 不用搭理这种没信用的人 范文斌装作没有听到陈婉的话 看着叶飞说道 不错 就是再赌一局 就以你刚才买下的那块废料来赌 还是以五十万为赌注 你敢不敢 好啊 叶飞脸带笑容 看起来一副无害的样子 眯起的眼睛中 却带着冷光 范文斌见叶飞答应 顿时长出了口气 然而还不等他放松下来 叶飞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过 上一局你输了 这是无可置疑的 狗屎地虽然质地差 但也是翡翠 所以 这五十万 是你欠我的 这次我就用这五十万做赌注 如果我输了 我们自然就两清了 但是 如果我赢了 你就要给我一百万 如果你不答应 那就算了 我可没兴趣 跟不讲信用的人赌 谁知道你输了后 会不会再次来涨 叶飞淡淡说道 范文斌脸色变换 他不甘心 今天就这么算了 挣扎了片刻咬牙道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我也有个条件 如果再切出狗屎地来 只能算是石头 不能算翡翠 自然 叶飞点头同意 小兄弟好气魄 不如 这次就让我来当裁判好了 我倒要看看 谁敢当着我魏昆的面耍赖 之前训斥范文斌的那名粗犯汉子 听到叶飞这话 大笑了一声说道 然而 他这一声自爆家门 却是引得围观人群一阵惊呼 什么 他就是魏昆 大卫地产的那个魏昆 听说他是咱们海州市首富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 魏昆虽然有钱 但想要坐稳海州首富的位置 还有些困难 应该是首富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吧 竟然是魏昆啊 他怎么在这里 听说是领导见到他都客客气气的 范文斌听到粗犷中年人自爆家门后 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 魏昆 大卫地产的老总 白手起家 创立大卫地产 听说其身家在五年前 就已经超过了十亿 是海州市的顶尖富豪之一 整个海州市超过九成的楼盘 都是大卫地产开发的 如今大卫地产 早已经跳过海州这一区域 铺展到了全国 有不少人猜测 魏昆的身家已经超过百亿 即使没有 恐怕也相差无几了 有魏昆来当裁判 就是借给范文斌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耍赖 得罪了魏昆 只要弃一句话 那他在海州将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该死 怎么会是魏昆 他怎么会在这里 范文斌心里怒骂道 小兄弟 你不会认为我不够资格做这个裁判吧 粗犷中年人 魂不在意众人的议论 笑着对叶飞说道 叶飞一笑 说道 有魏先生来当这个裁判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咦 听到叶飞这般不卑不亢的话语 魏昆心中忍不住惊疑了一声 有些诧异 叶飞在知道他的身份之后 竟然还表现得如此淡定 这有些出乎他的想象 要知道 魏昆可是整个海州的顶级富豪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 想要往他跟前凑 攀上魏昆 也就意味着飞黄腾达 然而 叶飞在得知魏昆的身份之后 竟然还能表现得如此淡定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相比叶飞 范文斌在得知魏昆的身份之后的表现 就差得太远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的 如果让叶飞知道魏昆的想法 一定会大笑出声 海州的首富又怎样 顶级富豪又怎样 还不是一个普通人 而他叶飞 却是修真者 甚至有可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修真者 只要他按照轮回老祖交给他的功法修炼下去 总有一天 哪怕是地球上的那些掌权者 也不会被他放在眼中 不过是蝼蚁罢了 我来做这个裁判 你没有意见吗 魏昆又转头问范文斌 不过语气就冷了太多 没 没意见 范文斌慌忙说道 没意见 他怎么可能没有意见 可是 这个时候就是有意见 他也不敢提啊 叶飞从陈丸手中接过那块原石 固定好之后 没有直接切开 而是拿起旁边的擦拾机 准备擦拾 小兄弟 你这块原石 不过是别人切剩下的废料 就没必要擦了吧 还是直接从中间切开 直截了当 是啊 也就是一刀的事情 没必要这么摸接 一块废料 有什么好擦的 众人纷纷出言 却没有一人看好叶飞 一块被切了好几刀的废料而已 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出力的可能 至于叶飞之前选的那块原石 切出翡翠来 众人也都认为 叶飞那是运气 不然 叶飞为何切出的翡翠 是块几乎没有价值的狗屎地 废料 小兄一会儿亮瞎你们的狗眼 叶飞心中一笑 不受众人的语言影响 拿起擦拾机 小兄擦了起来 要说这个时候最紧张的 除了范文斌 这个当事人 那就是刚才卖给叶飞废料的那中年人了 他们两个也有着共同的期望 那就是叶飞赌垮 当然 范文斌的要求更高 希望叶飞什么都没切出来 不然 输给叶飞一百万后 他也要倾家荡产了 反观陈婉倒没有他们那么紧张 这一次 哪怕叶飞输了 也不过是双方一笔勾销 叶飞并不会损失什么 他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滋滋地擦拾声响起 也牵动着众人的心弦 要知道 这块废料 可是牵扯到一百万的赌局 啊 出力了 小兄弟 别擦了出力了 紧紧擦了几下 在最前面的一名眼尖的围观者 突然大声叫道 阻止叶飞继续擦拾 我也看到了 真的出来绿了 天哪 这块废料里面竟然真的有翡翠 就在他们尖叫的这一会儿 叶飞又将一块硬币大小的石皮擦下 将里面的翡翠露了出来 在强光的照射下 一抹醉人的绿意 出现在众人眼中 那浓郁的绿色 仿佛一抹化不开的春水 让人忍不住沉醉其中 不愿醒来 天哪 太漂亮了 这得是什么品质的翡翠啊 艺人忍不住惊叫道 颜色纯正浓郁 色正而不邪 看这种水 恐怕达到了冰重了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帝王绿吧 一块废料中切出了帝王绿 我的天啊 我不是在做梦吧 听到这一声声议论 人群更加骚动起来 后面的人拼了命的就往里面挤 想要见识一下这翡翠 停 大家都不要紧 都冷静冷静 魏昆大喊一声 阻止有些陷入疯狂的众人 他的两名保镖 也跑上前来帮忙 将围观众人 拦在距离叶飞一步远的位置 小兄弟 能不能将这块原石给我看看 魏昆看向叶飞问道 好 叶飞点头 将原石递到魏昆手上 好浓郁的绿色 魏昆看了眼翡翠 心中忍不住赞叹一声 不过却没有在手中停留 而是交给了在他身旁的一名老者 徐老 您是这方面的行家 您给看看这翡翠是什么品质 呵呵 魏总过于了 老人谦虚了一声 也没拒绝 便将那块原石接了过来 拿出放大镜 仔细观察起来 咦 这老者怎么看起来有些面熟啊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我也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 笨啊 他就是国家御石协会的会长 徐经伦徐老啊 徐老可是咱们御石圈里的泰山北斗 连他你们都不认识 竟然也有脸说自己是圈里人 终于 一人点出了老者的来历 众人都露出恍然之色 徐经伦 国家御石协会的会长 有着滇南翡翠王的称号 绝对是翡翠原石专家中的专家 几乎是冯切臂长 每一块经过他手的翡翠原石 价格都是几十 上百倍的往上翻 只是 徐经伦近年来年事已高 已经很少帮人看原石了 今天是怎么回事 先是魏昆 又是徐经伦 这样牛逼轰轰的人物 竟然同时出现在海州 还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店中 魏昆果然能量通天 竟然能请动徐老 亲自为他挑选原石 厉害 真是厉害 众人心中震撼之极 都觉得今天真是不虚此行 而这家赌食店的老板 在得知徐经伦的身份后 激动的脸都通红起来 徐经伦 那可是徐经伦啊 只要明天 他在店门前立个招牌写上 徐经伦曾在此赌食 他店里的原石 恐怕很快就会被人轰抢一空 也就在众人议论时 徐经伦也观看完这块原石 收起手中的放大镜说道 质地细腻 绿色纯正饱满 且分布均匀 充满灵性 不错 这就是帝王绿 哼 徐经伦这话一落 整个店铺里人都沸腾了起来 帝王绿 这可是帝王绿啊 翡翠中难得一见的极品 有些玉石商人 跟翡翠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终其一生 也无缘见到帝王绿 由此可见帝王绿的稀有 哪怕是有钱 也不一定买得到 小兄弟 你这块原石卖给我怎么样 我出一百万 一百万就想买帝王绿 做梦呢吧 我出五百万 小兄弟卖给我吧 我出八百万 小兄弟觉得怎么样 不够我在家 翡翠还尚未掏出来 仅仅是露出硬币大小的展示面来 就让人沸腾 争相竞价 听到众人踊跃的报价 站在后面的范文斌 脸色苍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 而之前以一万块价格 卖给叶飞 原石的那中年人 更是肠子 都毁清了 这小杂碎真是吃了狗屎 那可是帝王绿啊 竟然被他给遇到了 范文斌心中大吼 盯着魏昆手中的原石 眼睛冒着绿光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要是我的 该多好啊 陈婉也十分激动 翘脸微红 带着几分雀跃 他打心底里 替叶飞高兴 反观叶飞不要淡定多了 再听到徐金伦说出 那块翡翠是帝王绿后 也只是有些诧异 帝王绿的大名 他也听说过 没想到 今天竟然被自己碰到了 小兄弟 你倒是说话 如果觉得价格不满意 咱们还可以再商量 众人 见叶飞不发一言 连忙说道 等众人的目光 都落在自己身上 叶飞才淡然一笑说道 不好意思 这块翡翠 我有其他用处 不卖 什么 不卖 小兄弟 你知不知道 这块翡翠值多少钱 卖掉它 恐怕都够 你花一辈子了 是啊 小兄弟 听我一句劝 还是卖了吧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劝说叶飞 叶飞态度却十分坚定 不卖 见叶飞摆出一副 油盐不敬的样子 众人都有些气馁 虽然不甘心 但是人家不卖 自己总不能去抢吧 等众人 都安静下来 一直拿着原石的卫坤 开口对叶飞说道 小兄弟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这块原石 能不能卖给我 我愿意出五千万 五千万 听到卫坤的报价 众人都是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 要知道 这原石里的翡翠 虽然是帝王绿 可仅仅露出一小块来 里面究竟有多大 谁也不知道 卫坤在这个时候 竟然就爆出五千万的价格来 果然是财大气粗 小兄弟 实不相瞒 这块帝王绿 对我有大用 希望小兄弟能够割爱 如果这个价格不满意 小兄弟你尽管加 卫坤说道 诚意十足 尽管加 围观众人都有些晕了 恨不得现在冲上去 将那块原石抢过来 范文斌极度地几乎发狂 心中大吼道 这小杂碎 不过是个香巴佬 他有什么资格拥有这帝王绿 他应该是我的 只是 如今这原石在卫坤手中 就是借他的胆子 他也不敢去抢 叶飞被卫坤的目光 盯得有些不自然 只得摇头苦笑道 卫先生 实不相瞒 这块帝王绿 对我也有大用 关乎到一个 对我很重要的人的生命 所以 只能抱歉了 这块帝王绿 是用来压制 尘管体内的悬婴之气的 就算卫坤出再多的钱 他也只有俩字 不卖 五千万不够 随便加 可是 叶飞竟然还不卖 众人看叶飞的目光就变了 这家伙 有些不识抬卷 卫坤眉头也皱了起来 以他卫坤如今的身份 谁见了他不是 低声下气去一封营 他好言要购买叶飞手里的玉石 更是开出了一个天价 可这小子竟然不卖 小子 卫总看中你的翡翠 是你的福气 你还快将翡翠送给卫总 别给脸不要脸啊 卫坤还没说话 范文斌却先窜出来 冲着大喊道 范文斌这么说 是有着自己的算计 获得卫坤的好感 改变一下之前给卫坤的坏印象 另一方面 则是挑拨叶飞和卫坤两人 如果 卫坤因为讨厌叶飞 在一会儿宣判的时候 硬是说叶飞输了 那在场的众人 也不会因为此事 违背卫坤的意愿 当然 如果叶飞激怒了卫坤 让卫坤出手抢夺叶飞的翡翠 那就更好了 他实在是太想看到叶飞倒霉了 闭嘴 你是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插嘴的地方吗 卫坤身旁的一名保镖 怒斥起范文斌来 至于叶飞和卫坤 自始至终 都没有看范文斌一眼 在他们眼中 范文斌不过是个 跳梁小丑罢了 根本入不得眼 范文斌脸色胀得通红 脸色善善 被一个保镖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训斥 着实让他丢进了脸面 哼 狗咬吕洞兵 你们两个狗咬狗才最好 范文斌在心里骂道 这时候 他连卫坤也一起恨上了 卫坤盯着叶飞 目光变得凌厉起来 无形中带着一股 强大的压迫感 一瞬间 整个赌石垫 都变得鸦雀无声 没有人敢说话 这块帝王绿的翡翠 对卫坤来说十分重要 为此 他不惜花费巨大代价 请动早已隐居的徐金伦 出马来帮他寻找 按理说 以他的身份 想要得到一块帝王绿翡翠 并不困难 只是他所需要的帝王绿 比较特殊 只有刚刚切出来的翡翠才行 此时 他已经在想 是不是强迫叶飞 将这块翡翠卖给自己 可当看到 叶飞在自己的灵力的目光下 竟然没有表现出丝毫恐慌时 卫坤又犹豫了 这个少年 绝对不是普通人 卫坤心中冒出一个想法 打消了强强的念头 既然小兄弟不愿意出手 那就算了 卫坤脸上严肃的表情一收 突然笑道 众人见到卫坤脸上的笑容 立时感觉浑身一松 之前那仿佛将要凝结的空气 也变得活跃了起来 帝王绿虽然罕见 但对老夫来说 倒也并不是找不到 卫总不须担心 我既然答应了你 便一定会为你 寻找到一块帝王绿 来治疗令慈的便 徐金伦这时开口说道 那就有劳徐老了 卫坤点头致谢 小兄弟果然非常人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小兄弟改变主意 有出售着翡翠的想法 还请第一时间联系我 价格不是问题 卫坤掏出一张制作精良的名片 递给叶飞 围观众人看着叶飞手里的名片 眼中都在放光 恨不得立刻抢过来 那可是卫坤的名片啊 如果拿出去卖 就是叫出一百万的价格 恐怕都有人买 一定 叶飞点头 他也不是不识抬举的人 如果不是为了治疗陈婉的病 他还是很愿意把这块翡翠 卖给卫坤的 这位小 小先生 要不让我 帮你把这块翡翠给掏出来 我保证 绝对不会损坏一丝一毫里面的鱼肉的 这时候 赌石店老板跑到叶飞跟前 小心询问道 那就麻烦了 叶飞点头同意 不麻烦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店主激动的脸都通红了 连忙说道 这可是帝王绿啊 他做这赌石生意这么久 却还从来没有见过 可是现在 他竟然有机会 亲手将一块帝王绿给解出来 这让他如何不激动 叶飞将原石交到店老板手中 便转头看向范文斌 范健先生 现在是不是该完成我们的赌约了 范文斌听到叶飞这样 称呼自己 心中气得差点骂娘 自己都已经躲在 最不起眼的角落了 这混蛋 竟然还找自己 我 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 范文斌不情愿地说道 怎么 你想外账 叶飞文言 眉头一皱 哼 在我魏昆主持的赌局上外账 我倒要看看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魏昆也是冷哼一声 说道 被魏昆这般盯着 范文斌身体一个哆嗦 吓得差点趴在地上 我 我给 范文斌连忙说道 之后将叶飞的银行卡号要了过来 开始手机转账 叮 叮 两道短信两声同时响了起来 叶飞拿出手机一看 正是一百万到账的短信通知 而范文斌此时也拿起了手机观看 是一条余额提醒的消息 当看到自己卡内那仅剩的不到一万块的余额时 范文斌欲哭无泪 那可是一百万 我恨啊 范文斌心里背后 如同行尸走肉般地离开了赌石店 赌石店的老板并没有让叶飞等多久 很快 那块原石便被切开 从里面掏出了一块大约有着鸡蛋大小的翡翠来 店老板双手捧着翡翠递到叶飞面前 那般小心翼翼的模样 恐怕就是抱他孩子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伤心过 叶飞接过翡翠 随手放进了口袋里 这一幕看得围观群众都是嘴角一抽 甚至无语 尼玛这么随意 真当那是鸡蛋啊 找到了合适的淋浴 叶飞也松了口气 跟魏坤道了别 便和陈婉一起离开 呼 等离开赌石店 陈婉长呼了一口气 拍了拍傲人的胸脯 做出一副才放松下来的样子 陈婉姐 你这是怎么了 叶飞一笑 问道 刚才实在是太紧张了 我真怕那魏坤不顾身份 出手对付你 不过还好 他没有那么做 我都被吓坏了 反倒是你 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陈婉美好气地 白了叶飞一眼 确实 当魏坤不发一眼 就那么看着叶飞时 在场众人都感受到了 那股无形的压力 就仿佛一座大山 压到了尖头一般 当时陈婉观察过 场中唯一神色不变的 恐怕就只有叶飞了 他根本就像是神经大条一般 无视了魏坤的压迫 叶飞是神经大条吗 显然不是 那只能说明 叶飞的内心 实在是太强大了 听着陈婉抱怨 叶飞一笑 也没有多做解释 魏坤带来的那股 压迫他自然感受到了 不过 如今他已经不再是 以往的那个普通学生 而是一名修真者 魏坤所带来的压迫 不过是财富和权势所赋予的 对其他人有用 对叶飞却是没用 这点压迫 又算得上什么 叶飞不在意的一笑 心中却在想 修真者的威压 那才叫恐怖 如果叶飞此时 有着金丹七的修为 哪怕稍微散发出 一缕身上的气息 那当时在场的人 恐怕都要跪下去 瑟瑟发抖 叶飞虽然不是 金丹七的修真者 甚至才刚踏入 修真的门槛 但如果魏坤真的想要抢抢 仅凭他那两名保镖 恐怕还不够看 将晨婉送回住处之后 叶飞也回到了 自己在东城区的住所 叶飞住的地方 是小姨家以前的老房子 不但距离学校远 还十分破旧 早就被划入了 带拆迁的行列 小姨一家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搬了出去 在叶飞住进来之前 这里一直是闲置的 本来 叶飞来海州读书时 小姨是希望叶飞 住在他们家别墅里的 那里环境好 房子大 也有空的房间 只是叶飞的表姐 许子凌死不同意 并声称 要是叶飞住进来 她就搬出去住 最终 还是叶飞主动说 望着卧室墙壁上巨大裂缝 叶飞有些沉默 小姨曾宏对她一直很好 叶飞能来海州一中读书 就是小姨托的关系 只是 小姨夫徐海珊 却始终看不上他们一家 在面对叶飞家人时 总是摆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 而和叶飞在同一学校 同一个年纪的表姐徐子凌 更是曾当面警告她 禁止告诉任何人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两人偶尔在学校碰面 徐子凌看叶飞的样子 也是如同看陌生人一般 理都不理 也是 他们家可是亿万富翁 怎么可能看得上 我们家这穷亲戚 叶飞自嘲一笑 小子 不要想太多 只要你有了实力 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这个世界 还是很公平的 轮回老祖的声音 默然出现在叶飞脑海 叶飞鸣嘴点头 老祖 我现在能不能为 陈婉姐练支玉符 叶飞在心中问道 就你现在那点真缘 还差得远 轮回老祖不屑道 要想练之玉符 最起码 你也要达到 练其二层的修为才行 这还是因为 你修炼的功法特殊 再加上本老祖亲自指点 才能做到 要是换成其他的修真者 就是筑基七夜别想 小子 你要想帮那女娃 就先尽快提高修为吧 叶飞哑然 一夜修炼 第二天 叶飞早早来到班上 正当叶飞在看书时 教室内突然变得骚动起来 叶飞 有人找 一个同学冲着叶飞喊了一声 叶飞抬起头 这才看到 在教室的门口 站着一名长相亲历 一脸冷傲的少女 正是她的那位表姐 徐子玲 虽然被这么多同学看着 徐子玲却面不改色 下巴微痒 小脸带着一抹傲气 等看到叶飞向自己看来 徐子玲声音冷漠道 叶飞 你出来一下 徐子玲的口气很生硬 完全是一副命令的口吻 叶飞皱了皱眉 她很不喜欢徐子玲这副高傲 随时充满优越感的样子 不过还是一眼走了出来 毕竟 就算不给徐子玲面子 看在小姨的面子上 也不好给她难堪 两人来到 一处偏僻的地方 叶飞说道 有什么事就说吧 我还有西题要做 徐子玲文言诧异地看了眼叶飞 几天没见 她感觉在叶飞 变得和以前有些不同了 以前的叶飞 学习成绩差 唯唯诺诺 在自己家里 更是谨小甚微 都不敢大声说话 可是此时叶飞 即使在自己的目光注视下 她也能够坦然对视 十分清晰有力度 自信 徐子玲脑海中 默然冒出一个词来 对 就是自信 叶飞此时给徐子玲的感觉 那便是充满自信 不再是那个自卑懦弱的少年了 徐子玲有些恍惚 暗暗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叶飞不过是个 乡下来的穷学生而已 不但学习成绩差 更是胆小懦弱 她有什么自信的资本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叶飞见徐子玲盯着自己看了半天 却没有说话 不由皱眉问道 哼 吹复了傲娇的样子道 明天就是周末了 我妈让你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 我知道了 叶飞点头 消息我已经通知到了 你爱去不去 徐子玲见叶飞 竟然没有直接答应 气恼地转身离去 将叶飞一个人扔在那里 对于徐子玲的态度 叶飞早已经习惯 独自一个人返回教室 刚到门口 教室内所有同学目光 都齐刷刷落在叶飞身上 没有一人说话 看他的目光 就如同看怪物一般 就连班长兼笑花的罗伊人 也同样看着叶飞 小眉头轻轻皱起 似乎感觉有些看不透叶飞了 叶飞无视了众人的目光 回到自己座位上 刚坐下 同桌郭亮便一把抓住叶飞的胳膊 激动问道 说 你小子什么时候认识笑花徐子玲了 徐子玲是笑花 叶飞微微有些诧异 我们学校的笑花不是罗伊人吗 我靠 不是吧 郭亮夸张地叫道 你小子竟然连咱们学校的四大笑花都不知道 四大笑花 叶飞眉头一挑 他还真不知道 以往他为了提高成绩 拼命学习 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 都嫌时间不够用 又哪里会关心这些 就连罗伊人是笑花 也是因为两人在同一班级的缘故 叶飞才知道的 无敌学霸罗伊人 神秘莫测送情话 平民笑花李云竹 傲娇少女徐子玲 这四位可是咱们学校公认的笑花 你小子竟然不知道 郭亮掰着手指头数落道 看叶飞的目光如同看白痴 傲娇少女 叶飞听到许子玲的称号 忍不住一笑 这词用在许子玲身上 那是再恰当不过 罗伊人和许子玲我知道了 那另外两位是何方神圣 叶飞感到颇有意思 忍不住问道 郭亮见叶飞问起 也来了兴致 滔滔不绝地和叶飞讲了起来 对于这些 他们轻 咱们搬上罗伊人的称号 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 郭亮说道 叶飞点头 长期蝉联年级第一 总分750的模拟题 他没有一次考试 低下过700分 说罗伊人是无敌学霸 那还真是再正确不过 郭亮继续说道 至于傲娇少女徐子玲 徐子玲家境富裕 听说他老爸 是许氏贸易的董事长 徐海山 徐子玲这人十分傲娇 不愿理人 平时也只是和他认识的 几个人说话 其他人谁都不理 所以大家都称呼他傲娇少女 至于一般的笑话宋情话 听说宋情话来头极大 宋情话很少在学校露面 就连他班上的同学 也很少见到他 但他的成绩 却始终在年纪前十 所以 大家都说他神秘莫测 我也只见过他一面 那长相真实 郭亮说着话 脸上露出一副猪歌的样子 叶飞笑了 忍不住说道 先擦擦口水 郭亮闻言下意识地 就要去擦嘴角 等见到叶飞脸上的坏笑 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戏弄了 一脸懊恼道 平时看你小子挺老实的 原来也是个闷骚货 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 说完 他又继续为叶飞介绍道 至于八班的李云竹 之所以称他为平民校花 就是因为 他和上面的三位都不同 李云竹家庭普通 听说家里还是困难户 连他上学的学费 都是家里拼凑的 而且 李云竹待人十分宽和 没有丝毫架子 在学校里 也有着最多的拥护者 说完这些 郭亮一把抓住叶飞的衣领 摆出一副凶恶的样子 小子 你现在还没告诉我 你是怎么认识 校花许子凌的 据我所知 许子凌平常可不搭理人 更别提 他上门来找人了 叶飞文言 不由想起了 当初许子凌 曾当面对他的警告 不准向任何人 泄露他们的关系 脸上的笑容一收 淡淡道 如果我说 他是我表姐 你信吗 哈哈 没看出来 你小子挺有幽默细胞的 不过这个笑话 讲得有点冷 郭亮哈哈笑道 等看到叶飞脸上 那有些晦暗的表情 笑容顿时一收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郭亮试探着问道 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 若是以前 叶飞说出 和许子凌的这层关系 那王成他们 恐怕也不敢那般 欺负叶飞了 呵呵 叶飞一笑 却没有回答 郭亮的这个问题 嗨嗨 郭亮干咳一声 放开抓住叶飞的衣领 手收回来之前 还十分狗腿子般的 帮叶飞平了平 被他抓住的衣领 干笑道 那个 你看 我做你姐夫怎么样 滚 我靠 不用这么绝情吧 咱们这么久的感情 你远信 完了 完了 有计 郭亮喋喋不休地说着 叶飞却没有再搭理他 而是继续看自己书 下午放学后 叶飞一个人 在教室里看了半个小时的书 才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学校 之所以看半个小时的书 并非是叶飞多么好学 而是不想 在路上碰到许子凌 那样的话 两人都会觉得尴尬 来到傅景源小区后 叶飞在一栋连排别墅门前 暗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一名 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温婉女人 正是叶飞的小姨曾鸿 曾鸿身上还穿记着围裙 见到敲门的是叶飞 脸上历时露出了笑容 小飞 怎么这么晚才来 你和玲玲 不是一起放学的吗 玲玲可都回来半天了 小姨的虐待责备的话语中 包含着浓浓的关心 让得叶飞心里一暖 小姨 我在学校里看了会儿书 所以来得晚了些 让您担心了 叶飞笑着说道 原来在看书啊 这是好事 好好学习 等高考时考个好成绩 也让你妈高兴高兴 曾鸿听到叶飞是在学习 宠溺地摸了摸叶飞的头赞成道 叶飞来到客厅 便见到徐海山 徐子凌妇女都在 徐海山正目不转睛地 看着电视上的新闻联播 而徐子凌 则是自顾自地玩着手机 再见到叶飞进来之后 徐子凌忍不住冷哼道 哼 假正经 装什么装 谁不知道你什么样成绩啊 还读书呢 谁系 曾鸿眉头顿时一皱 灵灵 你怎么跟小飞说话的 他可是你弟弟 弟弟 徐子凌文言脸上 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 妈 你猜前几天的模拟考试 叶飞考了多少分 不等曾鸿说话 徐子凌继续说道 250分 总分750分的题 他竟然考了250分 全年级倒数第一 这样的表弟 我可高攀不起 说完仍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也不知道他这样的成绩 有什么资格在一中读书 叶飞脸色仗得通红 衣袖中的手 被他紧紧握成了拳头 但却没有 为自己辩解什么 徐子凌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他知道 自己这个时候说什么 都是软弱无力的 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 那就拿出实力来 用事实 证明给他看 曾鸿狠狠瞪了徐子凌一眼 转头看向叶飞时 微微叹了口气 但却没有表露出任何震惊来 很显然 他早就知道了叶飞的这个成绩 小飞 成绩不好没关系 只要肯努力 就一定能够提高 小姨拍了拍叶飞的肩膀鼓励道 叶飞松开握紧的拳头 笑道 小姨你放心 我会努力的 我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 不辜负你的期望 呵呵 徐子凌听了冷笑一声 刚要开口嘲讽两句 便遇到了 曾鸿那严厉警告的眼神 干脆低下投完手机 不再理会这两人 心里却只有一个想法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三个月 就你这样的成绩 想在三个月内提高几百分 考上重点大学 开什么国际玩笑 将徐子凌眼中的不屑看在眼中 叶飞没有辩驳 下周便是模拟考试 等徐子凌看到出来的成绩单 那时候 哪怕叶飞一句话也不说 也比现在说 一万句话 有力量得多 叶飞找了借口去了卫生间 不想他们因为自己争吵起来 很快 曾鸿也将饭菜准备好 这时 徐海珊也看完了新闻联播 关掉电视来到饭桌前 小飞啊 我认识一所技校的校长 他们学校是专门培训挖掘机的 虽说是技校 但学校实力还是很强的 从那里出来的学生 刚毕业 每月薪水就有五六千 要不要我跟他们校长打声招呼 让你去那里 刚吃了几口饭菜 徐海珊便开口对叶飞说道 你现在的成绩 本科大学是指望不上了 上专科的话 学校收费太高 根本就不是你家支付得起的 而且 一些专科学校还不如技校呢 好歹出来之后 还有个一技之长 徐海珊这话听起来 像是在为叶飞考虑 其实不过是在炫耀自己的人脉 秀优越感罢了 如果叶飞真的顺势答应下来 恐怕过不几天 徐海珊就会找个学校 今年招满了之类的借口 搪塞过去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徐海珊却乐此不疲 而且 徐海珊的话中 还是带着一种施舍的口气 潜意识里更认定 叶飞不可能考上大学 徐海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就认定 小飞他考不上大学 曾鸿一拍手上的筷子 就要发飙 我这也是为小飞着想嘛 小飞的成绩 你又不是不知道 想要在几个月内 提高几百分 考上重点大学 你觉得现实吗 不如早做打算 徐海珊笑着为自己辩解道 好像他这么说 是真心实意为叶飞考虑一样 曾鸿文言沉默了 虽然他也想叶飞考上重点大学 但他也同样清楚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想要提高几百分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叶飞听到徐海珊的话 只是一笑 心中却是在想 如果徐海珊知道 他卡里现在就有着 将近两百万的存款 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想必会很精彩吧 叶飞心里想到 等徐海珊说完 叶飞才开口 谢谢小医夫 不过不用了 我还是想考考看 没准能超长发挥呢 徐海珊文言呵呵一笑 心中却是认为 叶飞不识抬举 也就懒得再多嘴 一瞬间 整个餐厅都安静下来 饭桌上的气氛十分诡异 啪 徐子凌将筷子扔下说了声 便拿起自己身上的小包往外走 你要去哪里 曾鸿连忙在身后追问道 明天就是周末了 我约了成家他们一起出去玩 放心我十一点前肯定回来 徐子凌不耐烦地说道 带小飞一起去 曾鸿说道 我的朋友又不认识他 我带他干什么 徐子凌自然不愿意带上叶飞 那就不准出去 曾鸿直截了当道 好了 真是服了你 我带着他还不行吗 徐子凌无奈指地说道 说完还瞪了叶飞一眼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点过来 叶飞有些无语 自己可没打算跟他一起出去玩 有那个时间 他还不如回去修炼 好早日帮成婉解决 身上的悬婴之气呢 然而 还不等他拒绝 旁边的曾鸿 已经帮叶飞将书包拿了过来 笑着道 小飞 你来海州这么久了 也没有好好逛逛 正好今天跟着玲玲一起去玩一下 学习虽然重要 但也要劳逸结合 再说 玲玲一个人在外面玩 我也不放心 有你跟着她 我也叫安心些 曾鸿这话 让一旁站着的许子凌 听得直翻白眼 叶飞见小姨都这么说了 只得无奈答应 跟在许子凌的身后 出了别墅门 许子凌走得很快 好像是要故意跟叶飞拉开一段距离 让看到的人 觉得他们两个不认识 叶飞则是在后面 按照自己的步伐 不紧不慢地走着 刚出了小区门口 耳边便响起了汽车的鸣笛声 叶飞抬眼一看 就见小区门口 停着几辆帅气的跑车 正成一字排开 煞事吸引眼球 玲玲 这边最前面的跑车 是一辆大黄蜂 从副驾驶位上探出头来 并伸出一只小手 朝着许子凌招了招手 这女生 就是许子凌口中的成家了 也是她海州义中的学生 和许子凌是闺蜜 见许子凌朝着跑车走去 叶飞也指的跟上 玲玲 你怎么这么晚才出来啊 我们都等你半天了 我跟你说 一会儿介绍一个大帅哥给你认识 成家等许子凌过来 便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 等看到许子凌身后跟来的叶飞 话语突然打住 喂 你是谁啊 跟在我们玲玲后面干什么 成家眉头一挑 打亮着叶飞道 许大美女 这位乡下来的朋友 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看起来有些逊啊 出门竟然还穿着校服 真是笑死我了 大黄蜂驾驶位上 成家的男朋友舌尘 哈哈大笑起来 你胡说什么呢 玲玲怎么可能找这样的男朋友 成家掐了一下舌尘胳膊说道 她是我表弟叶飞 也在海州一中读书 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去 许子凌无奈道 如果可以的话 许子凌绝对不想让人知道 她和叶飞的这层关系 只是 她更不想让别人误会 叶飞是她的男朋友 表弟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 等等 叶飞 这个名字 我好像在哪听过 成家突然瞪大了眼睛 指着叶飞大声道 我们学校上次模拟考试 听说有人考了250分 全年级垫底 那人就叫叶飞 不会就是他吧 250分 扑哈哈 老铁 没看出来啊 你还是个人才呢 蛇臣趴在方向盘上 哈哈大笑起来 好了 现在又没在学校 谈成绩干嘛 许子凌不耐烦地摆摆手 我坐哪辆车 我可不想坐你们的车 看你们秀恩爱 说完 许子凌美好气地看了叶飞一眼 有些后悔 带叶飞出来 尤其是 叶飞被蛇臣这般嘲讽 竟然连个话都没说 这般窝囊的样子 更是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放心吧 林林 这次我 可是给你找了个帅哥司机 承家笑呵呵地说道 就在他话音落下 大黄蜂后面的 那辆白色捷豹 S-Type跑车的车门打开了 从车内走出一年轻男子 年龄看起来跟他们差不多 也就十七八岁 一副英伦打扮 看起来颇为绅士 林林你好 我叫孔轩 是蛇臣他们的朋友 很高兴能认识你 孔轩来到许子凌身前帅气一笑 打招呼道 至于许子凌旁边的叶飞 自然被无视了 许子凌被这突然出现的孔轩 弄得有些措手不及 林林怎么样 意外不意外 惊喜不惊喜 孔轩也是海州人 不过她一直在国外读书 最近才回国 所以 你以前没见过她 大黄蜂上的成家 咯咯笑道 许子凌美好气地瞪了成家一眼 有些责怪 她搞突然袭击 还是跟孔轩打招呼道 你好 许子凌 许子凌看了看孔轩 又看了眼 站在自己身旁不发一言的叶飞 心中暗叹 果然 人和人不能比啊 两人年龄差不多 尤其是叶飞相貌也不差 然而 两人在气度上 却是一个天 一个地 林林 我的车上还有空位 不如你坐我的车吧 孔轩十分绅士地打开车门 笑着邀请许子凌上车 等许子凌上了车又轻轻地关上车门 这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充满了绅士风度 关上车门 孔轩看了眼叶飞 脸上带着不懈的笑容 仿佛才发现叶飞一般 道 兄弟 不好意思 我这车满了 你看看其他人的车 还有没有位子吧 说完 便把叶飞一个人扔在那里 自己上车了 叶飞无所谓 目光看向前面的大黄蜂 不好意思 我们这是情侣车 可不想上来的电灯泡 蛇尘耸了耸肩 看着叶飞 摆出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我的车只在美女 很显然 你不符合条件 孔轩车后面的那辆奥迪 TT车主说道 再往后 我的车也满了 我的车刚洗过 我可不想再洗一次了 后面的车主纷纷降下车窗 拒绝叶飞上车 头却都趴在车门上 戏谑地看着叶飞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孔轩坐在捷报车里 嘴角一勾 露出一抹隐晦的得意笑容来 而副驾驶的许子凌 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叶飞 要不你先回去吧 许子凌降下车窗 对着叶飞皱眉道 也好 叶飞怂怂间 对于这些富二代的聚会 他本就没什么兴趣 若非小一开口 他恐怕早就拒绝了 就在叶飞准备离开时 最后面那辆保时捷911降下车窗 从里面露出一张 轻力绝伦的小脸来 叶飞 上我车吧 清脆的声音 在众人耳边响了起来 叶飞也寻声望去 等看到那保时捷中露出的熟悉脸庞时 也不由露出恶然之色 这个人 他竟然认识 而且还十分熟悉 不是他班上的班长 那位无敌学霸笑话罗伊人 还能是谁 见叶飞有些发傻的愣在那里 罗伊人不由展颜一笑 怎么 才一个多小时不见 就不认识了 叶飞也笑了 抬起脚步 朝着罗伊人的车走去 呃 我没听错吧 罗伊人竟然邀请这小子上车了 好像 我也听到了 这怎么可能 一群准备看叶飞笑话的人 傻眼了 罗伊人其实并不是他们这个小圈子里的人 平时也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去 主要是 他们每次邀请 都被罗伊人拒绝了 这次出来完 还是成家仗着和罗伊人有些关系 才把罗伊人拉出来的 为此他们 这小圈子中的男性同胞都兴奋不已 有几人更是来之前洗过车 在车内喷得香氛 都希望罗伊人到时候能坐上自己的车 让他们失望的是 这次罗伊人自己开了车 而且 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罗伊人 这次开的车 却是在场所有车中最高档的 价格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因为这事 他们心里还遗憾了半天 而现实更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 罗伊人竟然让叶飞这个香巴佬 坐上自己的车了 妈的 这香巴佬 真是走了狗屎运 不少人都在心里暗骂了一声 许子凌见到邀请叶飞上车的 竟然是罗伊人 也有些诧异 两人虽然同是海州一中的校花 却关系不熟 不过想到叶飞所在的班级时 也有些释然了 罗伊人想必是看叶飞可怜 才让他上车的吧 许子凌心中暗暗想到 坐在许子凌旁边的孔萱 眼中却是掠过一抹阴沉之色 在场这些人很少有人知道 孔萱和罗伊人 其实是初中同学 初三时 孔萱曾经追求过罗伊人 还给罗伊人送过情书 只是 当天晚上 孔萱的父母 便收到了一名强权人物的警告 而且还是一名他父母 绝对惹不起的人物 孔萱父母回到家 便把孔萱狠狠收拾了一顿 并连夜把他送到了英国 让其留在英国读高中 从那之后 孔萱便知道 罗伊人不是他这样的人 能够招惹得起的 孔萱怎么也没想到 罗伊人竟然会邀请一个 在他眼中一无是处的 香巴佬上车 林林 你这位表弟 竟然认识罗伊人 看来背景有些不简单啊 孔萱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 叶飞是我二一家的表弟 从小就在乡下 还是我妈托关系 才把他调到海州一中来读书的 他能有什么背景 能认识罗伊人 完全是因为 他们两人在同一班级 许子林不屑说道 哦 原来如此啊 孔萱笑着说道 草 这香巴佬真是走了狗屎运 竟然上了罗伊人的车 蛇臣骂了一声 然后不耐烦地喊道 既然都上车了 那就出发了 大家都更好了 说完 便发动了车子 在前面带路起来 叶飞坐在车里 扫了一圈车上 那带着浓重少女风格的内饰 对罗伊人调笑道 大班长 隐藏得够深的呀 真没看出来 你竟然还是个小富婆 罗伊人正开着车 文言转头看了叶飞一眼笑道 我也没想到 徐子凌竟然是你表姐 叶飞文言耸了耸肩 见叶飞不说话 罗伊人略有些好奇地 打量起叶飞来 叶飞这几天的表现 完全颠覆了以往给他的印象 他很好奇 在叶飞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以往的那个叶飞 谨小甚微 唯唯诺诺 且胆小怕事 甚至都不敢正眼和自己对视 然而 现在的叶飞 在他的面前 竟然都能面不改色 在看到自己开的 价值上百万的车时 不但没有露怯 反而能开口调笑一句 正当他打量着叶飞时 叶飞也抬起了头 四目相对 罗伊人不由地翘脸一红 转过头去 仿佛要专心开车一般 等了一会儿 见叶飞没有说话 罗伊人忍不住开口说道 叶飞 你最近的变化很大 让我有些看不透你了 我很好奇 在你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叶飞文言 心中也是有些感慨 是啊 确实有些大 刚来到海州一中时 他就喜欢上罗伊人了 可是却不敢说出口 甚至跟罗伊人说句话 都会脸红 下意识地低下头去 根本不敢跟罗伊人对视 在他内心深处 有着一抹藏得极深的自卑 可是如今的他 在罗伊人的面前 却能够面不改色 侃侃而谈 大班长 你知不知道 对一个人产生好奇心 是喜欢上他的开始 叶飞笑着说道 呸 罗伊人清脆了一口 翘脸微红 我以前 还以为你是个老实学生呢 没想到你也这么贫 真是看错你了 不知道为何 此时的叶飞 给他一种很舒适的感觉 有叶飞在身边坐着 罗伊人感觉到很放松 话也不自觉地多了起来 这要是放在以前 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呵呵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 等你了解我之后 你就 想打我了 叶飞也笑着说道 我现在就想打你了 罗伊人挥了挥小拳头 示威似地说道 两人在车内笑着聊天 都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 车队都快要出市区了 前面的车子才减速 在一处露天停车场上停下 等罗伊人停好车 叶飞从车内下来 才发现 这里已经是属于郊区了 然而却不给人任何荒凉的感觉 整个停车场 停着各种各样的豪车 就连奔驰 宝马豪车等在这里 也是稀松平常 根本不显眼 竟然是一处私人会所 叶飞抬头看着 眼前装修的富丽堂皇 恍如宫殿般的建筑 暗暗说道 在荒郊野外 建一座如同宫殿般豪华会所 不得不说 这些城里人真会玩 这算个屁的豪华 就在叶飞感慨时 轮回老祖声音 在叶飞耳边响起 别说是仙剑了 就是在修真剑 那些强大修真者的行宫 都比这里豪华亿万倍 豪华亿万倍 老祖 你说得也太夸张了吧 叶飞心中不幸的 夸张 小子 你见过将一座 方圆百万里的岛屿 悬浮在天上 作为住所的吗 截取万丈高峰为假山 以地水灵夜为流水 亭台楼阁上万 仙秦神鸟无数 轮回老祖的声音再次响起 悬浮在天上 方圆百万里 万丈高峰为假山 地水灵夜为流水 这 老祖你说的这些 都是真的 叶飞瞠目接舌问道 哼 这算什么 轮回老祖不屑一笑 那些先帝强者的行宫 那才是真豪华 最小都是方圆亿万里 由神鸟鲲鹏驼付 在无尽宇宙中穿梭 而不损分毫 你手里的那块灵月 给人家拿来铺地砖的资格 都没有 而叶飞顿时哑然 咦 叶飞还在这里愣着干什么 怎么不进去 就在叶飞和轮回老祖交谈时 罗伊人走了过来 见到叶飞看着这会所愣神 忍不住问道 哼 土包子 没见过这么高端的会所吧 是不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 叶飞一看 这人正是之前拒绝叶飞上车的那位 奥迪TT的车主 此时 看向叶飞的目光充满了挑衅 又一个自以为是的白痴 叶飞心中暗骂了一声 自然看得出 他是冲着罗伊人来的 想在罗伊人面前表现自己 这样的人 叶飞已经懒得理会了 郭春海 你过分了 罗伊人秀眉一皱 看着奥迪 TT男有些不悦道 我说的有错吗 他本来就是乡下来的 不是土包子是什么 郭春海笑呵呵道 说完 还拍了拍后脑勺 仿佛才想起来什么 继续对叶飞说道 哦 我刚才好像还听说 你上次的模拟考试 考了250分 真是厉害啊 还真是讨厌啊 叶飞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郭春海 如同苍蝇一般地 在他面前嗡来嗡去 已经成功引起了他的反感 叶飞抬了抬眼皮懒洋洋道 我知道你这么着急贬低我 秀你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 是想引起罗伊人的注意 但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样子 像极了一只想要在雌性面前 展示自己的雄孔雀 虽然展示了漂亮的羽毛 殊不知 也把你最丑陋的屁股暴露了出来 扑哧 一旁的罗伊人 听到叶飞这话 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感觉叶飞这个比喻 还真实 很形象 不过 也挺损的 叶飞这不急不慢的话语 却是让得郭春海 一张脸仗得通红 手指着叶飞就要动手 你他妈说什么嘛 郭春海 你们干什么呢 还不快进来 就在这时 已经进去的蛇臣走出来 对着他们三人催促道 小子 你他妈给我等着 郭春海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声 便转身向会所内走去 郭春海的老爸 可是海州市警察局的副局长 王成在他面前都要矮一头 你得罪了王成 现在又得罪了郭春海 以后恐怕有得受了 罗伊人看着叶飞 似笑非笑地说道 哼哼 一只羊是赶 一群羊也是放 债多了不愁 狮子多了 不怕咬 让他们放马过来好了 叶飞这般被揽的话语 让得罗伊人一阵无语 他一脸认真道 我发现 你有句话说得很对 你现在的样子 真的很欠奏 叶飞进入会所之后 才真正认识到 这会所的豪华 用复利堂皇来形容 都感觉有些说低了 虽然轮回老祖曾说 那些强大修真者的行宫 动辄就方圆百万里 可那些对现在的叶飞来说 太遥远了 而眼前的这些 则是他实实在在看到的 他们被服务员 领到了一个独立的包厢 整个包厢不下于一百平米 装修得也是奢华至极 里面还配有酒柜和吧台 俨然一个小型的酒吧 见到叶飞和罗伊人一起进来 郭春海从鼻子里 发出一声重重的冷哼 撇过头去不去看他 郭春海 你们刚才在外面聊什么呢 大家都等你们半天了 蛇臣看出郭春海脸色不对 不由好奇问道 没什么 郭春海敷衍道 他自然不愿意 把在叶飞面前吃瘪的事情 告诉在场的人 叶飞一笑 郭春海不说 他也没兴趣去说 自己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 罗伊人刚想要在叶飞旁边坐下 承家受到蛇臣示意跑了过来 拉住罗伊人的手 伊人 你坐那里干什么呀 走 我们去那边点歌了 说完 便不由分说地 把罗伊人拉到了他们那边去 罗伊人给了叶飞一个无奈的眼神 指得让承家一起拉着去点歌 叶飞看得出 这些人是在孤立他 也不在意 他也从没打算 要融入这些富二代的圈子 叶飞之前坐罗伊人的车 早已经引起了在场几个男生的不满 其中一人看叶飞进来后 竟然还摆出一副 悟空一切的样子 不由冷笑起来 忍不住大声道 这包厢可真大 我以前也来这里玩过几次 却没有一次订到过这么大的包厢 还是蛇臣你有面子 某些土包子 一定要多看两眼啊 以后可就没机会来了 众人闻言 目光都奇奇地看向了叶飞 眼中带着细血 蛇臣看了叶飞一眼 不屑一笑 这才解释说道 我可没这么大面子 这三楼的几个大的包厢 就是有钱都订不到 还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身份才行 这次还多亏了孔少 呵呵 也没什么 孔宣面带得色 却装作不在意地说道 我爸是这里的黄金会员 我也是沾了我爸的光 黄金会员啊 一人忍不住感叹道 听说 想要成为这里的黄金会员 每年的消费 至少要达到一千万才行 你说得不错 不过 那只是标准之一 想要成为这里的黄金会员 仅仅年消费 达到一千万是不够的 孔宣一笑 故作平淡地 将手里的黄金会员卡 放入了兜里 这一动作 看得众人又是一阵眼热 甚至都忘记 嘲讽叶飞了 哒哒哒 就在这时 包厢门被人敲开 一名容颜娇媚 带着无尽 魅惑气息的美妇人走了进来 在她手中 还拿着一瓶红酒 没有打扰到诸位的雅兴吗 美妇人进来 未雨先笑 那充满淑女的风情 一瓶一笑都带着魅惑 让得在场的不少男生 都看傻了眼 孔宣见到来人 连忙站起来道 曼姐 您怎么来了 听下面人说 孔少带了朋友来这里玩 我送品酒来给诸位住住信 希望 没有打扰到诸位的雅兴 名叫曼姐的魅惑女人笑道 这样一个充满魅惑的女人 竟然是会所的主人 而且亲自来给孔轩送酒 众人 看向孔轩的目光再次变了 有崇拜 有羡慕 一个个 都恨不得站在那里 接受送酒的人是自己 孔轩 也感觉有些受宠落惊 等看到包厢内众人 看自己的眼神时 顿时感觉十分有面子 摆了摆手说道 哼 曼姐说笑了 您能过来是我们的荣幸 怎么会打扰呢 曼姐一笑 将手中的红酒放下 又与众人客气了两句 才告辞离开 等曼姐一离开 整个包厢沸腾了起来 我靠 竟然是96年的拉菲 一人拿起桌上的红酒 一看之下 忍不住惊呼出声 虽然比不上82年的拉菲 更没有64年拉菲珍贵 但这一瓶酒市面上的价格 也要一万多块了 蛇臣笑着道 孔少 刚才那位 就是这会所的老板吧 不错 孔轩傲然地点了点头 那位曼姐 正是这家会所的老板 众人闻言 都是瞳孔一缩 听说 这会所背后的主人是熊爷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郭春海开口问道 不错 那位曼姐 便是熊爷的女人 孔轩说道 死 包厢内传来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 熊爷 炎熊 那可是整个海州市 最有能量的人物之一 海州地下势力的大佬 听说其背景通天 连海州市领导在他面前 都要客客气气的 郭春海嘖了嘖嘴 炎熊 那可是他老子都不敢惹的人物 孔少 能让曼姐来敬酒 想必一定见过熊爷吧 郭春海忍不住问道 孔轩闻言 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 他老子虽然有些钱 也是这会所的黄金会员 但也只是跟这会所的曼姐认识 还没有资格认识到炎熊 呵呵 当然 我还给熊爷敬过酒呢 孔轩笑着说道 厉害 佩服 来 孔少 我敬你一杯 以后兄弟就跟你混了 包厢内气氛热烈 而孔轩 则无疑成为了这个小圈子的中心 点隔台旁 承家撞了撞许子林的肩膀 说道 看到了吧 孔轩这样的 才是白马王子 你那位表弟 不过是个屌丝而已 你可别干傻事 在说到表弟两个字时 故意加重了音 听起来阴阳怪气 你胡说什么啊 叶飞 他真是我表弟 许子林美好气地 瞪了承家一眼 旁边的罗依人笑了笑 没有插嘴的意思 如果说场中没有受到影响 除了罗依人 便只剩下叶飞了 叶飞就像是一个局外人一般 坐在角落里 自顾自地 喝着桌前摆放的茶水 显得格格不入 孔轩见叶飞 竟然坐在那里喝茶完 丝毫没有上来给他敬酒的意思 眼中不由闪过一道利盟 罗依人他不敢惹 可叶飞不过是一个 乡下来的土包子 难道他还惹不起 哼 叶兄弟以前在乡下 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吧 一会儿记得多喝两杯 孔轩笑眯眯地对叶飞道 好啊 叶飞仿佛没有听出 孔轩的话外音 点头一笑 孔轩呼吸一致 仿佛自己的一记拳头 打在空气中一般 有气都撒不出来 这让他感觉十分难受 忍不住冷哼一声 孔子 小心一会儿 别把舌头吞下去 郭春海冷笑着说道 哦 提醒你一下 这空酒瓶都能卖个上千块 走的时候 可别忘记带上 没准能顶你半年的生活费呢 一群人笑嘻嘻地看着叶飞 没有人上前替他解围 徐子凌见众人挤兑叶飞 眉头微微一皱 随后又舒展开来 心中暗暗道 让他吃些亏 长点教训也好 省得他明明没什么本事 还总装出一副 目空一切的样子 想到这里 徐子凌也没了为叶飞解围的打算 众人嘲讽了叶飞几句 见叶飞没有回应 便觉得没有了兴趣 开始自顾自地唱歌喝酒起来 不到半个小时 整个包厢内 便弥漫着各种烟酒混杂的味道 叶飞实在是受不了这种味道 干脆出包厢来透气 他刚走出包厢 徐子凌也在后面出来了 有事 叶飞看着身后的徐子凌问道 我提醒你一句 你最好不要打罗伊人的主意 他是不会看上你的 徐子凌掐着腰冷冷道 哦 多谢提醒 叶飞平淡说道 你 徐子凌见叶飞这样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罗伊人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之前让你上车 不过是可怜你罢了 你别自作多情 看到今天的场面 你就没有什么感触吗 孔轩和你年纪相当 可是连这会所的老板 都主动送酒给他 他虽然还在上高中 以后却注定会飞黄腾达 他和罗伊人才是同类人 我现在提醒你 侍卫你好 省得你到时候 撞得头破血流 叶飞文言呵呵一笑 心中却暗暗摇头 徐子凌啊 徐子凌 你根本就不知道 站在你对面的是什么人 孔轩家里有钱又怎样 还不是凡人一个 而我 却是一名修真者 哪怕他家财万贯 哪怕他富可敌国 在强大的修真者面前 也不过是蝼蚁而已 所谓的财富 人脉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是浮云 只是这些 叶飞自然不会告诉徐子凌 徐子凌还要继续教训叶飞 就在这时 包厢门打开了 徐子凌的话立马止住 喝得半醉的蛇臣 搂着程家 从里面走出来 寻找厕所 里面不是有厕所吗 徐子凌有些奇怪地问道 已经被人占了 我们去公共厕所 程家听到徐子凌的话 脸上莫名一红 连忙找借口掩饰道 哦 那你们小心便 徐子凌说了一句 等蛇臣两人离开 徐子凌又继续道 不过 你刚才有一点做得很对 在包厢里没有和孔轩他们顶嘴 他们每一个都不是你能招惹的 说完 丢下一句 你好自为之吧 便转身进了包厢 叶飞无奈摇头 自己这位表姐 还真有些自以为是啊 她在包厢里没有搭理孔轩他们的嘲讽 不过是懒得理会罢了 竟然被徐子凌解读成了胆怯 不敢招惹 这世界上 或许有她惹不起的人 但绝对不包括孔轩他们几个 如果 当时孔轩几人突破了她忍耐的底线 叶飞也不介意给他们一个难忘的教训 就在叶飞要回包厢时 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叶飞拿出手机一看 来电的是一个陌生号码 他眉头一皱 他的手机号码 除了家里人 只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 难道是家里出事了 叶飞心中暗暗想到 还是接通了电话 你好 哪位 你是叶飞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略有些急切的声音 你昨天是不是去了玉器街的玉满堂 还在那里就醒了一位老人 你救的那个人是宋老 你现在在哪里 宋老想见你 叶飞听完便明白了过来 昨晚上他就已经猜到 他就醒的那人身份恐怕不简单 没想到才一天时间 这些人就已经摸清了自己底细 连手机号码都搞到了 叶飞猜测 那宋老恐怕不会 只是想要见他那么简单 昨天晚上他 虽然就醒了宋老 却并没有治好宋老 也就是说 宋老只是醒了 但并却还在 这位宋老要见我 恐怕是想让我治好他的病吧 叶飞心中一笑道 毕竟 那宋老的病可是在脑部 如果其他人能够治好的话 也不会拖到现在了 叶飞反正也不想在这里多待 去看看导演无房 便爆出了地址 我在一家私人会所 那地方我知道 我马上来接你 那人说完 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 电话挂断 叶飞才发现 手机上有多个未接电话 都是之前那号码打来的 不过因为之前他在包厢里太吵了 根本没有听到 成家和蛇臣两人勾搭着 来公共卫生间 还没到卫生间门口 蛇臣已经在后面将成家抱住 一只手伸到成家衣服里面 成家一张脸通红 都快要滴出水来 蛇臣兴奋的眼珠子都红了 伸手就要去扒成家的裤子 嘎吱 就在这时 卫生间那一个隔间的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胖子 中年胖子见到成家 这副骚眉入骨的样子 顿时双眼放光 忍不住问道 价格好商量 说完还伸出闲猪手 对着成家那傲人部位抓了一把 嗯 成家早被蛇臣捏得心痒难耐 被中年胖子这么一抓 顿时刺激的一哆嗦 我操 蛇臣见中年胖子 竟然敢摸自己的女朋友 肺都快气炸了 大骂道 你他妈才是小姐 你全家都是小姐 你 小子 你怎么骂人 中年胖子被骂得脸色一变 骂人 老子还特别要打你的 蛇臣说着 挥起拳头 便朝中年胖子鼻梁砸了过去 咔嚓 中年胖子捂着鼻子惨叫一声 烟红的鲜血 顺着他的手指 凤流了出来 蛇臣却并没有就此罢手 两拳便将这被酒色 掏空的中年胖子 打倒在地 之后 更是一阵拳打脚踢 这时候 成家也清醒了过来 连忙拉着蛇臣 不要打了 再打就要出人命了 蛇臣又是连踹了中年胖子脊脚 才骂道 别他妈让我再看到你 不然老子 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你 你们给我等着 中年胖子捂着鼻子 放下一句狠话 便狼狈逃跑 操 好好的兴致 就被这个砸碎给破坏了 别让我再见到他 蛇臣骂骂咧咧 也没了兴致 拉着成家 便回包厢去了 咦 你们两个这么快就办完事了 蛇臣 没看出来 你还是个快枪手啊 郭春海见到蛇臣两人进来 哈哈大笑道 草他麻的 被一个孙子破坏了兴致 根本什么都没干 蛇臣一脸不爽地骂道 众人闻言 连忙追问 发生了什么事 会所顶楼包厢 这个包厢是 整个会所最大的包厢 比叶飞他们所在的 那个包厢更大 也更加的豪华 这个包厢从不对外开放 乃是严雄的私人包厢 包厢内 一名光头中年男子 正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看着舞台上 十几名少女表演 这些少女 每一名都面容娇好 身材纤细修长 放在外面 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女 在光头中年人的大腿上 还坐着一名 带着无尽魅惑的美妇人 正是之前 进入叶飞他们包厢 给他们送酒的曼姐 此时的曼姐 就仿佛乖巧的小媳妇一般 正将手中包好的葡萄 递到身下中年人的嘴里 能够让会所的主人曼姐 如此对待的 只有一人 这中年人的身份 也就呼之欲出 正是那位海州地下势力的 大老颜雄 雄也 嘎吱 包厢门打开 一名中年胖子捂着鼻子 一脸晦气地走了进来 咦 关老板 你这是怎么了 才刚出去一会儿 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子 严雄诧意问道 嗨 别提了 在卫生间门口 碰到一男一女 那女人年龄不大 看起来却是挺骚的 你也知道我就好这口 我还以为那女的是妓女呢 就去问那男的 愿不愿把她让给我 结果被打了一段 中年胖子 无比郁闷说道 哦 严雄闻眼眼睛一眯 是谁这么大胆子 竟然敢打我严雄的客人 我也不知道那两人是谁 刚才喝得有些多 迷迷糊糊的 就跑到三楼的卫生间去了 要不怎么说会气呢 中年胖子骂道 三楼 一旁的曼姐闻眼一笑 我知道是谁了 哦 说来听听 严雄嘴角一扯 脸上露出一抹冷酷的笑容 今天整个三楼 只有一个包厢有人订了 应该就是他们 订包厢的人 是孔盛年的儿子孔轩 他今天在这里 和一些朋友聚会 曼姐一笑说道 这孔盛年是什么人物 中年胖子忍不住说道 一个做建材生意的小老板罢了 也就有几亿的身家 曼姐不在意地说道 我曹他马的 中年胖子顿时大骂了起来 我踏马还以为什么牛逼人物呢 竟然是个几亿身家的小老板 老子每次去拉斯维加斯书的 都不止这个书 呵呵 管老板放心 既然你在我的地盘上被人打了 我自然要给你一个交代 严雄说完 转头对站在身后的一名保镖说道 小道 你带几个人过去 把他们都带过来 是那保镖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包厢 三楼包厢内 众人听完舌尘的附数 都暗暗为舌尘感到倒霉 叶飞看了眼时间 已经十点了 他一会儿还要去见那位宋老 想到这里 他起身来到许子林身边说道 时间不早了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别让小姨担心 才十点而已 什么不早了 小子你懂不懂啊 这个点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一人语气不善道 嘿嘿 叶飞 你不就是怕之前 舌尘打的人找上门来吗 怕就说出来好了 我们又不会笑话你 郭春海在旁边 添油加醋道 哼 叶兄弟放心好了 在这里会所里 还没有人敢把我们怎么样 孔轩一笑道 听起来好像是在安慰叶飞 舌尘本来有气就没处撒 听到众人这么说 更是大骂道 要走你他妈自己走啊 谁拦着你了 干嘛要拉着许大美女 就是 有人拦着你吗 是你自己死皮赖脸 留在这里的好不好 一个香巴佬 还他妈死皮赖脸的 朝着我们圈子里凑 你够资格吗 一群人对叶飞冷嘲热讽起来 许美女 你自己选吧 你是要留在这里 跟我们一起 还是跟这个香巴佬离开 舌尘看着许子凌问道 叶飞 要不你先走吧 我在这里待一会儿再走 许子凌皱了皱眉头 她有些责怪叶飞 当这个出头鸟 这里这么多人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话了 哈哈 小子 你听到没有 许美女让你先走 你还他妈来在这里干什么 舌尘大笑道 你给小姨打电话说明情况 我自然会走 叶飞看了许子凌一眼 淡淡说道 至于舌尘 则直接被他无视了 啪 叶飞这话落下 舌尘猛地将手里的酒瓶摔在了地上 酒瓶摔得粉碎 将包厢内的女生都吓得尖叫起来 你他们耳朵聋了是吧 许美女都让你走了 你还不滚 是不是皮养签收啥 舌尘说着 撸起袖子 就要和叶飞动手 叶飞眼中闪过一道冷色 他不理会这些人 不是害怕 不过是懒得理会罢了 只是 现在看来 这些人似乎把自己的退让 当成了畏惧 叶飞 你先回去吧 一会儿我会给我妈打电话说清楚的 许子凌见到包厢内 剑拔弩张的气氛 开口说道 唉 叶飞叹了口气 心中摇头 这群无法无天的富二代 还真是头脑简单 他们也不想想 能出现在三楼卫生间里的人 又岂会是没有背景的人物 难道 他们真的以为 在这里没有人能惹得起他们 如果不是小姨的嘱托 叶飞真不想管这位表姐 不过 既然许子凌都这么说了 她也就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了 叶飞站起身来 刚要离开包厢 突然神色一动 下意识地朝包厢门口看去 眼中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看来 现在想走 也走不成了 叶飞站起身 却没有迈步离开 这让得蛇臣更加恼怒 啪 蛇臣又将旁边桌子上的 酒瓶抄起来 朝叶飞身边的地上砸了过去 将酒瓶砸得吸碎 还他妈不快滚 这地方不好打车 我送你回去吧 一旁 一直没有说话的罗依人站起身来 要开车送叶飞离开 草 众人见到罗依人的动作 都在心里骂了一声 叶飞朝罗依人苦笑一声道 现在 恐怕想走也走不成了 小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会是后悔 又想留下来吧 郭春海冷笑着说道 草 你他妈以为这里是公共厕所呀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还不快滚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 要不是我们 你有资格来这里吗 一群人冷嘲热讽 碰 他们话音还没落下 包厢的门被人一脚踹开 十几名全副武装 黑衣黑裤的保镖冲入了包厢当中 为首的男子手中还把玩着一把锋利的小刀 正是那名被严雄喊做小刀的手下 刚才 是谁在厕所里打人的 小刀扫了包厢内众人一眼 冷笑一声道 说说说 众人都将目光落在了蛇尘身上 你们是什么人 谁他妈让你们进来的 距离门口最近郭春海被踹门声吓了一跳 当看到进来的是这些保镖时 顿时破口大骂起来 碰 郭春海还没有骂完 那小刀便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将他踹的道飞出去 落地之后 哇的一声吐了起来 郭躁 小刀拍了拍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抱怨了一声 这才朝蛇尘看去 就是你小子 是你老子我怎么样 你他妈动我一下试试 老子弄死你 蛇尘被小刀 这如同看蚂蚁的目光激怒 大骂着道 小子 嘴倒是挺利索 一会儿可不要打哆嗦 小刀冷笑一声 对身后的人说了一声道 带走 两名保镖便朝蛇尘抓了过来 蛇尘还打算反抗 结果被其中一名保镖 在肺部捶了一拳 闷哼一声 便瘫软在那里直吸冷气 额头上更是不满汗珠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真是不知所谓 一名保镖抓着蛇尘的衣领 如同提死狗一般 将蛇尘提了起来 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敢动蛇尘 他爸爸不会放过你们的 成家大声尖叫着 只可惜 这些黑衣人里都没有理会他 孔轩知道 这个时候他再不站出来 他刚刚在这小圈子里建立的核心地位 就要崩塌了 这位朋友 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孔轩走到小刀面前说道 是不是误会 你说了不算 当然 我说了也不算 小刀扫了孔轩一眼 说道 你想踢他出头 就跟我们一起过去 有什么话 还是当着正主的面说吧 孔轩神色变换 最终一咬牙道 好 我们也一起过去 小刀呵呵一笑 带着众人在前面带路 等这些黑衣人都出去 孔轩转过头 对包厢内的众人说道 你们不用担心 我爸是这里的黄金会员 他们不敢 把我们怎么样的 再说了 这里可是熊野的地盘 他这话虽然是对众人说的 却更像是在给自己鼓劲 说完 一步出了包厢 其他人也纷纷跟上 叶飞对站在旁边的罗伊人 和许子林轻声道 一会儿你们站我旁边 不然有什么意外 我无法照顾你们周全 罗伊人点了点头 许子林却是哼了一声 心中自然不认为 叶飞能保护他们 说这话 不过是在罗伊人面前卖乖 更是看叶飞不顺眼 顶楼包厢中 严雄摇着手中的红酒杯 扫了一眼 站在门前如同安纯似的 众多少男少女 冷笑道 就是你们打了我的客人 就是他 这个小杂碎 就是化成灰 我也认识他 中年胖子 指着蛇臣怒骂道 说着 走上前去 一巴掌扇在了蛇臣的脸上 将蛇臣的嘴角 都扇裂出血来 我操你妈的 蛇臣何曾被人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如此羞辱过 大骂一声 挣扎着就要冲上去 跟中年胖子拼命 只是 他刚一动 身旁的两名保镖 便死死卡住他的脖子 让他动弹不得 蛇臣喘着粗气 一张脸憋得通红 小杂碎 你他妈再嚣张啊 你再打老子啊 中年人哈哈大笑起来 抬脚又朝蛇臣踹了过去 住手 承家哭着尖叫起来 你不要再打了 我们赔你钱还不行吗 孔轩的脸色也很难看 他看着坐在中央的严雄道 这位朋友 我爸孔盛年 是这里的黄金会员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给你个面子 严雄仿佛听到 天大的笑话一般 哈哈大笑起来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别说是你 就是你老子孔盛年在这里 他也不敢跟我要这个面子 严雄眼中 带着射人的寒光 你 孔轩一张脸仗得通红 我警告你 这里可是熊爷的地盘 孔少可是给熊爷敬过酒的 事情闹大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郭春海想到孔轩之前说过的话 大声警告道 给熊爷敬过酒 中年胖子 闻言看了看严雄 正好严雄的目光也看了过来 两人的目光 都变得有些诡异 孔轩还以为 郭春海的话 把两人震慑住 淡淡道 不错 我确实给熊爷敬过酒 我想 这点小事 就不用我请熊爷来解决了吧 扑痴 刚从包厢外走进来的曼姐 听到孔轩这话 忍不住笑出声来 而包厢内中年胖子 更是差点笑弯了腰 哈哈 熊爷 这小子 说他给你敬过酒 却连你本人都认不出 真是笑死我了 中年胖子 丝毫不顾形象地大叫道 什 什么 熊 熊爷 孔轩目光看着眼前的光头中年人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就是熊眼 那位海州地下室里的大老颜熊 一瞬间 孔轩脸红到了脖子根 既而由红色变成了青黑色 他恨不得 现在就找个地方钻进去 今天 可真是丢人他妈 给丢人开门 丢人到家了 孔轩身后的众人 此时才意识到他们得罪了什么人 一个个面如死灰 眼前的这个光头中年人 竟然就是 那位叱咤海州风云 一个个额头上 都吓得冒出冷汗来 关老板 你说这是怎么解决吧 颜熊把决定权 交给了中年胖子 嘿嘿 中年胖子嘿嘿一笑 走到成家面前 丝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淫秽目光 你 你想干什么 我们赔钱 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成家这时候 也被吓得不知所措起来 赔钱 老子他妈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钱 中年胖子冷笑一声 掐着舌尘下巴道 你他妈不是嫌老子摸你的女人吗 老子今天就当着你的面 搞你的女人 看你能拿我怎样 中年胖子这话说完 成家脸色刷一下就白了 其他少年少女 脸色苍白的可怕 他们虽然是富二代 平时也无法无天 可何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一个个手足无措 而此时 中年胖子的一只手 已经朝着成家抓了过来 住手 许子凌将成家拉到自己身后 冷声道 我警告你们 刚才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最好不要乱来 叶飞听到自己这位表姐的话 无语地闭上了眼睛 许子凌这哪是警告啊 简直是在火上浇油 果然 许子凌话音落下 整个包厢内的空气 仿佛都瞬间凝固下来 哈哈 严雄的笑声 在响彻整个包厢 听在人耳中 却感觉冰寒刺骨 好 报警好啊 我倒要看看 哪个警察赶来我严雄的场子 严雄脸色猙獰的可怕 嘿嘿 中年胖子此时也抱着双臂 冷笑连连 本来 我只打算小小教训 你们一下算了 既然你们先坏了规矩 那也休怪我严雄不讲规矩 严雄冷笑一声 他指了指成家 以及其旁边的许子凌 罗依仁三人 今天你们三个留下来陪酒 这件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熊爷 您不能 孔炫连忙开口 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那小刀 一脚踹在肚子上 倒飞了出去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知道 熊爷怎么做事 小刀收脚 不屑一声道 把他们三个抓过来 其他人丢我轰出去 严雄对身旁的保镖吩咐道 话音落下 三名保镖朝着许子凌三人 走了过来 就要将他们抓到严雄身边去 啊 三女被冲过来的保镖 吓得尖叫起来 砰砰砰 三声剧烈的撞击声响起 那三名保镖 尚未接触到三女的身体 便应声道飞了出去 叶飞将三名保镖踹飞之后 这才站出来 淡淡道 熊爷是吧 给我个面子 今天这事就到此为止吧 静 整个包厢内静得可怕 所有人看叶飞的目光 如同看白痴 给你面子 你他妈是谁啊 这便是此刻众人心中想法 哈哈 有趣 有趣 已经多久没有人敢找我要面子了 没想到今天竟然一次出现了两个 严雄脸上露出玩味笑容 小子 你又是什么人 靠山是谁 尽管说出来吧 我倒看看 他够不够格 让我给他面子 严雄虽然是在笑 眼中却是带着杀意 我妈 叶飞也笑了 仿佛没有看到严雄那如同要吃人的目光 淡淡说道 我不过是个普通学生罢了 没有靠山 哄 叶飞这话说完 众人感觉 整个包厢的空气 都仿佛凝固了 好 好 好 严雄连说了三个好字 盯着叶飞道 小子 很好 你成功地激怒了我 啪啪 严雄拍了拍手掌 一瞬间数十名手持兵器 全副武装的保镖便冲入了进来 将叶飞等人围在中央 冷笑连连 看来是我低调太久了 一些阿猫阿狗 竟然都敢上门来挑衅了 小子 你不是很能打吗 那我就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严雄冷笑说道 完了 孔轩哀叹一声 闭上了眼睛 等再次睁开眼时 看向叶飞的目光充满了憎恨 本来还有缓和的余地 只要我们开口求饶 雄爷 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想必是不会过分为难我们的 现在被这香巴佬一搅和 彻底完了 其他人听到孔轩这话 看向叶飞的目光充满仇视 这个香巴佬想干什么 这个白痴 他想要害死我们不成 他知不知道 他所面对的人是谁 真被这个蠢货害死了 一群人低声咒骂起来 小子 你他妈想死别拖累我们 郭春海更是对着叶飞大骂起来 说完转头对着严雄说道 雄爷 我们根本不认识他 是啊 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不是一起的 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香巴佬 其他人齐声附和 这时 之前在舞台上表演的一名美女 走到了严雄跟前 神色怪异地看了叶飞一眼 躬身在严雄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疼 严雄瞬间站了起来 瞪着叶飞 眼中带着射人的煞气 小子 原来是你 昨天 就是你在我的店里 敲诈了一百万 严雄咬牙切齿到 我还没去找你 没想到你小子 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很好 正好心仇旧恨一起算 叶飞看了和严雄说话的美女一眼 此时他也认出来了 这人正是昨天晚上 在玉满堂的那名女店员 什么 叶飞竟然敲诈了熊爷一百万 他难道是在找死不成 这怎么可能啊 叶飞他不过是个香巴佬而已 怎么可能敲诈熊爷 孔萱他们听到严雄这话 魂都快吓出来了 严雄是谁 那可是整个海州地下势力的大佬 就连海州势力的领导 都要给他几分颜面 是真正的枭雄人物 可是 叶飞这个从乡下来的土鳖 竟然敢敲诈颜雄的钱 而且还是一百万 这他妈不是作死是什么 虽然被数十名保镖围在中央 叶飞却神色不变 但但道 既然你要跟我算账 那就让他们先离开吧 我留下来陪你慢慢玩 是啊 熊爷 让我们先走吧 他和你有仇 跟我们没关系啊 就是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 熊爷 叶飞得罪了你 你要打要杀随便 我们没得罪你啊 孔轩等人连忙附和起来 叶飞想作死 他们可不想跟着一起死 叶飞 你说话啊 是你得罪了熊爷 跟我们没关系 你不要连累我们 承家建言雄不说话 不由焦急催促起叶飞来 想要让叶飞把责任都揽过去 叶飞扫了这群人一眼 眼中满是厌恶 如果不是不想自己的秘密 暴露在这些人面前 他真的不想管他们死活 好 我倒是想看看 你怎么玩 严雄点头 对身后的保镖说道 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 孔轩等人听到严雄这话 如文大赦 迫不及待地 便向门外跑去 这个时候 他们自动忽略了叶飞 没有义人问 留下来的叶飞该怎么办 义人 我们也快走吧 承家拉拉拉 站在叶飞旁边没动的罗一人 催促道 你走吧 我留在这里陪叶飞 罗一人头都没回 淡淡说道 一人 你是不是傻啊 你留在这里 根本没用 还不如跟我一起出去等消息 承家连忙说道 然而 罗一人却是平静地摇了摇头 这件事本来和叶飞没有关系 不能让他一个人扛下来 你们走吧 我已经决定了 徐子凌也同样没走 看着叶飞又气又急 他虽然很不待见叶飞 但怎么说 叶飞也是他的表弟 他虽然气叶飞这个时候强出头 但也不能把叶飞一个人留在这里 承家 一人 你们走吧 我和叶飞留在这里 徐子凌说道 叶飞转头看了罗一人和徐子凌一眼 说道 你们都离开吧 让你们在这里 反而会拖累我 是啊 是啊 一人 子凌 我们在这里只会拖累他 还不如出去联系家里 没准能想到办法救他 承家连忙复合道 你 徐子凌见叶飞这个时候还在承能 气得都快发疯 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 承家这话说的有道理 他恼怒地拉着罗一人道 一人 我们走 让他一个人在这里承能好了 叶飞 罗一人被两人拉着 还是不愿离开 有些担忧地看着叶飞 叶飞回一个笑脸 道 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罗一人见此指的点头 跟着两女一起离去 等三女离开 叶飞活动了下手脚 看着严雄淡淡道 有什么手段 都放马过来吧 小子 你够狂 严雄咧嘴露出一口白牙 对那群保镖说道 一起上 好好教教这小子 怎么做人 众多保镖齐声应下 仿佛一群狮子 对被围起的毒羊 发动了猛攻 挥动手中兵器 朝叶飞砸了过来 几十名手持武器的保镖 一起围攻叶飞 这哪里是教叶飞怎么做人 分明是要教叶飞 怎么做肉酱 找死 叶飞嘴角呢喃一声 眼中闪着冷芒 他的身体同样动了 后脚猛然发力 嗖的一声 身体如同发射的炮弹般 飞射而出 砰砰砰砰 沉重的撞击声 不断在包厢内响起 而后便是一道道身影 应声向后飞去 叶飞就仿佛虎入羊群一般 在这群保镖当中不断穿梭 每一次或是一拳 或是一脚 便将一名保镖 击得飞离地面 而这些保镖 却仅仅只能勉强看到 叶飞的一道残影 更别说击中叶飞了 不到半分钟 整个包厢的地毯上 已经散落了横七竖八的身影 这些保镖一个个躺在地上 哀嚎不已 So 就在叶飞 要将最后一名保镖击飞之时 一道破空声响起 一把飞刀如同离弦的剑一般 直刺叶飞后脑而来 问 在那飞刀距离叶飞后脑 还有一寸距离时 叶飞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 陡然一个转身 两根手指更是瞬间出现 在飞刀即将刺入眉心时 稳稳将其夹在指缝当中 这怎么可能 严雄身后的小刀见到这一幕 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惊叫出声 接住了 竟然被接住了 小刀嘴巴张得的老大 眼中满是不敢置信 他叫小刀 能够跟在严雄身边 成为严雄的亲信 凭借的便是一手出神入化的飞刀本身 靠着这一手本事 他不知道让多少高手 都隐恨在他的飞刀之下 从出道至今 还从未失手过 可是 就在刚才 他趁着叶飞背对自己时 发动的致命一击 却被叶飞给接住了 要知道 他的飞刀可是特制的 再加上 他那远超常人的万力 那强大的冲击力 哪怕是一寸厚的钢板 都能射穿 可是 却被叶飞接住了 而且还是 如此的轻松 两根手指夹着飞刀 甚至都没后退分好 这怎么可能 这他妈怎么可能啊 叶飞却不会给他接受的时间 淡淡道 来而不往飞里也 你的飞刀 现在还给你 so 叶飞话音落下 抬手一甩 手中的飞刀 已比来十块了数倍的速度 飙射出去 不 小刀大声尖叫 抬手阻拦 可惜 已经晚了 那柄飞刀 瞬间没入小刀掌心 之后更是在他胳膊内的骨骼上穿梭而过 在其后肩胛骨旁的位置标射而出 其根没入了包厢内的墙壁上 砰 飞刀离体的那一刻 小刀的整个右臂 瞬间其根爆炸 化为一团血舞 啊 一道飞人般的凄厉惨叫 响彻整个包厢 啊 我的手臂 我的手臂 小刀躺在地上 捂着右肩惨好起来 紧紧叫了两声 便昏死了过去 叶飞神色平静 看都没看他昏死过去的小刀一眼 刚才小刀那一记飞刀 可是奔着要他命去的 对想要杀他的人 叶飞自然不会留情 现在废掉他一条手臂 已经算是格外仁慈了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气息 包厢内的女人们 望着寝客间变成修罗地狱的包厢 一个个尖叫出声来 叶飞双手插进裤兜 看着严熊淡淡道 现在 我是不是够资格 让你给我这个面子了 叶飞淡淡的话语 在众人耳边萦绕 也将众人说得一愣 是啊 他够资格了吗 如果现在的叶飞都不够资格 那要什么样的人才够这个资格 之前还嚣张跋扈 不可一世的中年胖子 此时已经跌坐在地上 两腿更是抖得如同筛康一般 根本听不下来 严熊眯眼看着叶飞 脸上却没有任何句色 小子 我承认 我刚才确实看错了你 你确实很能打 但是 严熊声音瞬间变得冰寒之极 如果你以为这样 就能逼我严熊屈服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严熊咧嘴冷笑道 神色看起来十分猙獰 他转过头 对身旁的曼姐说道 去 把吴先生请来 就在严熊话音落下 包厢外一道红亮的声音 透过封闭的包厢门 传了进来 不用了 我已经到了 人未至 那红中大铝般质地铿锵的声音 却已经传入包厢内众人的耳中 碰 包厢门打开 一名穿着黑色长袍 平头短发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他双目炯炯有神 太阳穴高高鼓起 身上的肌肉并不发达 却给人一种 有如钢铁胶筑成的感觉 这人 正是严熊花费巨大代价 请来的会所的镇守者 乌坤 吴先生 您来了 实在是太好了 严熊一拍沙发上的扶手 站起来大笑道 乌坤神色傲然 对于严熊的热情招呼 也只是淡淡地点了头 就是回应了 对于乌坤的冷淡 严熊丝毫不以为意 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 乌坤是一名武者 而且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外境强者 乌坤在包厢内众人身上扫过 他的目光就仿佛两把刀子一般 将人刮得生疼 每一名被他看到的人 都下意识地低下头去 直到 他看向叶飞 此时 叶飞也在好奇地打量着他 严熊 你要我对付的人 就是这小子 乌坤看了叶飞一眼 却没有发现叶飞身上有任何特殊之处 淡淡道 是的 乌先生 就是他 还请你出手一次 严熊咬牙点头道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小子身上 没有任何内力 根本就是个普通人 我只答应 为你出手三次 你确定要将我一次出手机会 浪费在一个普通人身上 乌坤似笑非笑地说道 在他眼中 叶飞不过是蝼蚁 根本就不值得他出手 是的 我确定 严熊咬牙点头 就这样使用了一次 让一名舞者出手的机会 哪怕是对他严熊来说 也是心痛不已 不过 如果他今天不把叶飞给收拾了 这件事传出去 那他在海州 一定会微信打湿 钱没了 还可以再赚 微信若是湿了 再想回来 就太难了 我希望乌先生把这小子制服 交给我处置 严熊咬牙说道 好 乌坤点头答应 说完 转头看向叶飞道 小子 刚才的话 你都听到了 你现在就束手就擒 听候严熊发落吧 你不过一个小小凡人 根本不知道舞者的强大 如果让我出手 你非死几惨 乌坤屁腻着叶飞 目光如同看待一只随手 可以碾死的蚂蚁 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你让我束手就擒 叶飞一笑 眼睛也眯了起来 不错 我这是为你好 你不过是个小小凡人 在我眼中与蝼蚁无异 舞者的强大 根本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乌坤背负双手 神色傲然道 哈哈 叶飞忍不住大笑起来 嗯 乌坤神色陡然转朗 小子 你笑什么 你让我束手就擒 叶飞神色也同样转朗 那我请问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就你 也配让我束手就擒 乌坤眼眸冰寒 如同两把利剑 直刺叶飞 作为一名武者 而且还是一名 达到外境的强者 他乌坤走到哪里 不是被人奉为上兵 恭敬对待 哪怕海州地下势力的 大老颜雄 见到他 也要奉为上兵 不敢有丝毫怠慢 可是今天 就在这里 他竟然被一个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毛头小子 质问自己是什么东西 这 让他如何不怒 小子 你找死 乌坤几乎是从牙缝中 挤出几个字来 字字带着杀鸡 我找死 我看着死的人是你 叶飞针锋相对道 牙尖嘴里的小子 我倒看看 你的本事 是不是也像你的嘴一样厉害 乌坤怒极反笑 本来 我还打算饶你一命 现在看来 已经没有必要了 你竟然敢挑衅外境武者 就拿你的命 来平息我的怒火吧 乌坤声音到最后 冰冷地仿佛 来自九幽深渊的寒冰一般 让包厢内的众人听了 都直打哆嗦 叶飞看着乌坤冷笑道 你的废话太多了 给我死 乌坤大吼一声 右脚猛然登地 碰 一声巨响传来 地毯下那用钢筋混凝土 胶筑而成的地面 瞬间凹陷下一道 一寸深的脚印 而乌坤的身影 则是如同炮弹一般 朝着叶飞飞射而去 严雄见乌坤出手 终于松了口气 他这次的微信 算是保住了 松气的同时 也微微有些遗憾 本来 他是打算让乌坤 制住叶飞 然后把叶飞交到自己手上 这样 他就可以慢慢炮制叶飞了 同时 也借此警告一下 海州的萧小们 告诉那些人 得罪他严雄会是什么下场 不过 现在恐怕没机会了 叶飞已经把乌坤激怒 乌坤寒怒出手 叶飞的下场 还能好的了 能留下完整的尸体 恐怕就是这小子 最好的下场了吧 严雄暗暗想到 啪 还不待严雄多想 一道清脆的响声 就仿佛一击鞭子 在空中炸裂一般 响彻在众人耳中 随后严雄便见到一道人影 如同被人抛在空中的破麻袋一般 抛飞起来 向着包厢的墙壁上撞去 砰的一声 那身影撞击在墙壁上 整个包厢如同发生了地震一般剧烈晃动 众人站立不稳 纷纷栽倒在地上 无数灰尘落下 吓得包厢内的女人 再次尖叫起来 哈哈 还以为这小子有多厉害呢 没想到连吴先生一招都没接下 吴先生 您不愧是 严雄身体还没有站起来 就哈哈大笑着说起来 一边起身 眼睛一边看向包厢的中央位置 要拍乌坤的马屁 然而 等他看清楚 站在包厢中央的那人时 喉咙就仿佛被人掐住一般 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 因为 站在包厢中央的那人 竟然是 叶飞 站在那里的是叶飞 那之前被打飞了 镶在墙壁上的人 岂不就是 一瞬间 严雄便想到了某种可能 这怎么可能啊 严雄在心里大吼 乌坤可是舞者 一名货真价实的外境强者 你 严雄眼睛瞪成了牛眼 嘴巴张德能塞下鹅蛋去 就仿佛见了鬼一般 叶飞站在包厢中央 双手插着裤兜 连姿势都没变 仿佛他从未曾动过一般 我怎么了 叶飞看着严雄 笑眯眯地问道 嗨嗨 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从墙壁上传来 乌坤那狼狈的身影 也从墙上的大洞里钻了出来 此时的乌坤 浑身沾满了尘土 身上的衣服 已经破烂不堪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傲气 他的右脸高高鼓起 上面有着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乌 乌先生 严雄看着乌坤 忍不住开口道 乌坤却没有理会他 一步一步朝着叶飞走来 脸色阴沉道 我承认 我刚才小看了你 没想到你跟我一样 也是一名外境强者 只是 说到这里 乌坤突然咬牙切齿起来 你明明是一名外境强者 却在我面前装普通人 让我没有防备 你这么做 是不是太卑鄙了些 我是外境武者 我怎么不知道 叶飞被乌坤说得一愣 随即哑然失笑起来 这乌坤竟然把自己当成 是和他同等境界的武者了 只可惜 他猜错了 叶飞并不是什么武者 而是一名修真者 比武者高级了 不知道多少倍的修真者 当然 这些叶飞自然不会告诉乌坤 既然乌坤误会了 那就让他误会好了 叶飞耸了耸肩 回答道 这就是你刚才装逼的代价 是 什么 严雄听到两人的谈话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叶飞竟然也是一名武者 而且 还是和乌坤一样的外境强者 这怎么可能 他才多大 严雄额头上冒起了冷汗 这还是自从叶飞 出现在这顶楼的包厢后 他第一次如此失态 哪怕是之前见到乌坤 被叶飞给打得镶在墙上 他也是惊而不慌 可是 现在不同了 叶飞还不到二十岁 就已经是一名外境强者 那以后呢 谁敢说 他以后不会变得更强 得罪了一名如此年轻 而且潜力无限的强者 那他以后的处境岂不是 想到这里 严雄只感觉背脊发凉 这才愕然发现 衣服内里的衬衣 不知道何时已经被汗水打湿 紧贴在了后背上 你 乌坤被叶飞的话 气得说不出话来 小子 你别嚣张 你是外境强者 我也同样是外境强者 刚才不过是大意之下 才找了你的道而已 乌坤脸色阴沉道 哦 叶飞耸了耸肩 不置可否 叶飞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却是让得乌坤更加生气 他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 将叶飞给掐死 当然 他这种想法 也只能想想而已 两人同为外境强者 他根本奈何不了叶飞 大家都同为舞者 没必要生死相向 乌坤看着叶飞道 这样吧 由我来居中调和 你向严雄道歉 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 如何 你让我向他道歉 叶飞文言 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 乌坤虽然说是居中调和 但态度却无疑是偏向严雄的 更何况 乌坤嘴上说 两人是同境界舞者 摆出的却是高叶飞一等的姿态 明显是七叶飞年少 你笑什么 乌坤眉头皱了起来 你算了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向他道歉 叶飞话到最后 已经冷笑起来 喀巴 喀巴 乌坤双手握拳 发出关节交错的声响 第二次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 被叶飞当面质问 是什么东西 小子 你真想与死网破不成 乌坤脸色阴沉说道 鱼会死 网却不会破 叶飞冷然一笑 行了 收起你那套虚伪的丑恶嘴脸吧 你以为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会不清楚 难道被他猜到了 乌坤闻言 心中一紧 却故作糊涂道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我不过是 看在你同为舞者的份上 给你们双方调和罢了 又会打什么主意 叶飞脸上带着鄙夷之色 这个时候 他已经懒得 再跟乌坤虚语尾移下去 你在得知我是舞者后 表面上做出一副 想要给双方调和的姿态 实际上 却是想压制我低头 叶飞开口 直接拆穿乌坤的阴谋 那又怎样 本来就是你来严雄的场子闹事 难道不该道歉吗 乌坤脚辩道 呵呵 叶飞冷冷一笑 如果仅仅是如此 当然没什么 但是 叶飞声音疏然一顿 看向乌坤的目光 带着射人寒光 舞者 讲究的便是勇猛精进 一往无前 今天我若是低头道歉 心中便会有一股气发不出来 长此以往 甚至会形成心结 心结一旦形成 短时间内 或许对我没什么影响 然而却会如同一颗毒瘤般 折腹在我内心深处 一旦到我修炼的关键时刻 便会爆发出来 轻则 修为终生止步不前 重则甚至会当场殉命 你说 你是不是打得好算盘 叶飞冷笑着说道 不得不说 你的心思真够歹毒的 乌坤震惊地看着叶飞 有些不可置信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隐藏这么深的心思 竟然被叶飞给看了出来 而且当面拆穿 既然被叶飞给拆穿 乌坤也懒得掩饰 他脸上露出猙獰笑容 哼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然还能有这般心思 实在是难得 如果任你这般成长下去 说不定每天 我滑下大地上 会再添一位如龙宗士 可惜 你遇到了我 小子 要怪就怪你自己倒霉 谁让你还没有成长起来 就这么不知收敛 乌坤脸上笑容诡异 盯着叶飞 隐隐带着兴奋之色 恶杀一位 极有可能成为宗师的少年天才啊 想想就让人兴奋 怎么 被我拆穿了阴谋 就想要动手了 叶飞冷笑着说道 我劝你在动手前 最好先想想 刚才被打飞的人是谁 杰杰 乌坤文言非但不目 反而神经质般地奸笑起来 笑容异常阴森 要不怎么说你倒霉呢 若是放在平时 我还真拿你没有办法 但是 现在不同了 乌坤说着话 右手一翻 他掌心处 已经多了一枚豌豆大小的新红色丹药 上面散发着淡淡的腥味 乌坤盯着手中的丹药 眼带着疯狂 还有几分痴迷 就仿佛一名饥渴极了的色狼 盯着一名全身赤裸的美女一般 小子 你或许还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吧 乌坤笑了起来 此丹名为破戒丹 吃下它 能够让一名外境强者 在短时间内 拥有内境强者的实力 虽然药效过后 会在床上躺三个月 但能够亲手扼杀一名 有机会成为宗师人物的少年天才 这代价 值了 说完 一口将那丹药吞下 乌坤身体瞬间变得通红 身上的青筋 如同一条条巨大的蚯蚓在蠕动 看起来甚是猙獰 啊 剧烈的疼痛 让得他忍不住惨好起来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的气静 从其身体上爆发而出 哇 身上的长山无风自动 距离乌坤 最近的严雄等人 在这股气静的冲击之下 齐齐倒飞了出去 乌坤双眼赤红 壮弱疯狂 他大吼一声 一只手掌朝着叶飞拍了过去 给我死 掌还未到 一股夹杂着强大压迫感的进风 已朝着叶飞扑面而来 小子 真元运转全身 不要锁 干他 就在叶飞皱眉思考是躲开 还是应接乌坤这一击时 轮回老祖的声音 在叶飞的耳边响起 出于对轮回老祖的信任 叶飞没有犹豫 瞬间将真元运转全身 同样一掌 迎上了乌坤的这全力一击 碰 剧烈的撞击声响彻整个包厢 狂暴的气流 在两人的撞击处传开 在整个包厢内肆虐 一些身体虚弱的人 在这股气流的冲击之下 直接昏死了过去 嗖 撞击声落下 一道身影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 将已经被蹂躏的破败不堪的包厢 再次剧烈震动 嗨嗨 严雄等一群人挥舞着手臂 驱赶着身前的烟尘 朦胧中 严雄看到一道挺拔的身影 站在包厢中央 严雄心中大喜 连忙跑过去 恭喜乌先生 贺喜乌先生 那小子自不量力 竟然敢挑衅乌先生您 真是肘 等快跑到镜前时 严雄脸上谄媚的笑容僵住了 声音也戛然而止 在距离严雄不足一丈远处 一张清秀明俊的脸庞 此时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严雄擦了擦眼睛 等看清楚那张脸庞 都快哭出来了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麻痹的 怎么又是你 站在包厢中央的人 自然是叶飞 继续说啊 叶飞脸上带着笑容 看起来就仿佛 临家的大男孩 一般无害 然而 这个笑容落在严雄眼中 却是让得他背脊声寒 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 叶 叶先生 是您啊 严雄脸上挤出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来 不然呢 你以为会是谁 叶飞冷笑着问道 严雄顿时语色 心中仿佛有着 一万头羊驼在奔跑 我以为是谁 我当然以为是乌坤了 麻痹的 这乌坤真是个废物 正常情况下 打不过也就算了 磕了要后 竟然还他妈打不过 严雄在心里大骂道 此时 他恨不得将乌坤的祖宗 十八代女性 都问候问候一遍 灰尘渐渐散去 严雄看到自己 这个比垃圾场 还要不堪的私人包厢 真是欲哭无泪 嗨嗨 剧烈的咳嗽声 从墙壁上传来 接着便是一声 重物掉落的声音响起 啊 吴先生 严雄大声叫了起来 此时 他才看清 那从墙上掉下来的 竟然是乌坤 哇 乌坤掉在地上 吐出一口鲜血 怎么可能 我吃了破解丹 实力已经相当于 内境强者 怎么可能还不是你的对手 乌坤失声尖叫起来 不是外境强者 我有说过 我是外境武者吗 叶飞冷漠一笑 难道 你是内境武者 乌坤眼睛猛睁 随即又摇头 不对 我之前的实力 已经相当于内境武者 哪怕是内境巅峰的武者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打败我 啊 我的丹田 乌坤再次尖叫出声 这一次 声音更加凄惨 你好狠 竟然毁了我的丹田 乌坤愿毒地看着叶飞 突然 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打了个冷战 看向叶飞的目光 如同见鬼一般 浸透骨肉皮 打人如挂画 你不是内境强者 你 竟然是一名 化境宗师 我 恨啊 乌坤喷出一口鲜血 彻底昏死了过去 化 化境宗师 严雄听到乌坤昏迷前的话 差点没给吓晕过去 这个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年 竟然是一名化境宗师 何谓宗师 在武道界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宗师如龙 翱翔九天 这句话 一是形容宗师的强大 这样的人物已经超脱了凡人层次 不再受世间法律的约束 就算他们杀了人 这世俗的法律 也无法奈何得了他们 二则是说 宗师的牺手 以及罕见 整个华夏 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名宗师 这些宗师 每一位都是神龙剑守不见尾的人物 严雄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今天竟然见到了一位 而且 还是如此年轻的一位 更关键的是 他竟然还把这位宗师给得罪了 严雄现在想死的心都有 这个时候 他反倒有些羡慕起昏迷过去的乌昆来 昏过去 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现在 是不是该算一算我们之间的账了 就在这时 叶飞的声音响了起来 扑通 严雄十分果断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对着叶飞连连磕头 叶宗师饶命 是我严雄狗眼不识泰山 求叶宗师手下留情 饶我一条狗命 严雄不断磕头 如同杂行鸡一般 将地面都砸得框框作响 请客间 额头上变起了鸽蛋大的骨包 他却恍若未绝 严雄心里明白 站在他面前的叶飞 可是一位少年宗师 如果叶飞一个不爽 顺手将他给解决了 他哭都没地方哭去 没有人会为了严雄 而去得罪一名少年宗师 更何况 给宗师磕头 也并不丢人 包厢内躲在角落里的众人 都看傻了 严雄是谁 那可是整个海州的地下大佬 跺跺脚 整个海州都要颤一颤的人物 可是 这样的一个枭雄人物 此时竟然跪在一名少年面前 不断磕头求饶 这画面 着实诡异 叶飞皱了皱眉头 望着严雄那一副 要用头把地面砸穿的架势 没有任何快感 反而有些索然无味 他本就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 更何况 今天的事 从头到尾 他也没吃什么亏 行了 起来吧 叶飞一跺地面 一股巨力猛然从地面上传来 将严雄跪着的身体 弹得站立起来 却对他无丝毫伤害 严雄瞪大眼睛 看向叶飞的目光 变得越发恭敬 这就是宗师手段 果然鬼神莫测 今天的事 到此为止 我希望你不要去找那几个女孩的麻烦 叶飞淡淡说道 是 严雄连忙恭敬应下 就是借给他一个胆子 他也不敢再去找那些人的麻烦 叶飞刚要继续说话 兜里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一看 正是那宋老司机打来的电话 我已经到了会所 叶先生 您现在在哪 宋老司机说道 我在顶楼的包厢 你直接过来好了 叶飞挂了电话 又转头对严雄说道 今天的事情 我不希望太多人知道 是 我一定让他们保密 严雄连忙应下 回头看了眼身后的众人 威胁道 今天的事 谁敢乱说一个字 我割了他的舌头 不敢 我们不会说的 众人连忙保证 很快 顶楼包厢的门被人推开 一名三十岁左右 脸色严肃的青年男子 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当见到包厢内的情景时 饶饰青年男子心智坚定 也是被吓了一大跳 他的目光在包厢内 众人身上扫过 最终锁定在叶飞身上 叶飞的照片 他看到过 自然也就一眼认出了叶飞 走进时刚要开口 这才看清楚 站在叶飞对面 竟然是严雄 青年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忍不住呵斥道 严雄 你在搞什么 行 行哥 你怎么来了 严雄看着突然出现的青年男子 却是比他还要震惊 这青年也就三十岁左右 而严雄却已经四十出头 可是 严雄却称呼这青年男子为哥 别人或许不知道这人的来历 他严雄却清清楚楚 眼前这青年 正是海州宋家那位家主的司机 刑军 海州宋家 那才是海州真正的巨无霸 他严雄在海州也是一号人物 然而 那只是在普通人的眼中 和宋家这样的超级豪门相比 却是差得太远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行军没有理会严雄的问话 而是与待警告道 严雄 叶先生可是宋老的救命恩人 你要敢对叶先生不敬 谁都救不了你 宋老的救命恩人 严雄文言又是一惊 不错 昨天晚上 宋老突然昏迷 就是叶先生出手 将昏迷的宋老就醒过来 行军说道 昨晚上 是他就醒了宋老 严雄震惊地看着叶飞 等看到叶飞身上穿的校服时 脸上露出恍然之色 也对 也只有这样鬼神莫测的宗师人物 才有手段 将病入膏肓的宋老就醒吧 严雄心里暗暗想道 行军见严雄闭口不言 心里一沉 质问道 你不会 已经得罪了叶先生吧 我 严雄顿时哑口无言 他刚才岂止是得罪了叶飞 简直就是 要出叶飞儿后快 可是 这一切都过去了 想到这里 严雄心中也赴飞起行军来 你他妈就不能早来一会儿吗 我要是知道他是宋老的救命恩人 我又岂敢那么对他 现在 我倒是想对他不敬 可我特么敢吗 眼前这位小爷 可是一位化境宗师 只是 因为叶飞特意交代过要保密 这些话 他根本就不敢对行军说出来 嗯 行军见到严雄不说话 脸色不善起来 严雄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解释 只能求助似的 看向叶飞 看着严雄那副兽气包般的样子 叶飞也是颇为无语 严雄好歹也是海州枭雄人物 此刻竟然摆出一副 受欺负的小媳妇模样 还真是难为他了 他没有对我不敬 叶飞开口说道 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 带我去见宋老爸 是 行军见叶飞没有追究的意思 他也就懒得管 当先在前面带路 很快将叶飞 引到了会所外一辆 不怎么显眼的灰腾车上 等叶飞上车后 行军驾驶着灰腾一个甩尾 车子便如离弦之剑般飙射出去 半个多小时后 行军驾驶的灰腾车 已经出现在海州的北城区 北城区和东城区不同 这里是海州出了名的富人区 在这里 每一套房子的价格都动辄数百万 在海州市里 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北城区的传说 如果某天 你在大街上 看到一不起眼的老太太 正在翻找垃圾桶里的饮料瓶 不要瞧不起他 因为很有可能 你的全部身家 都不及他存款的零头 车子进了北城区 却没有任何减速的意思 一路向北 朝着最北面的天云山上开去 刚到山脚下 车子便被拦了下来 行军从车里拿出一本证件 给负责检查的人观看后 这才继续上山 之后 又是两道关卡 越到后面 查得也就越严格 车子最终在山顶处 一座私人庄园内停下来 到此 他们已经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叶飞下车后才发现 他们现在的位置 是庄园内的一处露天停车场 仅仅是这停车场 便不下于一个足球场大小 上面更是停满了各种豪车 简直不下于一个豪车展 嘖嘖 叶飞扎了扎嘴 这有钱人的生活 还真是奢侈啊 除了停车场 行军前面带路 叶飞则是在后面 不紧不慢地跟着 眼睛不时地打亮一下 庄园的布置 行军的步伐很快 明明是在走 却给人一种奔跑的感觉 起初他还以为叶飞会跟不上 想要放慢步伐 可等他看到 一直跟在后面 保持不变距离的叶飞时 便放弃了这想法 叶飞的步伐虽然不快 而且看起来很悠闲 还不时地四处看上几眼 然而和行军的距离 却始终保持在两米以内 尤其是 叶飞进入庄园后 虽然四处打亮 神色却很平静 只是有几分好奇 却没有普通人 见到如此奢华庄园后 所表现出来的惶恐 这不由让行军更高看叶飞一眼 足足走了将近五分钟 两人才来到一处 如同城堡般的独栋别墅前 行哥 人接到了吗 两人刚要进去 一道清脆如黄鹰般好听的声音 从别墅内转了出来 叶飞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就见一名年龄约十七八岁的 的亲历少女 正向着他们两人走来 少女有着标准的瓜子脸庞 五官精致如瓷器 皮肤白细细嫩 不失粉带 却给人一种 三千加力无颜色的感觉 托盘 整个人看起来温柔咸静 身上那淡淡的出尘气息 更让他看起来 仿佛画中走出的仙子一般 这样的一个人 仅仅是看上一眼 便让人忍不住心声好感来 叶飞更是惊恶地发现 在见到少女的那一刻 他体内的真元 竟然不受控制地自动流转起来 我靠 先天到铁 这怎么可能 叶飞耳边默然想起了 轮回老祖的声音 也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 竟然爆出了粗口来 这还是叶飞遇到轮回老祖后 第一次看到轮回老祖如此势态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轮回老祖的声音 几乎是吼出来的 这样一个灵气枯竭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出现 先天到体这样的妖孽体质 先天到体 与天相合 是的 不会有错 惊人 真的是先天到体 老祖 你在说什么 叶飞有些不堪忍受 轮回老祖的嚎叫 忍不住问道 什么先天到体 小子 你可真是走了狗屎运 先是遇到一个 万中无一的悬阴之体 现在 竟然又遇到一个 更加罕见的先天到体 轮回老祖的声音 有着压制不住的兴奋 你小子这运气 连老祖 我都有些嫉妒了 轮回老祖 根本不给叶飞发问的机会 急切道 小子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必须搞定他 不然 你就是七师灭祖 不搞定他 就是七师灭祖 叶飞听了轮回老祖这话 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来 这是哪个奶啊 老祖 这都马上夏天了 你咋还发穿呢 叶飞心中无语道 小兔崽子 怎么说话 叶飞耳边 响起轮回老祖 气急败坏的声音 你这七师灭祖的小混蛋 你知不知道 这女娃是什么体质 先天道体啊 你不是说了吗 叶飞无奈道 那你又知不知道 什么是先天道体 嗯 不知道 叶飞诚实说道 小子 我告诉你 先天道体 乃是天生 与大道相契合的体质 是天道的宠儿 这样的人 一旦修炼起来 那才叫恐怖 因为 他们根本没有瓶颈 轮回老祖 与戴羡慕地说道 什么 没有瓶颈 这一次 叶飞也被惊到了 自从修真以后 叶飞也了解到 不少的关于修真的知识 他知道 修炼越到后期 突破也就越加困难 有些强大的修真者 甚至会被一个 瓶颈卡上成千上万年 也不得突破 嘿嘿 小子 现在知道先天道体的恐怖了吧 轮回老祖笑着道 我再告诉你一点 在仙界十大先帝当中 就有一位先帝 便是这先天道体的体质 你知道 他从修炼开始 到成为先帝强者 用了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叶飞问道 八千年 轮回老祖哼哼了一声说道 这么长时间 叶飞惊讶出声 小兔崽子 你到底懂不懂 什么叫做时间长 轮回老祖听到叶飞的惊呼 气得差点跳脚 你知不知道 其他九位先帝 修炼到先帝强者 用了多长时间 上千万年 他们每一位 都是活了上千万年的老怪物 现在 你还觉得八千年时间长吗 我靠 叶飞忍不住在心中 抱了一句粗口 一个仅仅用了八千年 便修炼成了先帝 而其他的先帝 竟然修炼了上千万年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不对啊 老祖 他是先天道体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叶飞忍不住问道 要不 怎么说你小子狗屎欲逆天呢 先天道体这样的逆天体质 都能被你碰上 你知不知道 先天道体 还有另一个称号 轮回老祖说道 还有一个称号 叶飞眨了眨眼睛 不错 那就是最佳顶炉 最佳顶炉 叶飞下意识地重复出声 嘿嘿 小子 连地球这样灵气匮乏的星球 都能出现先天道体 仙界浮渊辽阔 不知道比地球大了多少万倍 无数纪元来 为什么只有一位先天道体成了气候 为什么 叶飞也被勾起了好奇心 因为 那些先天道体 还未成长起来 就被人抓去做了顶炉 轮回老祖感慨道 说出了血淋淋的真相 以先天道体为顶炉 或许无法像先天道体本身那样 修炼无瓶颈 却能帮那些人增加对天道的感悟 对突破瓶颈大有弊意 所以 一旦先天道体出现 先界的各大先门势力都会疯狂 一些先王强者 甚至几百万年不出世的老怪物 都会出手争抢 轮回老祖感叹道 给了他们逆天的体质 却也给了他们更加坎坷的命运 也许 这也是天道做出的一种平衡吧 轮回老祖感叹一声 小子 现在 你知道先天道体的价值了吧 所以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 搞定他 老祖 你不会也想让他做我的顶路吧 叶飞突然瞪大了眼睛 混小子 你想什么呢 老祖我是那么下座的人吗 轮回老祖恨不得现在出去 踹叶飞几脚 只可惜 现在的他只是一道神识 那种下座邪修才干的事情 本老祖我自然不屑一顾 轮回老祖哼哼道 说到这里 话锋突然一转 不能把他当顶路 但你可以跟他双修啊 双修 叶飞眨了眨眼睛 不错 双修 轮回老祖坚定道 双修和财补不同 财补是把一方当作顶路 牺牲对方来成就自己 而双修 却是双方都能进步 且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危害 小子 你若是和这女娃一起双修 你若是和这女娃一起双修 再加上那悬婴之体的女娃 你的修炼速度 绝对一日千里 小子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明白没有 记住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他 轮回老祖 与其坚定道 好吧 我尽力吧 叶飞无奈道 不是尽力 是必须 轮回老祖大声道 不然 你小子就是七师灭祖 轮回老祖 在度过先王节的虚弱期时 被手下联合仇家偷袭 之后更是遭到了五名先王强者围攻 连先王体都被打爆了 最终只有一道神石 逃到了空间裂缝中 本来 轮回老祖选中叶飞 并不是想要让叶飞帮他报仇 毕竟 想要成为一名先王强者 那实在是太难了 需要的不仅仅是天赋 毅力 大智慧 还要有大纪元等诸多 加身才行 轮回老祖 不过是想找一个传人 不让自己的传承断绝 并没有报仇的心思 只是 他没想到叶飞的气韵 竟然如此逆天 先是遇到了一名 无比罕见的悬婴之体 如今竟然遇到了一名 更加变态的先天道体 在看到这先天道体的那一刻 轮回老祖仿佛看到了 一丝报仇的希望 这让他如何不激动 好吧 必须 叶飞无奈说道 小子 你不要觉得为难 你搞定他 其实也是为了他好 先天道体太过特殊 简直就像是你们地球小说中的 唐僧肉 这地球上 应该不止 你一个修真者 他一旦被邪修发现 绝对难逃顶路的命运 想死都做不到 你这么做 其实也是救他 轮回老祖劝说道 叶飞和轮回老祖之间的交流 看起来时间长 因为都是在叶飞心里发生的 实际上 不过是一个愣神的功夫 大小剑 行军见到少女 连忙躬声说道 少女回忆微笑 此时他也见到了 行军身后的叶飞 你就是叶飞吧 宋情话对着叶飞一笑 伸出银白玉手说道 我是宋情话 宋情话 叶飞嘴里呢喃了一下 感觉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我也是海州义中的学生 宋情话笑着道 啊 叶飞惊叫一声 瞬间想起 为何对这个名字感到熟悉 你就是那个神秘莫测 宋情话 不正是郭亮口中的 那四大笑话之一的神秘莫测吗 神秘莫测 宋情话眨了眨眼睛 叶飞看宋情话的样子 便知道 他肯定不清楚 自己在海州义中的这个称号 笑着刚要解释 一道声音在两人耳边响起 表妹 外公的要准备好了吗 一名年龄约二十多岁 由头粉面的青年男子 从楼上走下来 等看清楚行军旁边的叶飞时 眉头顿时一挑 你就是那个救了我外公的小子 语气轻挑 还带着几分不屑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 青年点评了叶飞一句 转头对行军说道 行军 你确定你没有找错人 这小子不就是个徒老帽吗 就他 能治疗我外公的病 青年这话一出 不只是叶飞 就是宋情话和行军两人 眉头也皱了起来 白风少爷 我可以确定 昨天晚上 就是这位叶先生救了宋王 行军解释道 这么说 你当时在场了 青年白风说道 这 行军顿时语色 见到行军这副样子 白风笑了起来 看来你也不能确定了 行军 我说你这个保镖 是怎么当的 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就这么带到我外公面前 白风看着行军训赐道 还好被我给拦下来了 要真被你带着 去见了我外公 他要是对我外公意图不轨 怎么办 这个责任 你负担得起吗 白风 你有些过分了 叶飞他是我的同学 宋情话秀眉微醋 说道 过分 白风文言眉头一挑 呵呵笑了起来 我看一点都不过分 为了外公的安全 严格是必须的 再说了 就算他没有图谋不轨又怎样 要知道 这小子可是乡下来的 谁知道 他身上有没有带什么细菌病毒之类的东西 白风笑嘻嘻地和宋情话说完 转头看向叶飞 就没什么好脸色了 小子 你在其他地方招摇撞骗也就算了 但把主意打到我们宋家身上 我只能说你是在找死了 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 马上给我从这里滚出去 白风指着别墅门口冷笑道 叶飞都有些佩服这家伙的变脸功夫了 只是 这个家伙 似乎有些自作多情了 哦 你们宋家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 叶飞扫了白风一眼淡淡道 救命恩人 就你 也配 白风顿时大声嘲笑起来 小子 马上给我滚出这里 不然 你只能横着出去了 说话的同时 白风还示意站在别墅门口的两名保镖 两人收到白风示意 连忙走过来 一左一右将叶飞夹在中间 看向叶飞的目光 如同防贼一般 白风 表少爷 两道声音响起 宋情话和行军同时开口 你们不要说了 我已经决定 白风十分霸道地扬起手 阻止两人开口 继而转头向叶飞吼道 小子 你还不滚 呵呵 叶飞脸上没有丝毫怒气 反而笑了起来 他拿出手机看了下时间 而后伸出了一只手掌 怎么 你还想动手 小子 我劝你最好看看 这里是什么地方 白风看着叶飞伸出的手 轻蔑一笑 满是不屑 动手 你还不配让我动手 叶飞冷笑一声 扬了扬手掌道 五分钟 最多五分钟 你们宋家会求着我回来 说完 转身就往外走去 白风 看你干的好事 宋情话气得跺脚 她虽然是宋家的大小姐 宋老最宠爱的孙女 但因为还没有成年的缘故 在宋家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而且她性格甜淡 以往根本不关心家族里的这些琐事 这也造成了这些保镖听白风的话 甚至超过了她的话 叶飞 让行哥送你回去吧 宋情话连忙追上叶飞说道 不用 叶飞一摆手 头也没回 拒绝了宋情话的提议 这个时候 她也是动了真火 且不说叶飞能不能治好宋老的病 就指昨晚上叶飞救了宋老一命这一点 宋家是不是也该给叶飞足够的尊重 宋家强大又如何 叶飞可没有求到宋家的地方 相反 宋家现在需要求她 来给宋老治病 现在倒好 宋家大半夜把她接来 现在她来了 宋家竟然就这态度 叶飞都已经进了别墅半天 可是呢 宋家却连个主事人都没露面 甚至还有个小辈下来 对她冷嘲热讽 想到这里 叶飞自然什么都明白了 这宋家根本就没把她当回事 求你 白风仿佛听到天大的笑话 放肆大笑起来 小子 你怕是还没有睡醒吧 说完 她还不忘吩咐 紧盯着叶飞的那两名保镖道 你们两个给我看好了 这些乡下来的泥腿子 没见过什么世面 可千万别被她给顺手带走了什么东西 白风 你这是太过分了 宋情话俏脸已经变得冰寒 忍不住斥责道 行军摇了摇头 既然叶飞都已经被白风赶走了 她自然也没必要再多说什么 不过心中却是暗叹 这位表少爷 今天恐怕是要闯大祸了 严雄会所顶层包厢的那一幕 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这一路上 她一直在观察叶飞 从种种迹象来看 行军可以肯定 叶飞 绝不是普通人 过分 表妹啊 你还小 不懂得人心险恶 白风装出一副 我为你好的嘴脸劝说道 宋情话懒得理会 这位自以为师的表哥 就要上楼去 登登登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楼梯上传来 很快 一名神色慌张的中年人 走了下来 正是宋情话的父亲宋志明 宋志明步伐很快 脸上甚至带着几分惶恐 爸 爷爷怎么样了 大叫 你怎么下来了 两道声音响起 分别是来自宋情话和白风 宋志明神色严肃 眉宇间满是愁容 听到两名小辈的问话 也没有回应 因为 就在刚刚 老爷子再次昏迷了过去 宋老若是就此一睡不醒 宋家的天 也就塌了 咦 小行 你不是去接那位小神医了吗 难道 那位小神医已经到了 宋志明见到站在别墅里的行军 眼睛一亮 什么狗屁神医啊 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刚才已经被我给轰出去了 白风大声说道 什么 宋志明闻言 先是大惊 继而大怒 脸色阴沉的 都快滴出水来 白风却没有注意到宋志明神色的变化 自顾自地邀功起来 嘿嘿 大舅 你根本没见到 那小子就是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 看他样子 也就十七八岁 能有什么 啪 白风话没说完 一个清脆的巴掌声 瞬间响彻整个别墅 天云山顶 宋家豪华庄园内 一会一世中 宋家的主要人物悉数到场 除了这些二代的核心人物外 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也在场 这个人 正是白风 白风并非是宋家的二代人物 即使在三代中也并非核心 他能出现在这里 自然是因为他自己作死 此时 白风正跪在会议室的地板上 低垂着头 如丧烤饼 没有人看白风 所有人都面色严肃地 看着幻灯片上播放的视频 视频是一个监控摄像头拍下的 里面播放的 正是陈婉在抢救宋老的场景 视频不断播放 很快便出现了叶飞出手 用四项针法 就醒宋老的画面 啪 视频暂停 最终定格在了叶飞的一张正脸上 会议室灯打开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当时就是这位叶飞出手 将老爷子就醒了过来 宋志明扫了一眼众人说道 人 是我以老爷子的名义 让行军去请的 本来叶小神医已经到了这里 但是 说到这里 宋志明声音一顿 目光严厉地在白风身上扫过 就是因为白风的自以为是 竟然自作主张 让保镖把小神医给轰了出去 现在老爷子已经再次昏迷 医生还在抢救 却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 众人都听得出 宋志明低沉声音中 那已经快压制不住的怒意 大哥 医生怎么说 这时 一名容貌看起来 三十多岁的美貌少夫问道 医生说 让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宋志明叹了口气 沉重地闭上了眼睛 刷 众人闻言 目光齐齐看向了 跪在会议室中的白风 恨不得冲上去 把他给生死了 被众人这般盯着 白风的一张脸变得更白 再也没有一丝人色 赶走了 再把他找回来不就行了 让他爹老爷子治病 是看得起的 我就不信 他敢拒绝我们宋家 一名看起来 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冷冷说道 此人 正是白风的母亲 她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们宋家有的是钱 她想要多少 一亿够不够 不够 那就两亿 哼 能攀附上我们宋家 是她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她还敢要钱 不怕烧得慌吗 就是 只要我们宋家一声招呼 那些名医 专家都能踏破门槛 她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趁机 要挟我们宋家 她还是个学生嘛 给她学校施压 我就不信她敢不来 众人纷纷出言 仿佛他们让叶飞 给宋老治病 是对叶飞莫大的恩赐 叶飞必须得跪些才行 宋志明无语地摇了摇头 都这个时候了 这些人竟然还不能放下 作为宋家人的架子 现在的问题 不是叶飞来不来 而是 根本就找不到她 宋志明打断众人的议论 沉生道 什么 怎么可能找不到 你又没去找 怎么知道就找不到了 那就去他住的地方找啊 一群人又炸了锅 在叶小神医出门后 我就已经让行俊去追了 可惜 那叶小神医在出了庄园之后 就仿佛凭空消失一般 连行俊都找不到一点踪迹 宋志明声音透着一丝无奈 竟然连行俊都找不到 众人这一次被惊到了 行俊的能力 他们是知道的 行俊表面上是宋老的司机 实际身份却是宋老的贴身保镖 乃是某王牌特种部队的退役兵王 当时 宋家也是花费了不小的代价 才将行俊给请来 这些年来 不知道为宋老拦下了多少暗杀 偷袭 行俊的能力 也早就得到了宋家的认可 竟然连行俊 这位擅长追踪的兵王 都查不到叶飞的去处 这一次 会议室内的众人 才有些慌了 他会不会已经回家了 一人忍不住说道 不可能 宋志明摇了摇头 且不说这么短时间 他根本回不到家 更何况 我早已经托人去了叶飞的住所 那里没人 他会不会是打车走的 又一人忍不住说道 这次说话的人正是白风 他知道自己这次闯了大祸 想要极力弥补 然而 他这话一落 众人看向他的目光 就如同看白痴一样 打车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可是整个海州 最顶级富豪的居住区 别说是出租车了 就是陌生的私家车 又有哪个能够上得了山来 还在山脚下 就被第一道关卡给拦住了 而且 叶飞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也根本不可能搭别人的车走 白痴 一人忍不住低骂一声 声音不大 却足以传入在场众人耳中 白风脸色胀红 羞愤地低下头去 碰 就在这时 会议室的门被人猛然推开 爸 不好了 爷爷他 宋秦华俏脸上 满是焦急之色 众人文言 心中都咯噔一下 脑中冒出一个不好的念头来 难道 难道 老爷子他 已经 宋志明瞪大眼睛 脸色苍白 双手都在颤抖 其他人也彻底慌了 宋家是海州的豪门贵族不假 然而 以往也只是海州的众多豪门之一 在众多豪门中并不突出 真正一手将宋家发展到顶峰 带着宋家在海州众多豪门中脱颖而出 成为海州第一豪门的 却是宋永昌 宋老 宋老便是宋家的顶梁柱 也是宋家的天 虽然近些年来 宋老已经很少管家族事务 可他仍是整个宋家的灵魂 只要宋老还在 宋家人便有主心骨 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便不敢轻举妄动 而一旦宋老离世 那些宋家的敌对势力 一定不会放过这个瓜分宋家机会 他们甚至有可能联合起来 围攻宋家 即使强大如宋家 也无法抵挡众多豪门势力的围攻 到那时候 宋家的天 也就塌了 不是 宋情画见众人神色惨然 便知道他们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连忙解释道 爷爷还在昏迷当中 只是 呼呼 听到宋老还活着 众人尝出了一口气 活着就好 只要宋老还活着 那些人或视力 便不敢轻举妄动 等他们反应过来 才愕然发现 仅仅这片刻时间 身上的衣衫已经被冷汗打湿 这时 宋情画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医生说 爷爷最多还有12个小时时间 如果还没办法醒来 恐怕就 后面的话 宋情画没说 众人却都明白他的意思 碰 一名中年人猛的一拳砸在了会议桌上 沉声道 必须找到那个夜神医 不惜一切代价 不错 就是把海州翻个底朝天 也要把它找出来 发动宋家的所有势力 一定要在12个小时内找到 众人纷纷说道 宋志明点了点头 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 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记住 不惜一切代价 不计一切后果 必须在12小时内找到叶飞 白风 你也不要在这里跪着了 宋志明看了白风一眼说道 白风文言长出了口气 他在这会议室中跪了这么半天 感觉膝盖都没有知觉了 就在他要站起来时 宋志明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你去别墅大门口跪着 直到找到叶小神医为止 扑通 白风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众人看了白风一眼 没有一人同情他 哪怕是白风的母亲 这时候也不敢干犯众目的事 替白风求情 众人从会议室出来后 便开始纷纷联系自己的人脉 相近的人打听叶飞的消息 这一晚 整个海州都仿佛变得骚动起来 不知道多少人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 开始寻找一个叫叶飞的人 叶飞自然不知道 此时的宋家已经炸了卧 他从宋家的庄园离开之后 并没有回家 而是寻找了一处公园 将手机关机修炼了起来 这一修炼 便是一夜 当叶飞从入定中清醒过来时 发现天已经亮了 一夜修炼 叶飞发现 体内的真缘浓郁了足足有一倍 自己的六十变得更加敏锐 他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白米外 正在四处觅食的蚂蚁 老祖 我现在是不是突破到了炼器二层 叶飞欣喜地问道 不过是炼器二层而已 瞧把你小子高兴的 轮回老祖不屑的声音响起 那我是不是可以为陈婉姐炼制玉符了 叶飞连忙问道 差不多吧 嘿嘿 叶飞嘿嘿傻乐起来 感叹说道 这里的灵气果然浓郁 要是能在这里弄套宅子 我的修炼速度一定会加快很多 小子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在这里搞套宅子 而是搞定那先天道体的小女娃 轮回老祖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老祖 你不是跟我说 宋家的人一定会来求我吗 这都过去一晚上了 宋家的人怎么还没找我 叶飞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叶飞昨晚在离开之前 之所以感受出那样的话来 就是因为轮回老祖的神识早就发现 宋家老爷子已经病入膏肓 很快便会再次昏迷 呵呵 他们当然想找你 也要他们找得到才行 轮回老祖呵呵笑了起来 现在 恐怕那宋家已经翻天了 啊 叶飞大吃一惊 怎么会这样 呵呵 宋家那老家伙 最多还有几个小时的寿命 你说宋家这不着急 轮回老祖笑着说道 要不是本老祖为你抹平了痕迹 你恐怕早就被那开车的小子找到了 叶飞这才明白过来 宋家人没找到他 竟然是轮回老祖动的手脚 老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叶飞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 轮回老祖气哼哼地说道 还不是为了你小子 不称一称宋家那些小家伙 你以为他们会正眼瞧你 把你当回事 你以后 还怎么接触那些天道体的女娲 轮回老祖说完 又无奈地感慨了一声 现在教徒弟可真不容易啊 竟然还要附带着帮他泡妞 叶飞 老祖 我现在该做什么 叶飞问道 宋家那老家伙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好了 轮回老祖无所谓地说道 不过 提醒你一句 宋家的势力不小 你一出这里 应该很快就会被他们发现 你一个不知道活了多少万年的老怪物 还好意思说 别人是老家伙 叶飞听了 心里安安复匪了一句 叶飞这个想法刚冒出 耳边便响起了轮回老祖 歇斯底里的咆哮声 混账小子 你刚才说什么 事实上正如轮回老祖所料 叶飞刚出了公园 便被宋家寻找叶飞的保镖发现 并通过对讲机传达了出去 很快 一大群人便蜂拥到了叶飞的跟前 走在最前面的 正是宋情话的父亲宋志明 宋志明来到叶飞跟前 一脸诚恳道 叶小神医 昨晚上我宋家多有怠慢 还请您见谅 说完 他一转头 冷喝道 还不滚出来 给叶小神医道歉 随着宋志明话音落下 一个身影慢吞吞地 从人群后方走了出来 正是 白风 此时的白风 再也没有了 昨晚上见到时的傲气 就如同双打的茄子一般 粘不拉几 身上的衣服 还是昨晚上那一套 双西处沾满了尘土 很显然 白风是从叶飞离开之后 一直跪到了现在 直到宋家人得到叶飞的消息 这才将白风一起带过来 如果没找到叶飞 这时候 白风恐怕还在别墅大门口跪着呢 叶 叶神医 还请你原谅我昨天的不敬 白风被宋志明叫到了跟前 不情愿地说道 你这道歉 看起来没什么诚意啊 叶飞扎了扎嘴 慢吞吞地说道 他可不认为 白风会诚心地向他道歉 还不跪下 宋志明怒吓一声 什么 白风转过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宋志明 他白风可是宋家的第三代核心 宋老的嫡亲外孙 也是宋志明的亲外甥 他能向叶飞道歉 就已经是给了叶飞天大的面子 可是 现在宋志明竟然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向这个香巴老下跪 这简直比让他去死还要难看 碰 一名受到宋志明示意的保镖 猛然一脚揣在白风的膝盖处 白风的身体一个不稳 瞬间跪在了叶飞跟前 那强大的冲击力 使得白风的膝盖与地面狠狠撞在一起 让得他忍不住惨叫一声 道歉 宋志明冷声说道 赶来的宋家人越来越多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开口为白风求情 他们都知道 如果 不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叶飞的谅解 那宋家的老爷子 可就真的无力回天了 一旦宋老去世 那便是大厦江青 海州的其他豪门势力 很有可能串联起来 一轰而上 将宋家给分拾掉 清朝之下 岂有完卵 白风的母亲也已经赶到了这里 然而 她也只是在人群中默默为官 甚至都不敢走到最前面去 白风脸上的表情羞愤欲死 嘴里的牙齿都快咬碎了 她双眼通红地看着叶飞 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 将叶飞给生死了 可惜 这个时候 她不敢 你是不是看我很不爽 恨不得现在就干掉我 叶飞扫了白风一眼 淡淡说道 白风心里一惊 她不知道自己的想法 怎么会被叶飞知道的 她刚要狡辩 叶飞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呵呵 不用否认 我就喜欢你看我不爽 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白风 怎么会 昨天是我冲断了小神医您 我向您道歉还来不及 怎么会想干掉您 叶小神医 还请您原谅我 昨天的过错 白风低下头 不想让叶飞看见自己仇事的目光 咬牙轻声道 心中却在思量着 怎么报复叶飞 只要等叶飞将宋老治好 那叶飞对宋家来说 便不再那么重要 到那个时候 以她白风宋家第三代核心成员的身份 想要收拾叶飞 简直不要太轻松 这个时候 白风虽然还跪着 心里却已经开始琢磨 要怎样折磨叶飞 才能让叶飞 获得最大限度的屈辱 好吧 我原谅你了 叶飞淡淡说道 宋家众人闻言 这才长出了口气 一颗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白风更是猛地站起来 催促叶飞道 那还等什么 快去给我外公治病 治病 治什么病 叶飞脸上露出一副迷茫的神色 小子 你出而反而 见叶飞这样子 白风瞬间大怒 指着叶飞破口大骂起来 他白风忍辱负重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让叶飞 去给老爷子治病吗 可现在 叶飞既然在他面前装傻 根本不去给宋老治病 那他所受的屈辱 岂不是都白受了 我只是答应原谅你 什么时候答应 要给宋老治病了 叶飞看着瞬间翻脸的白风 也冷笑起来 呃 宋家众人一正 也才反映过叶飞的意思 叶飞确实只答应原谅白风 可没有答应给宋老治病 是他们太想当然了 我已经给你下规道歉了 你还想怎样 白风恼怒地冲着叶飞大吼道 呵呵 叶飞冷冷一笑 看向白风的目光 也眯了起来 你以为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会不清楚 你现在向我道歉 不过是行事所逼 心中却把我恨得要死吧 等我治疗好宋老 恐怕还没出你们宋家 就会被你派的保镖抓起来 带到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了吧 白风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他没想到 叶飞竟然将他的心思 说得分毫不差 他刚才就是这么打算的 什么 宋家众人听到叶飞的话 也是发出一阵阵惊呼 下意识地看向白风 等看到白风那一副 见了鬼的样子 也就都明白了 混账东西 宋志明气地大骂一声 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 将他这个蠢外甥给踹死 他也不想想 叶飞若是治好宋老 便对宋老有了两次救命之恩 以宋老之恩必报的性格 整个宋家谁敢动叶飞 更何况 叶飞就算没有 宋老这层关系 仅凭他那一身超凡的医术 宋家交好都来不及 怎么会去得罪 我提议 免除白风作为宋家三代 核心成员的一切权益 免除白风在宋家产业的一切职务 从今天起 白风除了拿每月的生活保证金外 不得在宋家任何产业任职 在外 也不得以宋家人自居 宋志明当着全场人冷声说道 什么 白风闻言 忍不住尖叫出声 白风作为宋家第三代核心成员 年纪轻轻 手中便已经掌管着三家上市公司 每月到手分红就有上亿 这还只是金钱方面 而他宋家第三代成员的身份 更是让他在整个海州都横着走 走到哪里 都是被人近着 捧着 宋志明的提议 简直就相当于将白风踢出了宋家 除了每个月领取百万的生活保证金外 与宋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他 不再是宋家的大少 也不再是年纪轻轻 手中已经掌管着上百亿资产的老总 而是成了一个每个月只能在家族领取基本保证金 混吃等死的富家子 每月百万的生活保证金 对别人来说或许已经是一笔巨款 然而对于白风来说 却无异于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然而 接下来众人的话 却是让他见识到 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 富翼 一名神色冷峻的中年人冷声说道 这些年 白风仗着宋家的身份 在外面为非作歹 我建议 让家族督察组 即刻起彻查白风 这人 比宋志明的年龄还要大 是宋志明大伯的儿子 也就是宋老的侄子 乃是宋家的二代核心成员之一 全力惊人 富翼 又一名二代核心成员发话 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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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二代核心成员接连发话 看都没看白风一眼 富翼 这时 一个虚弱的女生也传了出来 最后这一道声音的响起 彻底将白风打入了无底深渊 让她最后一丝希望都破灭了 因为 这最后说话的人 正是白风的母亲 妈 白风大叫一声 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在站立 她这些年做的混账事 按照法律枪毙几回都不过分 一旦家族督察组彻查她 她的那些烂账都会被翻出来 到时候 难免足归处置 虽然不会死 但因为这些劣迹 她将被家族彻底边缘化 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中年女人神情疲惫 看了白风一眼 闭上了眼睛 风儿 你也太不懂事了 以后 就安心做你的副家子吧 扑通 白风爹坐在了地上 心中生起无限的懊悔来 她很后悔 刚才为什么不诚挚地向叶飞道歉 她很后悔 刚才为什么要想着报复叶飞 两人之间 明明并没有多大的仇恨啊 可是 一切都已经晚了 这一切 都被她给搞砸了 不做死就不会死 她 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前程 叶神医 我这个处理结果 您是否满意 您放心 白风以后 无法动用宋家的一分资源 他对你不再有任何威胁 而且 我可以向您保证 以后 您就是我们宋家的贵客 谁敢动你 便是我宋家的敌人 不死不休 宋志明语气坚定道 不死不休 宋家的二代核心 都被宋志明这话给吓到了 震惊地看着宋志明 宋志明这话 简直就相当于 将宋家和叶飞绑到了一起 叶飞不过是个穷学生而已 哪怕医术高明又怎样 真的值得宋家这样吗 老二 二哥 志明 一群人忍不住想要开口质疑 你们不要说了 宋志明大手一挥 阻止众人开口 说道 我以代家主的身份决定 你们执行就好 众人文言 互相对视了一眼 却没有再开口提出质疑 宋志明是宋家的代家主 这是宋老在知道自己的绝症之后 早就认命的事 为的就是防止宋老一旦出现不测 宋家自己先内乱起来 宋志明在宋家二代核心当中 年龄不是最大的 对宋家的贡献也不是最多的 虽然是宋老指定的代家主 却一直谨守本分 遇到重要事情 都是召集其他二代核心一起商量 还从没有独断专行过 他们怎么没想到 宋志明以代家主身份 发布的第一条命令 竟然会是这个 叶飞听了 也有些动容 宋志明可不知道 叶飞修真者的身份 更何况 现在 宋志明都还不知道 叶飞能不能治好宋老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宋志明竟然说出如此的话来 着实魄力惊人 呵呵 你这未来老丈人 倒是有些不简单啊 轮回老祖的轻笑声 从叶飞耳边响了起来 未来老丈人 叶飞听到轮回老祖这话 一个猎且 差点没摔倒在地上 这都哪个奶啊 他都不认识宋情话呢 宋情话的父亲 怎么就成了他未来老丈人 和轮回老祖认识越久 叶飞便越是发现 这轮回老祖有些不着调 就在叶飞要开口询问 轮回老祖 为什么说宋志明不简单时 一道身影 匆匆分开人群来到近前 爸 爷爷 好像要不行了 宋情话俏脸上 带着焦急说道 天云山顶 宋家别墅内 叶飞在宋情话的带领下 直奔宋老的房间 弱大的病房 超过了100平米 里面摆放着各种高端的医疗器械 比医院里的设备 还要齐全 先进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进来的 宋老的主治医生 是一名看起来40多岁的中年男子 即使戴着口罩 也难以遮盖脸上的傲慢之气 见到宋情话身后的叶飞 顿时立合道 给我滚出去 叶飞眉头一皱 没有理会他 而是转头看向病床上的宋老 此时 宋老双目紧闭 脸上呈现出清灰之色 呼吸机不可闻 若不看旁边的心电监护仪 恐怕不少人会认为 病床上躺着的 是一具早已经死去多时的尸体 五行颠倒 三魂七魄游离 还好胎光魂未散 还有救 叶飞呢喃了一声 小子 你听到我说话没有 中年主治医生见叶飞 竟然不理会自己 顿时大怒 挥手就要让人把他轰出去 一转头 才看到跟在叶飞身后的宋志明等人 宋先生 你 你们怎么来了 中年医生愕然道 宋志明冲中年医生点头 就当打招呼 转过头目光盯着叶飞 眼带急切道 叶神医 您看 这些东西没用 都撤掉吧 叶飞指着宋老身上 插着乱七八糟的针管 淡淡说道 小子 你胡说什么 主治医生听到叶飞这话 顿时大怒 叶飞还没说话 宋志明瞪了 主治医生一眼 吩咐道 愣着干什么 把这些都撤掉 什么 主治医生大惊 不敢置信道 宋先生 宋老的命 可都是靠这些仪器维持的 一旦撤掉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这些仪器有用 宋老就不会还在这里躺着了 叶飞摇头说道 你 主治医生被噎的呼吸都是一致 恼羞成怒道 小子 你懂不懂什么是医学 你知不知道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 这里的仪器 你恐怕都叫不出名字来 就敢说这些没用 我是不知道 这些仪器的名字 叶飞点头 不等主治医生继续嘲讽 继续道 但是 我能救宋老的命 狂妄 小子 你知不知道 宋老得的是什么病 是脑癌 人的大脑 那可是上帝的禁区 脑癌到现在为止 都是世界性难题 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 也敢说 能治好宋老的病 主治医生大声嘲讽道 我说能治好就能治好 你不撤拉倒 反正我不着急 叶飞无所谓道 不过 宋老好像没有多长时间咯 让你撤 你就撤 费什么话 全都给我撤掉 宋志明听到叶飞的话 心中一紧 立声吩咐道 宋先生 你们这是 再害宋老的命 主治医生大喊道 不甘地将这些仪器撤下来 最后装作疏忽 把那台新店监护衣留了下来 主治医生的这点小心思 自然瞒不过叶飞 不过叶飞也懒得理会 叶神医 我们能不能留在这里观看 这时 一名中年人站出来问道 这人正是宋志明的堂哥 之前提议彻查白风的人 其他人闻言 也都看着叶飞 隐隐露出期待之色 就连要被彻查的白风 此时进入了病房当中 不知怀着何种心思 也想要观看叶飞治疗 无所谓 只要不出声就好了 叶飞头也不回地 从书包中将银针拿了出来 哼 故弄玄虚 我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治好宋老 主治医生冷哼了一声 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抱着双臂站在那里 准备看叶飞的笑话 见到叶飞竟然从墓盒里 拿出一袋银针 主治医生忍不住嘲讽起来 你所说的治疗方法 就是指针灸 哼 中医针灸我也了解过 不过是无用地砸耍罢了 根本不能治病 叶飞没有理会他 从针袋中 取出一枚六寸长的银针 就在他对准宋老的 镇尾学要施针时 就不怕细菌感染吗 中年主治医生的话 听起来像是提醒叶飞 口气却带着浓浓的嘲讽和不屑 说完 还不忘点评一句 真是一点都不专业 叶飞手上的动作一顿 转头看向那主治医生 神色冷了下来 这人 似乎没有听清楚他刚才的话 再废话 就给我滚出去 宋志明脸色难看 对那中年主治医生 严厉警告道 中年医生何曾见到 宋志明这般冷利的样子 一张脸下的惨白 支支吾吾道 我只是提醒他一下 我的针 不需要消夺 叶飞淡淡说了一句 手中的银针 快速刺向宋老振伪学 在这一针刺入之后 叶飞动作瞬间变得飞快起来 一枚枚银针 不断出现在他的手上 而后消失 叶飞的手速实在是太快了 这些人哪怕拼命睁大眼睛 也仅仅是看到一道道残影 根本没看清楚 叶飞如何施针 等叶飞收手时 在宋老的身体上 已经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银针 乍看起来杂乱无章 就仿佛小孩子胡乱扎的一般 就在这时 叶飞的手中再次出现一枚银针 这一枚银针 长足有八寸 比人的头发丝还要细 在叶飞注入真缘的那一刻 瞬间崩得笔直 这一次 叶飞动作便比之前缓慢 也慎重了许多 病房内的众人 当看到叶飞对准的穴位时 一个个眼睛瞪得老大 下意识地捂住了嘴 好让自己不发出声来 百慧学 天哪 他竟然要把这枚银针 刺入头顶百慧学 稍微懂得一些 学位常识的人都知道 百慧学 那可是人体死学 稍微用力过猛 便是非死极残 可是 这叶飞 竟然敢用一枚八寸长的银针 刺入百慧学 若非叶飞之前救过宋老一命 此刻他们都要怀疑 这叶飞是不是来杀宋老的 银针刺入百慧学的那一刻 叶飞的真缘 也一起注入了宋老体内 哇 那些 原本插在宋老身上 一动不动的银针 在这八寸银针刺入之后 瞬间起了连锁反应 数十银针震动 发出轻微的颤鸣声 隐隐若隆银 之后 这些银针如同被火烧过一般 竟然变成了赤红色 啊 终于 一人忍不住惊呼出声 这个时候 却没有人去责怪说话的人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那些银针上 双眼瞪得滚圆 这是魔术吗 不 这是神剑 众人心中都冒出同一个念头来 然而 震惊并没有就此结束 银针震战 在银针与衣服接触的位置 一道由真影组成的图形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竟然是一条青龙 在衣服上轻轻摆动 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 随后 那青龙更是一个白尾 没入了宋老体内 消失不见 唉 在青龙消失的那一刻 众人心中都忍不住叹息一声 仿佛他们刚才观看不是针灸 而是一场 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表演 此时 竟然生出一种意犹未尽的遗憾感来 吃 叶飞收起八寸针 一道黑色的血剑 随着银针从宋老的百惠学标射而出 叶飞将银针擦拭干净 之后将宋老身上的其他银针也都收起 等叶飞将针收完 宋老却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 不要醒 不要醒啊 白风双眼紧盯着宋老 心里却在焦急地祈祷着 他被叶飞给害惨了 无论宋老醒来与否 他这辈子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可是 如果宋老醒不过来 那就相当于被叶飞给支死了 到时候 叶飞一定会被愤怒的宋家人撕成碎片 也不知是不是白风的祈祷应了咽 就在众人焦急等待中 那台新店监护一上 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避避 屏幕上的抛物线 此时也变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直线 心跳显示竟然是 零 失败了 宋家众人见此神色大变 继而一个个脸色苍白满是悲戏之色 哈哈 没醒过来 没醒过来 小子 你完了 白风高兴之下 竟然没控制住 喜不自禁地大叫出来 叶飞没去看白风 而是转头 对着躺在病床上的宋老 陡然抱贺一声 醒来 嗡 原本还一动不动的宋老 在叶飞这一声抱贺之下 如同炸尸一般 身体瞬间坐直 哇 一口黑色的血液从宋老口中喷出 一瞬间 整个病房都弥漫着一股臭鸡蛋般的恶臭味 在吐出这口黑血后 宋老紧闭的双眸 渐渐睁开 宋老没醒过来 你好像很高兴啊 叶飞扫了一眼白风 淡淡道 很抱歉 让你失望了 宋家众人也反应了过来 一个个都愤怒地看向白风 白风神色涣散 扑通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 这一下彻底完了 从宋老的病房出来 叶飞刚把手机开机 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竟然是晨婉的电话 连忙接通 小飞 你的电话怎么 总是打不通啊 电话另一边传来晨婉略带担心的声音 感受到晨婉那浓浓的关切之情 叶飞心里一暖 小小撒来的谎道 哦 手机没电关机了 我忘记了充电 晨婉姐 你找我有事吗 你把那个码字给我去掉 晨婉轻轻哼了一声 下周一就是模拟考试 这个周末 大家都在学校里复习 你跑到哪去了 叶飞还不想自己的秘密被人知道 哪怕是身边最亲近的人 因为他无法解释这种改变的原因 更何况 关于轮回老祖的事情 轮回老祖特意叮嘱过 不得外泄 叶飞只得再编一个谎言 我很久没有回家了 趁着这个周末回了趟家里 叶飞说道 是这样啊 晨婉文言声音缓和了些 他也知道 叶飞的家在乡下 距离海州市区还是挺远的 回家一趟不容易 本来我还打算 趁着这个周末 替你补习一下功课呢 既然你回家了 那就算了 晨婉说到这里 话音突然一顿 继续说道 我听说 你和赵云老师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打赌了 嗯 叶飞点头承认 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和班主任打赌的事情 经过班上同学 以及班主任的刻意传播 早就已经在整个学校传遍了 晨婉知道也不奇怪 以你以往的成绩来看 想要在这次模拟考试中 考进年纪前100 可不容易啊 晨婉略带担忧地说 是挺不容易的 叶飞也说道 如果叶飞还是以前的那个叶飞 想要在这次模拟考试中 考年纪前100 又岂止是不容易 简直是难如登天 只是 如今的叶飞 早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叶飞 现在的他 是一名修真者 无论是理解能力 记忆力能力 还是逻辑思维能力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要不 我替你向赵云老师求求情 毕竟 晨婉似乎担心触碰到叶飞那敏感的内心 小心地试探问道 叶飞倾笑出声道 不用了 晨婉姐 这两天 我会努力复习的 而且 我有信心 这次的成绩 一定不会差 你有信心就好 晨婉轻声说道 心中却是叹息一声 叶飞并不知道 事实上 晨婉在得知他和赵云之间的赌约之后 便已经去找赵云了 只可惜 晨婉刚一开口 便被赵云给言辞拒绝了 同时 还被赵云还冷嘲热讽了几句 让他管好自己的事情 就好 晨婉这么说 也就是试探一下叶飞 看看还有没有缓和的余地 现在看来 两人之间谁都没有要服软的意思 叶飞又和晨婉聊了几句 便挂断了电话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在他通话的时候 一双如同毒蛇般的眼睛 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也将他所说的所有内容都听了进去 叶小神医 叶飞刚将手机收起来 耳边便响起了宋志明的声音 哦 宋先生 有什么事吗 叶飞诧异地问道 没有 不 宋志明说话 都有些语无伦次起来 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 就在叶飞出来的这片刻时间 宋老已经能开口说话 若非还要做个全身检查 此时 恐怕已经下地行走了 叶小神医 您真是太厉害了 我父亲他已经苏醒过来了 意识也恢复了正常 宋志明激动道 嗯 叶飞点了点头 宋老的身体还有些虚弱 需要调养一段时间才行 这些应该就不用我多说吧 不用 不用 宋志明连忙摆手说道 对于宋老的后期调养 家族的营养师自然会拿出一套方案来 此时 叶飞在宋志明的眼中已经是神医 这点小事自然不需要麻烦叶飞 就在两人说话时 为宋老做完全身检查的中年主治医生 一脸激动地走了出来 宋先生 神技 简直是神技啊 宋老体内的癌细胞都消失不见了 他现在的身体 简直比一般的年轻人还要健康 中年主治医生一脸激动地大吼道 他现在恨不得将这个消息告诉全世界 他看到了什么 那可是癌细胞啊 全世界最难攻克的绝症 而且还是发生在脑部的癌症 竟然被一名不到20岁的年轻人 用针灸给治好了 中年主治医生看到宋志明旁边的叶飞 眼睛一亮 扑通一声便跪到了叶飞跟前 同时他身体前倾 双臂张开就要朝叶飞的大腿扑去 口中还大喊道 神医 您是真正的神医 请原谅我之前的不敬之罪 我要跟您学习针灸 叶飞一个侧身躲过了中年医生的拥抱 他可没有被男人抱的习惯 更何况 还是一个长相苛蠢的陌生中年男人 我的针灸有些特殊 你学不会 叶飞淡淡说道 叶飞并非臂肘自针 他的四项针法 只有修针者才能使用 普通人哪怕学会针灸的全部步骤 没有针缘催动 也不过是招呼花猫而已 不会有什么效果 啊 中年主治医生闻言 脸上顿时满是失望之色 爸 就在这时 宋秦化也从病房里走了出来 对着宋志明喊了一声 目光却看向了叶飞 眼中带着几分好奇之色 怎么了 秦化 宋志明开口问道 爷爷要见叶飞 宋秦化对宋志明说了一声 目光再次看向了叶飞 似乎是在征求叶飞的意见 宋老要见我 叶飞眉头一挑 不过还是点头同意 当叶飞跟着宋秦化进入病房时 宋老已经脱去身上的病号服 换上了一套白色的休闲练功服 看起来精神绝朔 丝毫看不出 他之前还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宋老 您好 我是叶飞 叶飞一笑 打招呼道 宋永昌目光紧盯着叶飞 见叶飞竟然丝毫不躲地跟自己对视 眼中没有一丝对身居高位者的畏惧 有的只是对长者的尊敬 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宋老点了点头 似乎对叶飞甚是满意 叶小友救了老朽两次 到现在才来得及感谢小友 实在是失礼了 宋老客气了 叶飞一笑 不在意道 呵呵 叶小友识恩不图报 品质难得可贵 但老朽也不是知恩不报的人 宋老摇头说道 叶飞淡淡一笑 宋家 还真没有什么值得他图的 只是 他这个想法刚刚升起 耳边便响起了轮回老祖的声音 小子 怎么没有值得你图谋的 你旁边的先天道体 不就是 叶飞装作没有听到轮回老祖的话 气得轮回老祖差点跳脚 不过轮回老祖也知道 如果叶飞真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叶飞面前这慈眉善目的老头 恐怕会当场翻脸 让人将叶飞给打出去 他这么说 也只是为了提醒叶飞罢了 小友觉得 这座庄园如何 宋老见叶飞不说话 率先开口问道 这里啊 叶飞随意扫了一眼 点头道 倒是不错 可惜不是我的 确实 这里的灵气 要比其他地方浓郁许多 原本 叶飞按照轮回老祖的估计 大概需要一周左右 才能突破到炼气二层 结果在这山上修炼了一天 就已经突破了 如果 他以后能天天在这里修炼 那他的修炼速度 将加快很多 现在是了 宋老笑了笑 淡淡说道 什么 什么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一个是叶飞的声音 另一个则是宋秦化的声音 此时 宋秦化正一脸 惊讶地看着自己的爷爷 叶飞或许不知道 这座宅子的价值 可是他却十分清楚 这座庄园 在整个海州都是独一份 位置也是整个海州最好的 仅仅这块地 价值就要数亿 当初宋家人为了修这座庄园 更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用的材料 都是从全世界运来的最顶级的 以往宋家的第三代小辈 除了宋秦化外 其他小辈未经宋老允许 甚至都不准进入这庄园的大门 仅此一点 便足以看出 宋老对这宅子的喜爱 白风能够进入这里 还是因为这段时间宋老并重 这条规定被放宽的缘故 昨天叶飞一进入这别墅 便被白风出言挤兑 将他轰出去 也与白风刚搬入这里 想迫不及待地体验一把男主人的感觉有关 如果将这座庄园拿出去卖 就算喊出二十亿的天价来 都会有不少势力来争抢 如今 这座庄园 已经不仅仅是金钱能衡量的 更是身份的象征 哪怕性格甜淡如宋秦化 在听到宋老要把这庄庄园送给叶飞后 也是忍不住惊呼出声来 宋老太客气了 这里可是宋老您的住所 况且 这个力也太重了 叶飞仅仅是略做吃惊 随后便摇头拒绝 虽然他并不知道 这宅子的真正价值 但也知道价值不菲 如果叶小友 是担心我离开这里 会没有地方住的话 那大可不必担心 宋老摇了摇头笑道 其实 这里并不是我的住所 嗯 叶飞文言 诧异地看向了宋老 我住的地方 其实在山下 这里不过是我养病的地方罢了 现在我都病好了 这里自然 也就没有了用处 宋老笑着说道 这座宅子虽然价格不低 但和老朽的命比起来 老朽自认为还是比不上的 叶小友救了老朽两次命 送这一套宅子给你 又算得了什么 宋老 叶飞刚要开口拒绝 却被宋老挥手打断 叶小友不必拒绝 这套宅子对年轻人来说 或许不错 但对我这样的老家伙来说 确实有些空了 缺少了几分生气 反而没有山下住的舒坦 宋老说完 又对旁边的宋情话说道 情话 你去外面告诉他们 就说是我的命令 所有宋家子弟 即刻起限期 在一天时间内搬出这里 以后这座庄园 便归叶小友所有 任何人不经叶小友允许 不得进入这庄园半部 为令者足归处置 是 爷爷 宋情话应了一声 便点头出去传令 叶飞见此 只得苦笑一声 答应下来 那就多谢宋老了 从宋老的病房出来 因为对这庄园 还不熟悉的缘故 叶飞只得由宋情话领着 去卧室休息 走在路上的时候 叶飞见到不少宋家人 正忙活的热火朝天 将一包包行李装车运走 这些人在见到宋情话身后的叶飞时 手上的动作都停了下来 齐齐看向叶飞 一个个眼神怪异 很显然 他们已经收到了宋情话传出的消息 叶飞可不想 被这些人当动物围观 连忙夹急走了几步 躲开众人的视线 一路上 宋情话总是时不时看向叶飞 目光中带着几分好奇 叶飞 我有些好奇 你年纪跟我差不多 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医术 而且 据我所知 你在学校的成绩 似乎并不突出 宋情话终是没忍住好奇心 问道 再说到最后的时候 还顿了顿 为了照顾叶飞的自尊心 想出并不突出这个措辞来 叶飞文言哑然失笑 他在学校的成绩 可是全年级倒数第一 哪里能用并不突出来形容 叶飞刚要回答 轮回老祖的声音 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小子 快 炮他 炮他 听到轮回老祖这话 叶飞一阵无语 他发现 自从轮回老祖发现 宋情话是先天道体之后 比以往活跃了很多 以往的轮回老祖对什么 仿佛都不屑一顾 只有在叶飞遇到困难时 才会指点一两句 还不忘顺便打击叶飞一下 可是现在 叶飞感觉 轮回老祖有化身逗逼的前置 叶飞不但没有任何反感 反而觉得 这样的轮回老祖 很可爱 虽然轮回老祖没有说过什么 叶飞隐隐也能感觉出他的急切来 所以这段时间 叶飞几乎是用尽一切空余时间来修炼 叶飞的这些想法 自然逃不出轮回老祖的感知 此时轮回老祖正气地跳脚 混账小子 你说本老祖什么 可爱 本老祖和可爱沾边吗 还有 逗逼是什么玩意儿 轮回老祖气恼地骂道 声音中却带着一丝欣慰 却也不再催促叶飞泡送情话了 叶飞下意识地摇头笑了笑 他自然不敢告诉轮回老祖 逗逼这个词的含义 只要他不去想 轮回老祖便不会知道 除非 轮回老祖用神识扫描叶飞的记忆 那样的话 是要消耗神识的 而且对叶飞也会有一丝伤害 这样的事 轮回老祖自然不会敢 你笑什么 宋情话见不回答他的问题 竟然还摇头直笑 不由秀眉微醋 问道 哦 没什么 叶飞摇头说道 他刚才再跟轮回老祖交流 这话自然不能告诉宋情话 哼 不说算了 不稀罕知道 宋情话轻哼了一声 指着前面的卧室道 那里 就是你的卧室 你自己进去就行了 不送 说完 又冲着叶飞轻哼了一声 才转身离去 如果让宋家的人见到 他们家 这位甜单若仙 宁静雅致的小公主 竟然在叶飞面前发小脾气了 恐怕会惊讶地下巴都掉下来 这还是 我们家的小仙女吗 好像生气了呀 叶飞望着宋情话 逐渐消失的身影 眨了眨眼睛 自言自语道 什么叫好像啊 那小丫头就是生气了好不好 轮回老祖气哼哼地说道 似乎还在不爽 叶飞刚才用可爱两个字来形容他 说完 轮回老祖又哈哈大笑起来 没想到你小子看起来一副 鱼目脑袋的样子 泡妞的本事倒也不差嘛 不错 不错 颇有几分本老祖当年的风采 啊 老祖你说啥 叶飞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 感觉被轮回老祖给说糊涂了 见叶飞这副模样 轮回老祖顿时郁闷了 愤懵地骂了一声 我靠 原来是懵的呀 接下来 任凭叶飞如何追问 轮回老祖都不再说话 似乎是被叶飞的鱼目脑袋给气到了 叶飞无奈 指得进入卧室修炼 自从修为进入炼器二层 他体内的真元 比以前翻了一倍还多 虽然使用起四项真法来 比以前轻松了一些 但是为宋老这番真酒下来 他还是感觉有些疲惫 接下来的时间 叶飞一直在卧室里闭门修炼 即使吃饭 也是让人将饭菜送到卧室中 宋家人见此 还以为叶飞为了给宋老治病 消耗很大 更加不敢去打扰叶飞 宋老更是吩咐所有宋家人 在搬家时必须小心 不准闹出声音来打扰到叶飞 一直到晚上 叶飞的门才再次被人敲响 来人正是宋秦化 原来宋家的人已经搬离得差不多了 宋秦化这次来找叶飞 是跟叶飞告别的 叶飞自然不好意思 继续待在卧室里 出来和宋老等人告别 等将他们送出庄园后 再次回卧室继续修炼 深夜 凌晨两点 天云山顶 宋家庄园 此时已经成为叶飞的私人庄园 叶飞卧室中 在叶飞的面前 摆放着一枚鸡蛋大小的翡翠 正是叶飞前几日 从赌食店里切出的那块帝王绿 老祖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炼制灵符了 叶飞在心中询问道 差不多吧 轮回老祖 兴趣缺缺道 一道最低阶的灵符 实在是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 叶飞却是不一样 心中隐隐有着一丝紧张 还带着点忐忑以及兴奋 我把炼制灵符的方法传给你 你自己炼好了 轮回老祖说完 一道记忆便默然出现在叶飞脑海中 啊 老祖 你不知道 我来炼制吗 叶飞读取完记忆 有些傻眼问道 轮回老祖闻言略作沉默 而后才声音郑重道 小子 你记住 有些事 是需要你自己去亲自实践的 别人无法代劳 我现在帮你 或许会让你很轻松 就能炼制出灵符来 但这样一来 你也就缺少了时间的机会 也缺少了经验的积累 反而会让你的潜力无法发挥 现在 或许看不出什么影响 以后你却很难再成长起来 即使成长起来 也不过是温室里的花朵 不堪一击 叶飞还是第一次听轮回老祖 这般郑重的教诲 脸色也郑重了起来 点头道 老祖 我明白了 你要炼制的 不过是一枚最简单的出街灵符 在里面刻入一个夺音阵 便可完成 这块预料足够大 够你失败几次了 放心大胆地做吧 轮回老祖声音带着欣慰 叶飞鸣嘴点了点头 接下来便闷头 按照记忆中的方法 炼制起灵欲来 轮回老祖口气说得很轻巧 等叶飞真正炼制时 才知道 这仅仅是一枚最简单的出街灵符 炼制起来有多困难 叶飞将这块帝王绿 用真圆切割成了五块 然而 仅仅一个晚上 叶飞便将前面的三块给废掉了 周末这一天 叶飞仍是闭门不出 闷头炼制灵符 直到天色黑了下来 叶飞在又废掉一块帝王绿后 才用这仅剩的最后一块帝王绿 炼制成功 哈哈 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叶飞捧着最后的一块帝王绿 兴奋地大叫起来 咦 竟然真被你小子炼制成了 轮回老祖的声音响起 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惊讶 其实 他也不信叶飞第一次炼制御符 仅用这五块预料 就能炼制出一块成功的御符来 他鼓励叶飞亲自动手 不过是想要让叶飞 多积累一些失败的经验罢了 事实上 对叶飞根本就没抱希望 没想到 叶飞竟然真的炼制成功了 老祖 你看怎么样 里面是不是夺阴阵 我是不是成功了 叶飞用双手十分小心地 捧着这枚御符问道 这块帝王绿 被他用真元雕刻成了一个小老鼠的造型 因为陈婉的鼠像 便是鼠 帝王绿 本就是翡翠中最顶级的材质 如今又被叶飞刻入了夺阴阵 使其成了灵符 更显得清脆欲滴 比之抛光后的翡翠还要好看 而且 这御符在被叶飞刻入夺阴阵之后 除了能够吸收玄阴之气外 还有着让人寒鼠不清的功效 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至于说到这老鼠的雕功 那可真是 一言难尽了 嗯 是成功了 就是 太丑了点 轮回老祖点头道 最后还不忘打击一下叶飞 嘿嘿 得到轮回老祖的确认 叶飞顿时傻乐起来 至于后面那太丑了三个字 被他给自动忽略了 叶飞以前可没有学过撰刻什么的 能用真元雕刻出一个造型来 他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虽然 他也觉得这老鼠有些丑 老祖 你第一次学制服时 失败了多少次啊 叶飞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我呀 老祖我是谁啊 当然是一次就成功了 轮回老祖声音傲然道 事实上 轮回老祖是在筑基期 才开始学习制服 第一次尝试制服 往灵域里面刻入的是 比夺阴阵还要略简单的三财阵 叶飞不知道的是 轮回老祖是在毁了 足有一千块灵域之后 才成功地将三财阵 刻入一枚灵域当中 即使这样 他的行为 也震惊了当时所在的宗门 之后更是被整个宗门 当做了天才弟子来培养 这才有了之后 在仙界称王称霸的轮回老祖 地球这个灵气稀薄的星球上 连修真者有没有都不确定 除了轮回老祖之外 自然也就不会有人知道 炼制御服会是何等困难的一件事 叶飞作为地球上土生土长的土鳖 自然也就更不知道这些了 当然 这些事 轮回老祖现在更不会告诉叶飞了 竟然被自己的徒弟比成了渣 这实在是 太丢人了 叶飞兴冲冲地将御服放到书包 之后便继续打坐修炼起来 蒙蒙亮 叶飞就下山去了 在山下打了辆出租车后 直奔学校 今天是周一 也是学校二末的日子 第一场考试便是语文 叶飞早早来到教室 想要在考试之前 将御服交给陈婉 这样 陈婉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 悬婴之气会爆发了 然而 直到考试开始 叶飞也没有等到陈婉 而本应该是兼考老师的陈婉 也变成了臭着一张脸的班主任赵云 叶飞虽然诧异 却也没有开口询问 以他和赵云的关系 即使他开口询问 赵云也不会回答 反而会冷嘲热讽叶飞一顿 叶飞自然不会去找这样的美趣 强压下心中的疑惑 在考完语文之后 叶飞趁着考试的间隙 便给陈婉打电话过去 结果却提示关机 老祖 陈婉结体内的悬婴之气 不会提前爆发吧 叶飞按捺不住担忧 问轮回老祖道 小子 你以为本老祖教你的治疗方法是地摊货吗 放心 那小丫头体内的悬婴之气 至少还有十天才会再次爆发 轮回老祖说道 叶飞文言 只得暂时压下心中的担忧 准备下一场考试 考完数学 时间便到了中午 叶飞趁着吃饭的间隙 去了一趟晨婉的办公室 结果却没有发现晨婉的人 问过其他老师才知道 晨婉今天根本就没来学校 也没有打一声招呼 难怪早上的时候 赵云会臭着一张脸 叶飞嘀咕了一句 心里却是暗暗疑惑 以晨婉的敬业态度 不可能无故不来上班 即使有事不来 也不可能不打一声招呼 下午 考完李宗和外语两门科目后 已经是傍晚 叶飞再次拨打晨婉的电话 结果还是关机 叶飞心里有些烦躁起来 隐隐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没有理会凑过来闲聊的同桌锅亮 叶飞直接出了教室 打算去晨婉的住处看看 刚出教室门口几不远 叶飞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一看 竟然是晨婉的电话 叶飞连忙按下接听 晨婉姐 你在哪里 今天怎么没见到你 叶飞连忙说道 呵呵 电话另一边 传来的却是一个 带着讽刺的笑声 而且 还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叶飞一颗心 瞬间沉到了谷底 眼中瞳孔收缩 牙齿里挤出两个字来 白风 咦 小子 你竟然听出我的声音来了 看来你也蛮想我的嘛 哈哈哈哈 电话中 响起了白风放肆的大笑声 小子 你的美人老师 在我手上 献你一个小时内 到燕归山顶来 不然 嘖嘖 白风嘖嘖嘴 才阴侧侧到 好久没玩过这样的极品美女了 更何况 还是个美女老师 哼 我想我这里的兄弟 也都有兴趣品尝一下你的这位美女老师 叶飞心中焦急 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故作不在意道 白风 我看你该改个名字 叫白痴算了 她是我老师 又不是我老婆 你随便抓一个老师 就想威胁 我去送死 真为你的智商感到着急 得什么样的猪脑子 才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 白风咬牙切齿地骂道 小子 少他妈给我装算 实话不妨告诉你 你当初在老头子病房门口 和这女人的通话内容 都被都被我听到了 不然 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抓她 既然被白风知道了 她和陈婉的关系不一般 叶飞也就懒得再装下去 冷声道 我怎么确定 你是抓了陈婉姐 而不是让人偷了陈婉姐的手机 事实上 到这个时候 叶飞几乎已经确定 陈婉就在白风手上 他这么说 不过是想确定 陈婉是否安全 别他妈的老子耍花招 你爱信不信 记住了 一个小时 你不来 老子就 白风在电话里疯狂咆哮道 我不信 叶飞冷笑一声 不等白风说完 便十分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挂掉电话后 叶飞眼眸闪着冷光 胸口仿佛有着一团火焰在燃烧 紧握的拳头上青筋崩线 白风 你最好祈祷陈婉姐没事 叶飞握着手机低声道 声音很轻 仿佛自语 却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的极寒之风 让人不寒而栗 就在这时 叶飞手机再次震动起来 看了眼手机的来电显示 叶飞眼睛微眯了起来 他刚才之所那般果断地挂断电话 就是因为他猜测出 白风的目标是他叶飞 而不是陈婉 白风绑架陈婉 不过是为了引诱他过去 现在看来 他猜对了 喂 小子 你听好了 电话另一边 传来白风歇斯底里的咆哮声 之后 声音变小 叶飞还是能从听筒中 听出声音来 是白风在和人说话 说话吧 那小子要听你的声音 然而 白风的话音落下 却没有任何声音响起 啪 一声刺耳的巴掌声 从手机听筒中 传入叶飞耳中 让得叶飞的心 也跟着一颤 巴掌声过后 便是一声吃痛声呼声 陈婉姐 叶飞对着手机大喊道 再也无法保持镇定 这痛呼声 正是陈婉在吃痛下 忍不住发出的 小飞 你千万不要过来 他们呜呜 陈婉话还没有说完 之后便变成了呜呜声 很显然被人捂住了嘴巴 之后 电话里传来了白风的声音 小子 记住了 一个人来燕归山顶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时间 你若赶不到 白风音笑一声 挂断了电话 咔嚓 手中的诺基砖手机 在叶飞手掌的距离之下 被瞬间捏爆 叶飞双目变成赤红色 胸中有着无边的杀意在汹涌 他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 对一个人生出 如此强烈的杀意来 叶飞快速向学校外冲去 刚到校门口 却被一辆警车给拦住了 叶飞 你勾结黑社会 故意殴打同学 现在你被拘捕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一名肥头大耳的中年警察 从警车上下来 拿着手铐 就要把叶飞拷走 勾结黑社会 故意殴打同学 叶飞眸光一闪 一眼便看到了 警车后面的 一辆奔驰轿车内 坐着的王成 此时 王成正将趴在 降下玻璃的车门上 看着叶飞 脸上带着奸诈的笑容 再看看这中年胖子 满脸的酒气 叶飞又怎么猜不出 这警察根本就是 王成弄来的膝背火 叶飞双目圆睁 盯着那走过来的 中年胖子 陡然爆合出声 滚 哄 在叶飞这饱含真元的 爆合之下 那中年胖子 身体瞬间倒飞出去 砰的一声 砸在了警车上 一瞬间 整个校门口 都陷入了混乱当中 汽车警报声 夹杂着人群的尖叫声 此起彼伏 王成本来还想亲眼目睹 叶飞落入自己圈套的过程 没想到见到的 却是这样一幕 吓得一个哆嗦 差点没尿裤子 他连忙催促前面的司机道 快 快开车 咔嚓 车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叶飞坐进了车里 叶 叶飞 你想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 我可 王成大叫着 声音都在颤抖 闭嘴 叶飞抱贺一声 冰冷的眸子看了他一眼 道 去燕归山 或者死 此时的叶飞 简直就仿佛一尊杀神一般 让人看了都打哆嗦 王成更是吓得浑身颤抖 话都说不出来 也不用王成吩咐 司机赶紧开车向燕归山驶去 15分钟后 奔驰车到达燕归山脚下 叶飞下车后 飞速上山 燕归山顶 只有一座废弃的寺庙 其他地方都是荒山 根本无处落脚 白风将晨晚带到燕归山顶 只能是在那座寺庙中 叶飞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消失在山脚下 平常人需要花费一个小半时 才能到达山顶 叶飞却只用了10分钟 呵呵 小子来得挺及时嘛 寺庙中 白风在一群人的簇拥下 堂而皇之地走了出来 晨晚在哪里 叶飞冷冷道 去 把那女人带过来 白风听了叶飞的话 呵呵一笑 也不在意叶飞质问的口气 吩咐人把晨晚带过来 在白风看来 叶飞到这里的那一刻 就已经是他砧板上的肉了 很快 晨晚被一人带了过来 见到晨晚身上 衣服穿着整齐 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叶飞才长呼了一口气 选着终于放了下来 然而 当目光落在了晨晚右脸颊上 那一个清晰的巴掌印上时 叶飞的身体僵住了 让这贱人跟你打招呼 他竟然敢不听 这一巴掌 不过是给他一个教训罢了 白风吃笑一声 不屑道 白风身后 一群黑衣壮汉纷纷抱胸 目光从叶飞和晨晚两人身上扫过 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你们 该死 叶飞冰冷彻骨的声音 默然在众人耳边响了起来 龙有逆铃 处之必死 晨晚 便是他叶飞的逆铃 无边的杀意从叶飞身上散发出来 瞬间将在场的众人笼罩在其中 整个寺庙的温度 在这一刻 仿佛都瞬间降低了几度 原本还细血地看着叶飞的众多黑衣人 在见到叶飞那冰冷的毛子时 都是心里一颤 众人心中都不由生起一个念头来 这 真的是人的眼睛吗 点子扎手 大家一起上 最先反应过来的 是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刀疤脸大汉 他大喊一声 率先抄起手中的开山刀朝叶飞砍去 死 叶飞一声爆喝 猛踏地面 身体瞬间加速 如同一发炮弹一般朝着那黑衣人冲去 砰 一声剧烈的撞击声响起后 黑衣人那快速前冲的身影一顿 之后便以更快的速度向后抛飞出去 人在半空中 更是张嘴吐出一口长足有一米的血溅来 在他的胸口处 有着一个足足凹陷进一寸身的拳印 鼓鼓的鲜血从衣服上渗透出来 人还没有落地 便直接死透 死死 那些原本还要冲上来的黑衣人 见到这一幕 纷纷倒吸冷气 眼中满是惊恐之色 他们这些人并非是宋家的保镖 而是白风用自己的积蓄雇佣的亡命之徒 每个人都是穷凶极恶之辈 身上背着累累血案 然而 饶是他们平日凶恶惯了 在见到叶飞这暴力一击之后 也有一种肝胆剧烈的感觉 快 一起上 杀死他 不然就是我们死 白风大声尖叫道 他也是被叶飞这暴力一击给惊害到了 心中后悔 招惹叶飞这个杀神 然而 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了后路 他知道 在他绑架了陈婉的那一刻起 双方早已是不死不休 不用着急 你们这些人 我一个都没打算放过 叶飞冷笑一声 不等这些人反应 身体便化为一道残影 朝着这些黑衣人冲去 砰砰砰 一声声沉闷地 让人窒息的撞击声 不断在破旧的寺庙中回荡 每一声响起 便有一道身影 被抛飞到空中 仅仅是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那些 原本还围在叶飞周围的黑衣人 已经横七竖八地躺在了地上 生死不知 崔库拉朽般将这些人收拾完 叶飞才转过身 看向还站在原地的白风 淡淡道 现在 轮到你了 白风双目大睁 脸上 满是亥然之色 他已经尽量高估了叶飞 更是将自己的全部积蓄 都拿出来 雇佣这些亡命徒 来对付叶飞 现在看来 他还是低估了叶飞 更让他没想到是 自己花费重金请来的这些亡命徒 在叶飞的面前 竟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白风目光直视着叶飞 虽然震惊于叶飞的实力 脸上却没惧怕之色 小杂碎 我不得不承认 我小看了你 没想到你不仅仅医术高明 竟然还有如此伸手 可是 那又怎样 你再能打 你伸手再快 能躲得得过枪吗 白风声音陡然飙升 手从背后伸出来时 在他的手中 已经多了一把手枪 枪口正对着叶飞 白风神色变得无比猙獰 现在 给我跪下 叶飞冷笑一声 任由那枪口正对着自己 没有跪下 反而迈步朝着白风走来 我让你给我跪下 白风神情变得更加争鸣 咆哮道 不知为何 即使有手枪在手 当看到叶飞这般镇定的模样时 他内心深处 却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叶飞和白风之间的距离 仅仅有十米远 叶飞却走得很慢 每一步都仿佛 他在白风的心脏上 让得白风的心也跟着一颤 白风握着手枪的手 都颤抖起来 指着叶飞大吼道 我警告你 不要再过来 叶飞却没有理会他 仍然按着自己的节奏前行 终于 白风承受不住心理压力 开枪了 碰 枪响过后 白风常常出了口气 真他妈是蠢货 自己找死 白风低骂一声 被这枪的后座力 震得有些头晕 等他恢复视力 想要看叶飞是否断气时 却愕然发现 眼前根本没有叶飞的身影 你是在找我吗 一道冷漠的声音 突然在白风背后响了起来 白风转头望去 看到的正是叶飞那一张 让他感到惊骇欲绝的熟悉脸庞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没死 白风大声地尖叫起来 不到十米的距离 根本就不需要刻意瞄准 就能射中 可是 白风却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叶飞会没有事 叶飞脸上带着冷酷笑容 没有回答 而是声音冰冷道 接下来 我会告诉你 什么叫做绝望 给我去死 白风大吼一声 抬手又是对着叶飞的方向 开了一枪 这一次 叶飞距离他更近了 然而 还是没有射中 叶飞的身影 也再一次地出现在白风的身后 就那么看着他冷笑 碰 碰 碰 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却全都落在了空处 叶飞就仿佛一只幽灵一般 每一次在枪声落下后 便会出现在白风的身后 终于 白风崩溃了 在手枪里仅剩下一颗子弹时 白风没有再对叶飞开枪 而是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时候 叶飞开口了 就这么让你死掉 岂不是太便宜你了 话音落下的同时 叶飞的手掌也如同铁钳一般 将白风 那只握着手枪的手抓住 白风悲哀地发现 此时 他竟然连动动手指这个小动作 都无法做到 之后 白风只感觉手掌一空 等他醒悟过来时 枪已经落在了叶飞手中 喀巴喀巴 那由乌刚制成的手枪 在叶飞的手中却如同橡皮泥一般 几个眨眼间便被揉捏成了一坨废铁 你 你不是人 你是魔鬼 白风手指着叶飞大吼道 你就是用这只手打沉完解的吧 叶飞神色冷漠 抓住白风伸出的右手 猛然用力一捏 喀巴 骨骼碎裂的声音响起 白风口中发出凄厉的惨叫来 等叶飞松手之时 白风那只右手 仿佛变成了软体动物一般 里面的骨骼尽数粉碎 啊 白风惨叫连连 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吧 啪 回答她的是一个清脆的巴掌声 叶飞一巴掌抽在白风脸上 将她的身体抽得横飞了出去 在白风身体即将落地之时 叶飞瞬间七十二上 一脚将她踢飞到了半空中 砰砰砰 接连不断的撞击声 再次响彻整个寺庙 每当白风快要落地的时候 叶飞便会补上一脚 再次把她送上天去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叶飞失去了兴致 才人由白风的身体 从半空中来了个自由落体 砰 白风的身体砸落在地面上 溅起一地尘土 叶飞没有去管世生 还是死的白风 而是向着昏迷的晨晚走去 叶飞还不想自己的秘密过早暴露出来 同时也不想让现场的血腥场面 吓到晨晚 所以 早在叶飞动手之前 他便请求轮回老祖 封闭了晨晚的六十 让其暂时昏迷过去 刚将昏迷的晨晚抱起 叶飞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低叹了一声 这些人 来得还真快啊 说完 便抱着昏迷的晨晚 消失在夜色当中 五分钟后 一只由数十名特警组成的队伍 缓缓包围了寺庙 晨晚家中 将昏迷的晨晚放在床上后 叶飞又运转真元 将晨晚脸颊上的红肿消退 这才请求轮回老祖 解除对晨晚六十的封闭 等晨晚陷入沉睡当中 叶飞才长出了一口气 从晨晚的房间退了出来 这一晚 叶飞并没有回他的住处 而是在晨晚家的客厅里 修炼了一夜 他担心晨晚会因为 今天的事受到惊吓 所以一直守在客厅当中 事实上 叶飞多虑了 晨晚这一觉睡得很香 一直到天亮起床 发现客厅里的叶飞 才想起昨晚上的事情来 吃早饭时 晨晚也是只字没提 仿佛昨天的事 根本就没发生过一般 这反倒让做晨晚对面的叶飞 有些不自然了 晨晚这反应 实在是太反常了 晨晚姐 你就不想知道 昨晚上发生了什么 叶飞试探地问道 晨晚闻言轻轻一笑 问道 那昨晚上发生了什么 嗯 叶飞顿时雨色 不知该如何开口 昨晚上的事情 他还真不好 跟晨晚说太多 毕竟除了他的秘密之外 还关系到山顶上的那些人命 对晨晚来说 自然是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而且 昨天叶飞自从得知晨晚被绑架后 便一直处在暴走状态 他也担心自己在燕归山顶上的 所作所为 太过血腥 会吓到晨晚 晨晚见叶飞这副模样 忍不住倾笑出声 道 我知道这涉及到你的秘密 不好讲出来 我可以理解的 说到这里 晨晚还冲叶飞俏皮地眨了眨眼 就好像我也有秘密没有告诉你一样 比如 我来自哪里 啊 叶飞愕然 这才意识到 自己除了知道晨晚是北清大学毕业以外 其他的似乎一无所知 叶飞还没说话 晨晚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事实上 我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无知 因为出身的缘故 我对这世上的一些特别的人 还是有些了解的 所以啊 你不需要因为要对我保密 而感到愧疚 晨晚看着叶飞笑道 我只要知道 昨天我被人绑架了 是你救了我就够了 不是吗 嗯 叶飞点了点头 同时 心里也松了口气 既然晨晚没有受到昨天事情的影响 他也不再提这个话题 饭吃到一半时 叶飞才想起 自己练制的玉符 还没有来得及送给晨晚 连忙说道 晨晚姐 你等一下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说完 叶飞便跑去客厅的沙发上 从书包中拿出一个锦盒来 这锦盒 还是叶飞在宋老宋他的别墅中找到的 也不知道是装什么用的 当时他看着盒子挺精致的 就拿来使用了 对如今的叶飞来说 宋家人没有带走的东西 那都是我的 晨晚姐 这是我制作的玉符 只要你将它贴身佩戴 以后就不用担心发病了 叶飞笑着说道 晨晚闻眼眼睛一亮 翘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欣喜 问道 啊 这么快就做好了 叶飞也笑着说 是啊 看看喜不喜欢 晨晚捧着锦盒 拼命点头 见到晨晚这般开心 叶飞也很开心 晨晚体内的悬阴之气 机遇太久了 想要根除很难 叶飞想要帮晨晚彻底解决 悬阴之气隐患 办法只有两个 一个便是等他修为提高后 使用四项针法中的第四式 赤凤银元来为晨晚治疗 另一个方法 则是轮回老祖之前 便和叶飞说过的 给晨晚破身 吸收掉他体内的悬阴之气 第二个方法 叶飞可不敢给晨晚提起 他怕被打 现在 叶飞还无法根治晨晚的顾忌 但有了这玉符 基本可以保证 晨晚不需要再忍受 悬阴之气爆发的痛苦 而且 生命有了保障 以后 只要每隔一段时间 叶飞从晨晚这里 拿走一次玉符 吸收掉里面的悬阴之气就好 还是对晨晚都是有好处的 晨晚体内的悬阴之气减少 而叶飞却可以通过 吸收这些悬阴之气 来提升修为 就在叶飞胡思乱想的时候 晨晚已经把锦盒打开 并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 叶飞听到这惊呼 脸上笑得更开心了 然后 就听晨晚继续说道 好可爱的小猪啊 小飞 这是你叼的吗 小猪 叶飞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哭哈哈 叶飞耳边 则是响起了轮回老祖爆笑的声音 小子 我一直以为你雕的是狗呢 没想到是只小猪啊 哎 真是老了哇 眼睛都不好使了 说完 又是一阵大笑 轮回老祖这么说 自然是故意调侃叶飞 因为叶飞早就跟他说过 自己雕刻的是老鼠 叶飞一张脸扫得通红 恨不得现在就找个地方钻进去 真是尴尬啊 晨晚眼睛一直盯着锦盒中的玉符 半天没听到叶飞回话 歪头看向叶飞 这才发现 叶飞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 小飞 你怎么了 我很喜欢这小猪啊 你怎么这副表情 晨晚讶异地问道 叶飞苦着一张脸 晨晚姐 能别提猪吗 我过敏 晨晚自然不信叶飞这鬼话 亚人问道 为什么呀 我觉得这小猪很可爱啊 可我雕的是 老鼠啊 叶飞脸上露出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啊 晨晚闻言一愣 又低头看了看锦盒中的玉符一眼 这才发现 这猪的尾巴 似乎有点超乎自然的长了 不吃 晨晚忍不住娇笑出声来 可我觉得 他还是像猪 看到叶飞那一副郁闷的样子 晨晚笑得更加厉害 叶飞愤愤不平地抱怨道 我的雕工 有这么差吗 叶飞不说还好 一说这话 晨晚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一双肩抖动得不停 他冲着叶飞抱怨道 吃饭的时候 能别讲笑话吗 叶飞 接下来整个早饭时间 就在晨晚的笑声中度过 晨晚就是吃饭 也是一只手吃饭 一只手心放着这小猪 还时不时在叶飞眼前晃晃 从晨晚家出来 叶飞并没有直接去学校 而是向距离学校 不远的商业街走去 昨天 他接到白风的电话时 愤怒之下 把自己那经久耐用的 诺基砖给捏爆了 如果家里给他打电话来 却打不通 恐怕就要 让家人担心了 叶飞可不想让家人担心 所以 还要赶紧买个手机才行 不过还好 手机卡还在 如今的叶飞 早已经不是那个 刚来海州的穷小子了 倒也不需要 唯一部手机钱发愁 毕竟 他的卡里 还有着将近两百万的存款 还未曾动用 有了钱 叶飞也底气足了许多 看到有一家 已经开始营业的手机店 便走了进去 店铺面积很大 柜台内五名女店员 正聚在一起聊天 外面则是有一名女店员 在低头拖地 并没有注意到叶飞 聊天的五名女店员 在见到叶飞进来后 都齐齐望了过来 看了叶飞一眼后 又齐齐地转过头去 继续聊天 叶飞身上穿的是 海州衣中的校服 因为经常穿 洗的次数又多 已经有些发白了 让他看起来 确实很土别 叶飞倒是能够理解 这些人的想法 也不介意 自顾自地看着各个柜台上 琳琅满目的手机 这位同学 你是要买手机吗 就在叶飞瞎看时 一道轻柔的声音 在叶飞耳边响了起来 叶飞转头一看 才发现 说话的正是之前 那名一直在拖地的女店员 这女店员年龄 跟她差不多 而且还是一名美女 容貌甚至不属于 叶飞班上的班长罗伊人 尤其是 这女孩头上 扎着简单的马尾便 皮肤白皙干净 给人一种清新柔和的感觉 李云桌 你在那里瞎聊什么 还不赶紧拖地 还有那个你 在这里瞎转有什么呀 没看到地板 都被你踩脏了吗 就在叶飞要开口时 一道略带尖锐的声音 传了过来 那个谁看什么看 就是说你呢 叶飞转头望去 就见之前那五名闲聊店员当中 一名看起来 三十多岁浓妆艳抹的女人 正指着叶飞说道 不买手机 我来这里干什么 叶飞美好气地回了那人一句 感觉这人有些莫名其妙 小子 像你这样的人 我见得多了 你不就是 借着买手机的幌子 来看李云竹的吗 听说她 还是你们海州艺中的校花 还有个什么平民校花的称号 真是不知所谓 这女人说完 又冲着叶飞冷嘲热讽了一句 小子 你还是太嫩了 记得下次再来的时候 把你这身校服给扒掉 李云竹 听到农庄艳魔女人的话 叶飞瞬间明白了 在自己旁边的 这位美女店员的身份 竟然是她同桌锅亮口中的 那位平民校花李云竹 同时 叶飞也从中年女人的口中 得出一个消息 那就是 因为李云竹在这里打工的缘故 海州艺中的不少学生 经常会装作来这里 来买手机的样子 来偷看李云竹 很显然 叶飞也被那中年女店员 当成了其中之一 再看看李云竹脸上的表情 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 叶飞顿时十分无语 她感觉自己比豆鹅还怨 自从叶飞问过郭亮一回 关于海州艺中四大校花的事以后 郭亮有事没事 便经常在叶飞面前炫耀 自己又得到了什么 关于某某校花的情报 叶飞虽然没什么兴趣听 但郭亮说得多了 她也记到了一些 似乎李云竹的家里 出了什么事情 好像欠了一大笔债 叶飞看着李云竹 诧异诧异问道 你不是还在上学吗 怎么来这里上班了 海州的四大校花 可不仅仅长得漂亮 每一名也都是学霸 只不过 其中以罗伊人的成绩最为突出 所以才封了个无敌学霸的绰号 其他校花 包括叶飞的那位傲娇表姐 都是年级前五十的人物 海州一中 可是全国排名前几的中学 能在海州一中排名前五十 那绝对是妥妥的重点大学随便挑 还有几个月就要考试了 李云竹应该不至于 重点大学不去上 反而来这里 来当个普通店员吧 叶飞和李云竹并不认识 他这么直截了当地问 其实已经有些貌似了 不过 李云竹倒也无愧他平民校花的身份 虽然叶飞问得很貌似 他还是说道 我只是在这里打零工 并不是这里的正式员工 叶飞点了点头 心中暗道 看来郭亮说得不错 李云竹家很可能遇到了事情 不然李云竹也不会在高三 这么繁忙课业的情况下 还出来打零工 而且看起来 还是打扫卫生之类 没什么钱的工作 想到这里 叶飞不由想起了 刚来海州一中读书时的自己 若飞小姨的帮助 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恐怕也会选择 做和李云竹一样 找一份零工来做 叶飞突然生出 想帮李云竹一下的念头来 不是因为李云竹是海州一中的校花 而是因为她和刚来海州时的自己很像 当然 成绩除外 你在这里 也能卖手机 叶飞看着李云竹问道 李云竹的诧异地看了眼叶飞 实际上 在叶飞进入手机店的时候 她就注意到叶飞了 在看到叶飞身上的校服之后 她也认为 叶飞并非是来看手机的 而是来看他的 可是现在 听叶飞的口气 似乎真是想要买手机 虽然不太相信 李云竹还是点了点头道 我不是正式店员 但也能卖手机 除了提成只有正式店员的一半 其他没有区别 叶飞点了点头 那你就帮我推荐一款吧 好的 请问您对手机有什么要求吗 比如说 功能 价位什么的 李云竹见叶飞真是来买手机的 也是摆出了一副 公事公办的样子 毕竟 如果能成交 她也是能拿到提成的 虽然不多 但对于现在急需用钱的她来说 也是一点帮助 要求 叶飞对手机的要求并不高 能打接电话就可以了 不过既然打算帮李云竹一把 那就帮彻底一点好了 她说道 那就挑质量好 外观好看一些的吧 旁边的五名女店员 听到叶飞两人的疑问一答 这时候自然也看出来 叶飞竟然真是来买手机的 之前嘲讽叶飞的 那名浓妆艳魔女人 却是冷嘲热讽道 哼 穷逼一个 拿着父母的血汗钱 来女同学面前装大款 有本事 你就买个苹果叉叉 叶飞懒得理会那锅造女人 不过却对她口中的苹果叉叉 有些好奇 忍不住问李云竹道 苹果叉叉是什么 李云竹看了叶飞一眼 脸上却是一副 欲言又止的表情 叶飞一看她的表情 便明白过来 笑着说 你放心 我买手机的钱 都是我自己赚的 并非是花的家里的钱 现在 你能跟我说一下 苹果叉叉是什么了吧 李云竹看了叶飞一眼 这才点头道 苹果叉叉 是苹果今年出的 最新款的手机 倒是符合你说的两点 不过性价比不高 一步要一万多 我还是不推荐 你买这款手机 叶飞一笑 那就这款了吧 给我拿两只 叶飞想到妹妹叶萱 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正好趁机给她买一只 让她高兴高兴 她可还记得 上次通电话时 说过要给她 带礼物回去时 小妹那欣喜的样子 两只 听到叶飞这话 不只是李云竹 就是那五名 一直支着耳朵 听他们说话的女店员 都愣住了 两步苹果叉叉 那可是小三万了 哼 吹牛逼谁不会啊 我还说我爸是马大嘴呢 买两只 是不是用一只 扔一只啊 龙庄艳魔女人 再次嘲笑起来 叶飞实在是 有些厌烦这女人了 白了她一眼 不耐烦道 我买两只 一只用来打电话 一只 用来接电话不行啊 你管得也太宽了 等李云竹 拿出两只 未开封的手机来 叶飞直接掏出 兜里的银行卡来 说道 刷卡吧 嗯 叶飞这般 干脆利落的举动 让得在场众人 都是一愣 那龙庄艳魔女人 本来还想讽刺叶飞两句 嘴都张开了 见到叶飞的银行卡后 顿时像被人掐住脖子一般 花到嘴边又憋了回去 既然叶飞都把银行卡 拿出来了 这个时候 他们自然没有谁认为 叶飞拿不出钱来了 龙庄艳魔女子 看了李云竹一眼 眼珠子突然一转 连忙走过来 对李云竹说道 小李啊 你不是还没有拖完地吗 快去拖地吧 他又转头看向叶飞 产笑道 这位帅哥 我来帮你办理 这两部手机的发票吧 说完 叶飞连忙避开一步 还用手在身前扇了扇风道 这位大妈 你有口臭 不好意思啊 我闻不得使味 请你让开可以吗 疼 叶飞这话落下 饶是那龙庄艳魔女人脸皮够厚 也是整张脸 战红到了脖子根 龙庄艳魔女人指着叶飞大骂道 你 你这小畜生怎么说话呢 你家里人没教过你 怎么跟人说话嘛 有娘生 没爹叫的东西 本来叶飞还懒得理会这女人 然而 在听到龙庄艳魔女人 说的最后一句话时 脸色瞬间冰寒下来 你刚才说什么 叶飞声音冰冷 带着一股彻骨的寒意 这句话 绝对是叶飞从小到大最大的禁忌 我说 你有娘生 没 啪 龙庄女人话没说完 脸上便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你 你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 我是谁 龙庄艳魔女人捂着脸指着叶飞 一脸不可置信道 我管你是谁 再说一遍 我就宰了你 叶飞眼中带着血丝 咬牙切齿道 如此冰冷语气 让得在场众人谁也不认为 叶飞这句话是玩笑 龙庄艳魔女人 被吓得脸色苍白 最终没敢再说一遍 指着叶飞倒骂道 你 你给我等着 说完便掏出手机 拨起电话来 电话接通后 便大声嚷嚷道 喂 狗哥 我被人打了 就在手机店里 你快点带人过来 就是被一个小 总之 你快点过来 当农庄艳魔女人 说到小字的时候 叶飞的目光 也适时地朝他看了过来 将他吓得一个哆嗦 后面的畜生两字 也没敢说出来 叶飞收回目光 这才对愣在那里的李云竹道 刷卡吧 李云竹看着叶飞 见叶飞仍是一副 不慌不忙的样子 不由小声道 你快点走吧 他打电话的那人 是整个东城区有名的混混 你惹不起的 李云竹话音刚落下 农庄艳魔女人 顿时大声骂起来 李云竹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贱人 你刚才在说什么 别以为我听不到 怎么 别人买个手机 就把你收买了 你果然跟你妈一样 都是贱命 活该受一辈子罪 李云竹被这女人 这一般谩骂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叶飞陡然转头冷道 不想再挨一巴掌 就闭上你的臭嘴 你 农庄艳魔女人 被叶飞吓了一跳 不过他打过电话之后 似乎有了底气 指着叶飞道 小子 你有种别走 叶飞懒得理会 这女人的叫嚣 等着李云竹给他开票 李云竹显然想让 叶飞早点离开 轻车熟路 将手续弄得飞快 然而 他还是晚了一步 就在他将手机和发票 一起交到叶飞手里的时候 一道声音 从手机店外传了进来 是哪个没长眼的东西 敢打老子的女人 瞎了他的狗眼 与此同时 一群手拿棍棒的混混 也窜入了手机店中 为首的 正是农庄艳魔女人 口中的狗哥 农庄女人 见到进来的狗哥 连忙扑了过去 哭诉道 狗哥 你总算来了 你再不来 人家就要被欺负死了 说话的声音 也变得嗲声嗲气 呵呵 宝贝别哭 让我来给你出戒 狗哥拍了拍怀中的 农庄艳魔女人 目光在手机店中 扫射了一圈 大喊道 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敢打我的女人 就在他话音落下的同时 叶飞背着的身体 也转了过来 小子 就是你他 狗哥顺着农庄女人 指的方向看去 脱口就骂 等看清楚叶飞的面容时 顿时张大了嘴巴 后面的话卡在了喉咙里 憋得他喉咕咕直响 狗哥 就是这个小畜生 农庄艳魔女人 指着叶飞大骂道 啪 就在他话音落下 脸上再次挨了响亮的巴掌 不过 这次却不是叶飞打的 而是那位狗哥 农庄艳魔女人捂着脸 看着狗哥 一脸的不可置信 狗哥 你 你怎么打我呀 你不该打那个小 啪 不等他话说完 脸上再次挨了一个响亮的巴掌 老子打的就是你 实话告诉你 老子早他妈看你不顺眼了 要不是看你把老子伺候得舒服 老子早就一脚把你给踹了 狗哥指着农庄艳魔女人破口大骂 行了 别演了 叶飞冷冷说道 打断了狗哥的表演 狗哥脸色善善 连忙走到叶飞跟前 谗妹道 叶同学 这臭娘们竟然敢惹你 实在是欠走 等我回去 一定好好收拾它 叶飞看着狗哥冷笑道 小狗 没想到 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原来 这位狗哥 正是之前被叶飞收拾过的那位狗哥狗强 听到叶飞这句小狗的称呼 狗强嘴里满是苦涩 心中仿佛有一万只羊驼在奔跑 按道自己已经尽力避开这煞星了 没想到还是遇到了 此时 他真想拽一句 从另一名声称自己 有小学文凭的混混那里学来的英文 麻痹 How old are you?